宋上节传 作者 刘毅玲 一 开场白 只有中国人才能够有中国人的想法 只有中国人才能够用中国的故事 中国的比喻和中国的格言去说话 而说得引人入胜 外国人的嘴巴断断不能把中国人说服 断断不能把中国说成基督的中国 几千或几万个英国人美国人都没有用 我们要的是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是千千万万个身心口完全奉献了的中国人 我们要的只是这一种人 而不一定要通儒学者 如果这种人兼有通儒学者的本领 当然是实权实美 可是重要的倒是这种人 有勇气 有真心 有现身精神 有独立气概的人 是时候了 我们该寻出一个中国的使徒来了 这个中国的使徒应该是一个中国人 而不该是一个外国人 这个中国的使徒会在哪里出现呢 他会从神学院里出来吗 他会在众人意料不及的地方出现 像以前许多其他的上帝 使者出现一样吗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祈祷他快点来 我们并且祈祷他来的时候 像施洗约翰深圳旷野一样 要把全国全民都震动起来 上面的话是英伦教会派到福建的宣教士杜克1885年说的 这话说了差不多50年后 中国使徒才在中国出现 在中国旷野发出惊心动魄的喊声 他是个中国人 是造诣绝高的学者 可是他把学问和生命完全放在主的祭坛上 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什么 他是大胆 无畏 无伪 无视的人 除了和主同行以外 便独来独往 除了信主靠主以外 便一无以罢 他就是福建莆田县凤记村的宋上节 这位中国使徒 其个性是非常特别的 有如火如荼热爱灵魂的内心 却没有普通基督徒所有的和颜悦色 在外表看来 他不但不修蝙蝠 并且其貌不扬 他是个宝学之士 在科学上展然露头角 但是他的讲道 却只是简单明白的福音 一点没有眷恋家庭生活 讲道时 手舞足蹈大声疾呼 有时感人使气 有时又逗人发笑 但是一下讲台 便沉默寡言 特喜离群所居 在别人看来 几乎是个乖骨孤僻的人 和外国人 特别是外国的宣教士和教授 关系很深 但对外国人毫不客气 批评起来不留余地 使许多人都以为他是排外的 极恶如仇 对于罪攻击不遗余力 但是他感人至深的道理 却是主的仁爱 他是天生的一个组织家 有卓越的领导才能 他自己却不要组织 不设教会 不立宗派 不做领袖 受了许多人的批评 但他却视为等闲 从来不以身外之毁欲为念 他受了许多人的爱 也受了许多人的憎 这些就是中国大不到家 宋尚杰的本色特性 表面上看来是矛盾的 实际上却毫无原凿方柄之处 他是一个优美而和谐的灵魂 和施洗约翰一样 宋尚杰是在盛年去世的 他在世43年 他的工作时间不过是短短的15年 可是时间虽短 工作却不少 工作的成绩更不小 在短短的15年中 他振动了中国和南洋的教会 成千成万的人因为他而归依了基督 在许多东亚的国家里面 中国教会在日军侵入后 仍然能够毅然独存 其功不能不归之于宋尚杰 这些教会之所以能灵命不绝 灵力不竭 是他工作辛劳一番以后的成果 在中国各省 在南洋各地 在美国 在英国 在一切有中国人的地方 你只要和中国基督徒一谈 便会自然而然谈到宋尚杰 有许多不信的人 是因他的步道演讲而得救的 有许多冷淡退步的基督徒 是因他的陪灵讲道 而热烈了进步了的 尤其是许多教会领袖 本来是挂名的 是吃教的 是没有灵命的 都因他而变为生气勃勃 灵力充沛 和忠于基督的传道人了 其影响力和果子 持久延续下去 二 父亲的重生与得胜 宋尚杰博士 在他口述的见证里 津津乐道他幼年 从父母那里 受的宗教教育 他父亲特别爱谈 自己重生的经过 那时他年纪还小 还不能领略重生 二安的真意 可是他却对这故事 感到非常有兴趣 上杰的父亲 宋学莲牧师 十六岁那年 就到福建省城 靖福州神道学校 读了两年 不过随班上课 做一个时间表的奴隶 机械地去追求分数 他没有热情 也没有追求的心 不想在凌晨奋进 不想真正认识 耶稣基督 这样就糊里糊涂地 治了两年的神学院生活 到了第三年 就是他毕业的学年 在那年的上学期 他还是照旧过日子 不但谈不上灵性的长进 就是功课的成绩 也极平凡 最后的一个学期 在他平静的脑海里 却被微风吹起了 一阵的波澜 在上约翰福音和罗马书的时候 他得到圣灵启示 觉得自己是多罪之身 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黑暗 这时给灵光照亮了 最继陈列在墓前 总得想法解决 一日不解决 及一日不能得平安 于是他心里起了一个 不可名状的巨战 使他坐卧不安 在无可奈何之际 他只得向上帝呼求 每天总是一清早起来 在人们还未起床时 便到旷野去祈祷读经 在晚上也是身更不眠 在人们都入睡以后 求主赐以心灵的快乐 和赦罪的平安 有一天 在一个东方刚雨堵白的黎明 全把有生以来 所有的罪过迁游 一一向主倾吐无疑 赦罪的主 对于忧伤痛悔的人 是特别亲近的 在这一次 他得到了圣灵而来的生命 这是他十八岁 是一生的转折点 他在福州神道学校毕业以后 就回到故乡 福建兴化凤济村 开始步道的生活 日出而坐 日入而息 乡村生活虽然单调平凡 对于有了灵命的他 却也逍遥自在 他在农民的新田 心情耕除 洒种 灌溉 灾感 收获 过了五六个年头 流水谈指 宋学莲已二十五岁 到了燕尔新婚的家期了 新娘 是佛门子弟 家庭中的 一位千金小姐 他之所以会和一位传道人结婚 却是良缘宿地的 原来 他们祖家都不是基督徒 照旧时的习惯指父成婚 这门亲事就这样成了 新娘过门以后 却能勤俭持家 客进父岛 宋学莲对他恩爱有加 常在四乡不道之辖 挑灯教他读书识字 经过一番寻寻善诱之后 这位一交心妇果然受了感化 不久便受喜归主 可是因为这不过世人的工作 还不是上帝的陶冶 他虽然领了喜 而认识不深 爱主的心仍然非常弹薄 新夫妇结婚不到一年 便来了一个弄瓦之喜 第二年 跟着又来了一个弄张之喜 这便是后来宋尚杰博士的 大子和大哥 一家四口 固然热闹得多 可是做爸爸的担子 也一天重死一天了 那时 他的薪金 不过是每月五六元 虽说那时生活程度低 这区区之数 实在难于支配 在一个手上拮据的晚上 宋学连左思右想 翻来覆去 到了午夜还不能入睡 他思想着 里面似乎有个声音说 哦 挨着叫花子 一样地传道生活 吃了早餐 没有午饭 这么苦的生涯 难道是一个能 损笔如墨汁的 我销售得了的吗 我虽不是有名的 骚客墨青 也是个书香子弟 家里有的是文房四宝 怕抛了这穷饭碗 就活不成了 他得到一个结论 决议辞传道职 离开穷乡屁壤 到文士晦翠的城市里 去做报馆记者 过江湖剪刀的生涯 或者钻进洋学校 去做一名教书将 可是 魔鬼说话以后 圣灵也跟着说话 圣经的金句 如明灯一般 从他的记忆中 映照出来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他的良心也在责问他 耶稣岂不是给了你赦罪之恩 你虽粉身碎骨 都不能抱搭理他于万一吗 区区生活上的艰辛 你都不能为他忍受吗 你甘愿服侍马门 做金钱的奴隶吗 白占土地而不结生命之果 你将来赶空守见恩主吗 你不见天空飞鸟 地上的花草 它们不耕不种 也不仿之 主怎样养活它们 装扮它们 使飞鸟翱翔在蔚蓝的天空 使花草缤纷的装饰 空旷的原野 主的眼睛 不是真是你胜万物吗 你算算古今的传道人 有谁是惨死在 穷相做恶嫖的 你要学富有经验的大卫王 把他的信心做你的榜样 少壮的狮子 还却使忍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杠 这场心灵上的恶战 从深夜苦斗到天明 在月影消失 林机畅小的时候 宋学莲清清楚楚 听见天上来的声音 主耶稣的话 随尘风吹入她的耳朵 我的仆人啊 不要怕 有我 你所需要的 我早都知道了 东方已明 宋学莲披衣起身 开口第一句话 就是向太太诉说 昨夜激战获胜的经过 从此以后 她便打消辞役 重振旗鼓 再度传道 以后 因为有了成圣的经验 传道的工作越了 做得甘心乐意了 她此后更蒙主重用 工作更助成绩 更有效果 她所主持的礼拜堂 一项只有教有二百人 可是一年便有五六百人 第三年便有千余人了 宋牧师不但讲道好 文笔也好 她喜欢买书 凡是古本书 只要有钱 没有不买的 所以家里藏书 约有一万本之多 她对于藏书也非常珍视 不许人随便取悦 有一次 尚杰不小心把一本书的书皮弄坏了 心里十分害怕 只希望不给父亲发现 但后来终于给她看见 便挨了一顿重打 因为她文笔好 人们便请她主编一个定期刊物 奋兴报 成福建全省流很广 她也喜欢写日记 每天记事不错 上节后来只有天天写日记的习惯 就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 三 母亲在病危中重生 宋学莲牧师虽已重生 可是宋师母还是一个不冷不热盲从的基督徒 她在料理家务之外 几年之内又替宋家生了两个孩子 连以前两个 一共是四个了 在她生第五个孩子的时候 染上了一场大病 那个是产而不育的孩子 是宋上节的五个 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大病 她时而浑游民宫 和光明的天使携手乐园 而富来人间 和骨肉相聚 在痛苦中呻吟 这病就在哪里 叫什么病 病源如何 医生也查不出 总之 她和药卢茶造结了不解之缘 如是者半年之久 医生们和有经验的人们都认为 她不久人世 告诉宋学莲 为她制备棺木衣服 已应随时地需要 免得临死仓促 她只得听他们的话 眼里含着青泪去料理一切 在景色暗淡寒风凛冽的大除夕 在一盏半明不灭的油灯光下 死气笼罩着宋师母的病塌 宋学莲把儿女们都领到她前 自己用手拿起她瘦削如柴的手 眼泪汪汪地说 我和你的儿女们都在 尾音已哽咽不能成声了 宋师母微睁内对闭着的眼 转动了一下 眼泪就在那霉精打彩的眼眶内涌出 然后一粒一粒地滚到枕上 她想勉强说些话 但一句也说不出 只见她在急促地喘气 房间里沉寂了一刻钟的光景 外面是呜呜的北风 里面是儿女们的哭泣声 和宋牧师的祷告声 交织成一曲凄凉的音乐 这时宋师母呼从定床上坐起来 说 拿饭和肉给我吃吧 奄奄一息的她 居然已有力量起身 已是其事了 起身后又要饭和肉吃 更是其中之其 原来她已很久很久 喂尽滴水利饭了 但是笃信上帝万能的宋牧师 一点不以为其 非也是地跑出去煮饭烧菜 满心感谢上帝洪恩 煮好了便端给宋师母 原来在死亡边缘中的师母 忽然听见了起死回生的 大医师耶稣的声音 妇人起来 吃你的饭和肉吧 今晚我要赐你新生命 听了这几句带着能力的话 她就自然而然地起来 自然而然地觉到饥渴 自然而然地向丈夫要饭食了 经过了这番启示以后 宋师母便热心起来 此后不但安心和丈夫同甘共苦 而且还帮助丈夫殷勤 做传道工作 她病时 子女无人照料 宋牧师就把他们寄养 在一个妇人家里 她好了以后 就把他们领回来 却看见他们浑身肮脏 原来半年当中 她竟未给他们洗过一次澡呢 宋师母看见儿女这个模样 便不禁哭了起来 半年没有妈妈 你们就活不成了 她马上替他们换衣 洗澡 捉掉身上和头上的狮子 在父母都已清清楚楚 体验了重生之后 宋上节不久 便孤孤坠地了 4.童年 1901年9月27日 以恰好是 旧历心丑年的中秋节 下午四时 宋学莲师母在凤济村 诞生了一位林儿 那时正是宋家家境最萧条 生活最贫寒的时代 多一个食指 及多一份困难 幸而那时 宋牧师和宋师母 都有的基督丰盛的生命 不但不以新增的负担为苦 反而能够知恩谢主 就同心合意 把这个出生的男孩 稀以加名曰主恩 这便是后来的宋上节博士 家庭经济虽然拮据 但快乐的空气未尝一日消散 人们都说宋家是人间天堂 实际上 他们家里所爱唱的赞美诗 恰恰就是耶稣同在 就是天堂 主恩五六岁的时候 宋家全家 从凤济村搬到新化城内 那时宋牧师任新化福音书院的副校长 这书院附近 有一所小学 是教会学校 每礼拜天 有主日学 主恩常去参加 主日学的教师们很懂儿童心理 教授有方 能使听者乐而忘卷 主恩特别得意不浅 他后来说 使我感兴趣而至今能记忆的 我常用来欲解真理的 大多数是采取我在主日学里 所听的故事 当主恩在孩提时代 在儿童原地里跳跃玩乐的时候 凭空来了一个打击 一天傍晚 主恩正携着书包放学归家的时候 一入门 便听母亲痛哭的声音 使她吃了一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时 姐姐把哭红了的眼睛 向她瞥了一眼 招呼她过去 她对她说 妹妹瑞德死了 娇小天真的瑞德 果然一动 也不动睡在地上 主恩跑过去拉她的手 疑惑地说 怎么僵硬钉冷了 妹妹的死 使主恩的小头脑 常想人死后 到那里去的问题 这问题在她心里直根深厚 挥之不去 拔之不出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有时 她在半夜里 为噩梦惊醒 吓得浑身大汗淋漓 且聚集而哭 大喊爹妈 这不是别的 原来她梦见恶魔 把她俘虏了去里 上节还讲过 如下的一个有趣故事 我年幼时 把钱看得很重 我的母亲 叫我念圣经 念一节 给我铜板一枚 她每天只要我念一节 多了怕我忘记 今一年 居然有三百多个铜板了 那时我真的发财了 然而恐怕失掉 睡觉吃饭 都不安心 后来母亲 叫我把钱 寄存她独家经理的银行里去 一个月生息一个铜板 我更高兴极了 但是现在一想起来 却要笑 自己太蠢笨了 也许 看着瑞德撇下的玩具 会使她思想前代的去吗 五 星化的大复兴 一九零九年 宋主恩遇到一件奇事 是镌刻在她心板上 永不会磨灭的 她自己说 那是一幕 神为我开映的剧本 这当然是值得在这里叙述的 那是她刚刚九岁 星化那年举行一个 空前未有的大份星会 圣灵之火 赤裂地在交会中燃烧 使年纪小小的主恩 看见璀璨光滑的壮观 而留下一个终身觉得甜蜜的印象 这份星会主领人 是星化和一位壮年牧师 也曾尝到主恩所上的 主日学讲故事 他的讲法 态度 手势 都能使三四百个儿童 听了肃然无声 越听越有味道 举例说 在一个礼拜四的下午 为纪念基督受难而 举行一个集会 这位牧师主讲 橄榄山下课西马尼园中的耶稣 讲得活泼真切 一声声 一句句 都好像一支支的利剑 摄入了听众的心坎 这个描摹 是如此的生动深刻 使宋主恩在三十四年后 追忆技术起来 仍然哀感迎节 心酸之泪渗透衣襟呢 在那次的奋心会里 这位壮年牧师身背灵感 大有能力 得到非常美满的效果 单以道会的人来说 会堂内外 作为之满 到位之赛 只好临时支搭一座 可容下三四千人的帐篷 但是 道会的人 还是越来越多 除了心化本地外 还有远从厦门福州来的 在华南的各区会 也都派代表前来 不消说 道会的都得到丰富的生命回去 代表当中 有的竟是远自美国来的 这好像难于置言 但宋尚杰博士 在我的见证里面说 事实却忽视如此 每天的聚会里 有很多人被灵感 而痛哭悔罪 这个人认私吞公款 那个人认偷人东西 这个男孩认到取人的雨伞 那个小妹妹认偷取别人的皮球 每个人都认出 他曾犯的罪 更奇妙的 有二百个鸦片鬼起来认罪 献出各种烟具 用火焚烧 那时的景象实在很好 每人把罪除净 心门打开 接受耶稣的灵进去 道会的人当中 在很多是儿童 他们受感毁罪以后 把偷来的皮球交出来的 共有五六百个 此外 政治家不计其数的纸笔莫艳 那时的宋主恩年方九岁 虽然每天都去听讲 但是没有悔罪的觉悟 也没有接受新生命 不过他觉得有一种能力 驱策着他 使他不得不去听讲 后来他发现了这份星大会成功的秘密 原来早在这大会之前 美国有两位爱主的姊妹 在他们家里 为星化教会 恳切流泪祈祷 有一天 在他们祷告的时候 听见有声音自高天下来 对他们说 不久的将来 从1909年的寿南节开始 星化将有奇妙的大份星会 他们便写信报告 在星化的宣交室 果然 在他们的来信未到星化之前 复星之火 已赤裂地燃烧着了 这件事证明了带导的能力 后来 宋尚杰博士在我的见证里说 在我的生命中 最愿意追忆的是 那年的份星会 他像春草般轻轻可爱 那欣欣向荣的气概 由于凌风的吹嘘 会中的善种 会持蔓延到各处 没出灿烂的花朵 结出生命的果子 这是一刻 有益有用的功课 是宋博士 后来步道时 常常付诸实行的 感谢主 在这么早的时候 已把这样重要的功课 实际上 是奋星不道的秘诀 教了他 并且在他心里了 六 小牧师 1909年夏天的奋星会 虽已过去 但由他点燃的奋星之火 却启发炽烈 继续蔓延信道的人 与日俱增 下去秋来 冬去春来 年复一年 但见教堂的人数平天 教堂荣基日小 一到主日 四乡农民 辅老邪幼 成群结队 抱着敬虎诚恳的心 入城礼拜 本来只容五六百人的礼拜堂 突然要容二三千人 实在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而要建筑一所可容二三千人的礼拜堂 也不是一蹴可及的事 唯一解决的办法 便是把四乡所有的信徒 按照其距离的远近 分上午中午下午三次聚会 这样一来 那些爬山越岭远到近程的教友 就都有听到的机会 不致空跑一场了 一天分三聚会 虽然是个解决的办法 但在诵学连牧师 却未免太吃力了 好在那时主恩已是十二岁的孩子 以颇能助爸爸一臂之力 实际上居然冲了教堂里的一位临时执事 能协助应付当时的凡剧了 一年以后 二三千信徒盼望中的新教堂 以雄壮堂皇地矗立在大众眼前 新教堂落成以后 宋学连牧师格外勤奋 因为他真切地感觉上帝与他同在 社会上一般身伤是患 对这间发达的教会也刮目相看 新化的支线 在有紧急公事时 也跑来和宋牧师商量了 可是宋牧师虽然生育日龙 家里还是一贫如洗 那时宋主恩已十三岁 在一间就职中学念书 并一面帮爸爸布导 他的工作除散发丹章 贩卖圣经丹行本之外 还时时跟着爸爸到四乡宣讲福音 甚至在父亲生病或上省城去时 还替他竹领夜间的礼拜 在男女老少数百人的视线集中之下 这位二三岁的宋主恩居然能勇气登台讲道 以血不容易 至于他在讲台上能不局促 不慌忙 把事前预备好的讲章有条不紊地讲出 更是难能可贵了 每年暑假 更是主恩为主工作的大好机会 纵骄阳似火 他也不畏惧 常在绿荫一货粮棚下 宣讲罪人的得救之道 听众感动而表示悔改归主的颇不乏之人 这便给他一种鼓励 使他越发起劲地干下去 有时讲得汗字额上流下 失了眉睫 又渗入眼眶 使双眼淹着咸性汗液 痛得睁不开来 但他不顾这些 只不时把袖子在额上一抹 继续地讲下去 往往讲道乐儿望眷 连饭都不想吃 有一个暑假 他在沙色乡工作 教将近二百的儿童读圣经 又有一次他在比高镇步道 也有五六十人表示悔改 主恩讲道的兴趣那么浓厚 在他看来 这也是上帝的恩典 主在他这么年轻的时候 便给他这样一个黄金思想 使他知道已传道为乐 因为上述的种种事实 人们便给宋主恩一个绰号 小牧师 这本来是名副其实的称呼 但是宋尚杰博士后来 回忆着时 认为这一阶段的活动 只是糊涂的热心 因为他是没有生命的 盲目的 用意在高举自己 孤名钓鱼 七 宋大头 宋主恩生下来 就有一个比别人大得多的头 帽店里的帽子 没有一顶和他戴的 这也不打紧 因为纵有何戴的帽子 宋家也没有闲钱 给他买折子戴啊 最好的办法 是少剪几次发 刘长子作为护脑之用 这样就戴上天然的帽子了 因为他头大又不剪发 趁起来头阁外大 同学们就送他一个魂号 大头 他起初虽然不愿接受 但叫得多了 也就成了习惯 当别人叫他大头时 他也会不欺然而然答应了 大头不但生理上特别 心理上也离奇古怪 这里有一部分是他父亲遗传 一部分是他所独具的 宋学莲有一种性急症 发作时声音咆哮如雷 面孔转为青涩 谁都怕看怕听 敢于碰他的 只人和他一样脾气的大头 有时做爸爸的管教他时 打得太过分了 血气方刚的大头 是不甘屈服的 有一次 为了一件小事 大头触犯了父亲 使他大发脾气 大头受了一肚子闷气 就躲在床底下 在那里藏了多时 家人到处寻找不到 急得魂飞魄散 以为发生了什么意外 因为在此以前 曾有一次在和爸爸 怒气之后 大头竟想投井自杀 那次虽然是假装的 目的在恐吓他父亲 但这次也许是当真呢 一直到深夜 他从床底爬出来 家人才松了一口气 又一次 他又惹起了爸爸动火 争闹一会以后 大头使劲地用头 向一口大水缸撞去 缸破水流 而大头竟安然无恙 有这样脾气的大头 挨打当然是常有的事 有一次 宋牧师把他痛打一顿之后 自己就跑进书房里去 挨了打的大头 为好奇心所驱使 想刺探爸爸进书房 究竟做什么事 他从门缝里望进去 不料爸爸正在那里 掩面啜泣呢 大头忍不住了 就冲进房里 问道 爸爸 你做什么 我挨打得还没有哭 为什么你倒哭起来了 爸爸说 这就是父母爱子之心 主爱我们也是如此 在这样的宗教气氛之下 虽然偶有打骂 家庭的关系还是和谐的 在春花之晨 秋月之夜 宋牧师总不忘记带孩子们去流连好山好水 欣赏上帝在大自然里的杰作 年轻的上杰池别喜欢陪父亲上山祷告 孩子们就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中长大成人 而留下了终身不能磨灭的印象 上杰有一个读书的天性 这天性是他和爸爸共有的 宋牧师只要有一些闲钱 就要到各处去购书买画 这是上杰所十分赞成的 他常常鼓励爸爸去订阅刊 订杂志 买传记 反对买书的却是宋师母 他当的是穷家 收入少 孩子多 认为买书是一种奢侈浪费行为 家里一间雅致朴素的小藏书楼 是史上节欢乐的地方 不论是工作币 或是放学回家 他的影子总在那藏书楼上徘徊 他说读书室和一本本的朋友们谈心 他不但诵读新旧小说 古今名人传记 甚至妇女的书报 如妇女杂志 妇夺报等 他也一一阅读 因此惹起同学的绩效 但他并不顾忌 只回答他们一句 我有书必读 上杰在书本子里沉迷的时候 福州海军学校登报宣布考生 宋牧师看见这个广告 就吩咐上杰去信报名投考 此举表面看来虽似突然 可是宋牧师也许以为海军学校和其他军校一样 是免学宿善等费的 考取了 可省一笔负担 硬考的青年很多 考试科目只有体格检验和国文两项 这在上杰看来是很有把握的 他的师长和同学也鼓励他去投考 认为他必被录取 但是体格检验的结果 上杰被宣告不合格 因为他那时恰好换着莫名其妙的脚种 体格已不及格 国文考得怎么好也没有用了 因此他在考国文的时候也就没精打采 考试的结果 他的许多同学中只录取了两名 当时这两人觉得有无限光荣 可惜人生变幻无常 这两人都在不久以后相继阵亡 一腔升官发财的热望也同归于尽 这万不是他们预料所及的 上杰后来回忆此事 便对上帝不胜感谢 落地归来以后 宋上杰仍然回到原来的中学读书 照就做一名书呆子 那时已是民国初年 为了纪念国耻 鼓励爱国图强 学校纪念日非常之多 时常停课 可是学校尽管停课 上杰仍照常上课 偌大的课堂 只有他一个人误作读书 虽孤独 倒也安静 同学们以为他不关心国事 对他冷嘲热讽 在他身上加上什么冷血动物 等等头衔 在好学勤读的上杰 倒是毫不在意的 在中学时代的上杰 在衣冠容貌方面 是毫不整齿的 一来因为他只顾读书 对身外知识 并不讲究 二来 家中经济能力薄弱 衣着方面 要讲究也讲究不来 因此在中部三年中 上杰却始终是短衫同志 赤脚朋友 短衫者 因为他穿不起长衫 赤脚者 因为他买不起一双鞋 他穿第一件长衫 是在中学毕业那年 他得了第一名 宋牧师为了奖励他 并为了使他在领文令的时候 不失体统 就上街买了一件蓝布衣料 叫宋师母赶紧缝好 这就是上杰的大礼服 是他穿上的第一件长衫 九 赴美留学前夕 中学毕业以后 跟着来的 自然是升学问题 那时上杰打算升学 南京金陵大学 在筹备期间 他妈妈和大姐 在家制备衣服 打碟行装 他自己在此时的工作 可分为两部分 一是在家义住 一是下乡步道 宋学莲牧师 是个善于记日记的人 上杰也在1917年 开始跟爸爸学写日记 以后就养成习惯 差不多饭可以不吃 日记却不可以不写 后来他的同工 都说他每天 无论如何忙 至少都要抽出 一小时以上的时间 来写日记 他写日记的字 写得得极细 记得吉祥 直到他临终 毫无间断 这是关于他生平的珍贵 而确切的材料 可惜写这本传记时 我们还没有批阅的机会 写日记之外 就是带父亲编辑 在中学时 上杰美于客鱼之辖 帮忙一登一些稿件 学校里的期刊他也曾认过主笔 又常常在各报纸上投稿 所以现在主编 奋心报不会有手脚生疏之感 还有 尚杰的姐夫 是一个很有国文根底的人 在文字工作上 给他帮助不少 在文字工作之余 他做了一个乡村步道计划 这计划得了西教士的赞助 他便就合同到青年多人 每礼拜下乡 轮流到各小学去 先和教员谈话 得到他们同意后 便开始向学生步道 这里包括讲故事 交唱赞美诗 做有意义的游戏 发福音画片等等 工作正在兴高采烈的时候 忽然接到家中急报 说大姐身染急性时症 不过三四个钟便去世了 这给她以一个重大打击 赴金陵大学升学的计划 从此成了问题 一天清晨 她在家不远的雷山顶上 独自一人向上帝祈求重生 清凉的微风 拂面吹来 花草的繁茂 枝叶的苍翠 都引她追求 欣欣向荣的灵恩 大有不得不休之事 有一天 她忽然记起父亲的重生 是由于读罗马书和约翰福音 于是把又绞尽脑汁 想从科技修炼着手 但也一样地不着她所需求的 她那时还不知道 新的生命是从圣灵生的 是有其定时定期 不可强求的 上节赴南京学金陵大学的计划 因大子的突逝而受了挫折 但是升学的志气 却没有实时罢课 就是不罢课的时候 要学校里也没有人 有时间心情去读书 因为总是政治活动多 而学问的活动少 究竟到什么地方升学好呢 无论进哪间大学 情形总是大致相同的 这时尚节响道出洋流学 这自然是个奢望 因为她的家境那时并不丰裕 在家就近上学 还是一个重负 当向爸爸述说这个大致时 宋学连牧师对她说 不要梦沉沉了 莫以为我有血汗 给你去吃洋墨水出风头 你不要以为我是谁 我不过是教会里一个穷传道罢了 这答复并不是预料之外的 地上的爸爸既不答应 他还且为天上的爸爸可以呼求 尚节于是跑到山上 向天父奏告他到外国升学的志愿 他并且说明出洋流学的目的是 终身是奉主 做传道的功夫 这样的祈祷 继续了一个星期之久 天父果然是有办法 他是大能的上帝 尚节从西教室手里 接到康女士记他的信 他说 封闻他有志出洋 只困于经济 不能如愿 他知道尚节是好学的青年 所以他愿意替他去 信美俄亥俄州 德拉威的魏斯里大学 和他们商量 给他一个免费学额 他并且允许在他到了美国以后 再帮助他找一个攻读的机会 尚节接读了这封信 便手舞足蹈地赞美感谢神 又欢天喜地地把这好消息 报告爸爸 爸爸却吞吐地对尚节说 我尾时没有能力 可以给出洋 你要晓得 我传到三十多年 所有的积蓄 还不到一百块钱 龙总给了你也不够 做你穿姿的一半 捉襟见肘的我 却忽力不从心 万一可能 那有不希望儿子出洋的道理 父亲这一番 有道理合适的话 不斥一盆冷水浇背 他沉思了半想 仍旧跑上山去呼求上帝 一般在福音书院的毕业生 在那时都做了传道人 都是学连牧师的高足弟子 他们一听见尚节有志出洋留学 而且又有机会 将来学成归国 又决意为上帝做工 都为之兴高采烈 他们知道 他的困难是穿姿无着 便都愿慷慨解囊 为他供筹出洋的旅费 他们之中 有出十元的 有出二三十元的 不多时 富美的穿姿已筹足了 这些数目 上节都一一记账 预备到了美国 赚得工资 就立刻清还 统计有五六百元 富美的旅费是不成问题了 碰巧那时金价大跌 美金只值银元九搅拌 使旅费不但充足 并且辍有余裕 他于是做了一套西装 另添置了一些衣服鞋袜 决定在春风待荡中放羊 时为1919年2月10日 同行的另外有七位同乡 十 横渡太平洋 上节离星化的那天 父亲因是外出 没有送别 只剩妈妈在家拉着他的手 叮咛再三 哥哥亲送到汽船码头 还帮他提箱子等物 年轻远别 自免不了一一之情 可是前途的希望 像东升的旭日 光芒万丈在引领他 心里的悲伤 都被他驱散了 过了七天 汽船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 同行七位阔少 夜以继日地游公园 看电影 逛游一场 只有送上节族 不曾出旅馆的大门 不但上述的那些娱乐场所 他没有去 连那些有名的大百货公司 也没有参观过 什么先是永安 两间大公司面面对质 还各有屋顶花园等话 都是从人家听来的 他只在旅馆里面读经 祈祷 看书 看报 写日记 和家居生活 丝毫没有分别 在阴天下雨 不能出门寻乐时 那七位阔少 便把送上节来做画饼 做笑料 把它当成 可以开胃开心的徒老儿 其实 据他自己说 我何尝试 徒老而不识玩呢 不过想起 仅有的穿姿 还是借贷得来的 怎能像他们一样 任意挥霍 三月二日 上节所成的尼罗号 就启定向美国开始 那时 坐头等才能在美入境 才不致被认为苦力 他成的是头等舱 船票只要二百四十元 船出了无松口的大海 颇有些摇摆 同行的人都害了运船病 只有上节在甲板上 独自拦远眺 俯视沧海 仰望晴空 愉快地歌颂 创造宇宙万物之主 那天晚上 上节又夺到甲板上 见夕阳 近在碧波中 晚霞把天空支成美景 独自一个人 倚着铁栏杆 两行青泪 就速速地落了下来 这不是为了去国怀乡 而感到悲哀 也不是为了想念 骨肉之亲 而引起离情别续 更不是为憧憬前途 而在担忧 而是为数算不尽的 浩大神恩 而感激涕零啊 贫寒之家出身的上节 在头等舱上享受的 是生平未曾经厌过的 阔绰生活 那七位同行者 已因运船不能起身用膳 只有他一人 独具八人的餐桌 独享丰富的大菜 爱什么就吃什么 此外还有两名示意 只由他一人驱使 到了美国以后 来了好一个金价飞涨的机会 上节一算剩余的金元 还有246元 就留下6元 做自己在美的费用 其余扫数寄回父亲 这样 来时金价骤跌 到时金价飞涨 这240的数目 不但可还清他的债务 他还提议他哥哥 也赴美留学呢 十一 入学前后 上节一到美国 才开始有估计之感 第一是英语不流利 发音不正确 使他到处碰着困难 第二是在4月 找到了俄亥俄州 疑问之下 才知道康女士 在北京逗留 还未回美 使他觉得举目无亲 魏斯里大学 果然保留着 他的免费学额 但他未能立即入学住宿 住在外面 需善诉费 每日一元 对于身上只有六元的他 当然负担不起 这时 唯一的解决办法 是找一份工作 但这也不容易 人地生疏 在茫茫人海中 向谁找工作 找什么工作 在无可耐之际 上节跑去找一位 青年会的书记 求他帮忙度过 目前的难关 但是因为说英语时 词不达意 被一口回绝了 在求人不应 无人可求的时候 上节转而呼求上帝 上帝安排他在一家布店受雇 做洗刷地板和抹玻璃窗的工作 每小时得工资一元 这是一件卑微的工作 所以他在当街开玻璃窗时 总怕给同学们看见 特别是 看见女同学经过店门时 便不由他布两颊帐红 耳根发热 后来他在西屋公司做夜工 每小时有四脚五分工资 他每夜做工十一小时 每周工作五天半 共得二十七元左右 除去擅速等费 余下的就没多少了 每月仅剩八十元 怎能开学后的开支呢 但他仍继续不断祷告 深信上帝必能为他有所预备 在场内工作的时候 上节口中常哼些中国调子 来解愁肖闷 那些黑白种的童工们 都倾耳递听 乐而望眷 后来这种短小调 传入经理的耳骨 经理便邀他做上钉 请他独唱一支美妙的中国歌 上节高歌一曲 使经理先生兴趣横生 和他攀谈起来 又问及他赋美的目的 上节于是恭敬地告诉他说 他是一基督徒 他到美国求学的目的 是在学成后归国传道 现在因经济困难 才到他场中做工自助 以维持开学一年间的 擅速书籍等费 经理先生把他说的话 都耐心听完 他沉思一下以后 抬起头把上节打量一番 就对他说 我可以把93号的制造锅片的机械 给你管理 工资每小时 你可得一元左右 可是这部机器危险性很多 常常闸断工友们的手 不等他说完 他已经首肯了 暑假过去了 上节统计竟计净赚六百元 刚购一学期的费用 和同学比较一下 没有一人的工资能高于他的 他深信这是上帝特别的恩赐 使他可以安心求学 上节对主之主赌信 还可于如下的世上看出 开课的一天 他跑去见大学监督 做一个突如其来的请求 他要在未来三年中读完大学学分 监督听见这话 挺直身子 摇着头说 照你的英文程度 五年后能读完大学课程 已算万幸了 事实上 考试后上节名列第一 就天文学一科说 同学里面有的不及格 有的的零分 只有他优等猎头牌 成绩使师友们都精赞 给果师教员们在商议后对他说 你如果努力求学 则可三年毕业 十二 贫病之中 1921年 第一次欧战战后的经济恐慌 已在美国开始 工厂倒闭不少 工人失业多了起来 使上节在第二年的暑假里 找寻工作 发生困难 那时他的哥哥宋上莲 也到了美国留学 使上节找寻自己的工作之外 还要替哥哥找工作 尾时不是容易的事 但是相信上帝已靠祈祷的 上节在原有的旅馆工作之外 并且进一家铁厂做拉铁板的工作 铁厂的工作很苦 是上节所担不了的 亦不过为了解决面包问题 不能不含心如苦干下去 这样勉强干了一天 上节忽然觉得神志不清 心脏补补地在跳动 自己按一按脉搏 似乎跳得非常剧烈 头部也做剧痛 如像要炸裂的样子 身体也在发着高热 但是上节仍然负病工作 勉强到第三天 实在不能支持下去了 只得请假到医院去就诊 入院以后 不久臀部生一句痛 医生说若不开刀 必会危及性命 这倒是个难题 因为他身上一文莫有 手术费和住院费从那里来 他决定采取一个 听天由命的态 任凭病魔缠身 唯一天命 最后由于朋友再三苦劝 只得进了医院 在病房里呻吟着 道于费用问题 只得以后再说了 快到失手术的时候 上节向看护讨了一张白纸 写了一篇绝命心事的家信 打算寄给父亲 在这生命不绝如履之际 他弃绝了对于这世界的希望 心里反而轻松起来 开刀以后 麻醉要作用见识 疮痛的感觉就敏锐起来 大脑的活动一恢复 上节又在担心医院的费用了 虽然医生派了最好的看护 属灵的 有经验的 能体贴人的 但是上节脑子里总是盘算 院费如何清洁的问题 一天 上节正已靠在病床上自叹不幸 忽然走进一群男女 有的拿着鲜花 有的提着水果 一个个笑眯眯走进病床 和他握手 这些都是他常去聚会的那间 教会里面的兄弟姊妹 其中有一位还是那里的牧师 上节一见他们 如见骨肉至亲 什么国家种族的界限 都消失得无影无形了 他心里怦怦地跳 眼里含着感激的清泪 接受他们一个一个的殷勤的慰问 他们走后 那个趋之不去的经济问题 又来萦绕上节心怀 他想来想去 甚至医院居 大不易 虽然窗口未腹 也还已经早出院为家 于是本来要一个月才可出院的 他却提早两星期出去了 向医生告辞时 他面红耳赤 惭愧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一种贫穷的哀感紧压心头 使他咽喉哽咽 一腔心事 却无法表达 可是眼里的汪汪卑泪 却怎么也抑止不住 滔滔不竭地倾泻下 富有经验的医生 看出他有难言之隐 就拍拍他的肩背 对他说道 亲爱的朋友 你莫非为医药费担忧而伤吗 医院里已把你的费用做八折计算 一共只要三十三元 这树木已由一位被圣灵感动 被主爱激励的同道父亲了 你可以平安快乐地出去了 愿上帝赐福你 上劫听了这话 心里好像卸下千金重担 快乐地几乎跳江起来 一时不知道 当说什么话才好 最后 他谢了医生 一步一步地出了医院 这伤处一直没有好 从那天起 疮痛时时发作 上劫后来说 我祷告上帝免掉我的痛处 然而上帝却不允许 上帝如此管教我 是要我得到益处 因为我在痛时会想到 自己的骄傲和污秽 十三 下乡步道建议想 虽然贫病交迫 上劫并没有因此 而捎减对学问上的努力 岁月催人 一年容易 第二年的学年考试 又是他名列前茅 一个每天要花一半以上的时间 来做苦工的学生 能够得到这样优异的成绩 在别人看来 是可惊可疑的 但是在上劫自己看来 这又是上帝格外的恩惠 除了勤读苦作之外 在休假日上劫幼长组织福音队 邀同学同道参加 到乡下去传播天国福音 美国乡村的老百姓 上劫看来是忠厚 朴实 敬虔的 他们都喜欢听他的讲道 悔改的人数逐次增加 报纸也竭力鼓吹 使过去在新化线报纸上 活跃的颂上节 现在又在美国英文报纸上 展然路头角了 福音队到处受人欢迎 各乡的信徒都盛意招待他们 供给他们的需求 也十分周到 他们谈吐风雅 羽出肺腑 待人接物又全出至成 使上劫深感人间的温暖 有一个家庭 特别给他深刻的印象 一对爱主的夫妇 组织了一个以耶稣 居守卫的家庭 她是一位 彬彬有礼春风满面的富人 因为言行芬芳 上劫称她为空谷幽兰 她是一位忠诚的基督徒 只要和她交谈一次 便可知道她远超出一般 没有生命而屠付圣名的牧师 他们中间有一位明星 活泼美丽 顾不用说 特别引上劫注目地势 每晚临睡前在小床前面 跑着祷告的神态 一个愉快的秋高气爽的感恩节 思密慈意邀福音队去布道 那晚就在一个信主的家庭住宿 上劫在那晚似梦飞梦地 看见一个神妙而其绝的意象 她深信这是主有意显示给她的 将来必逐渐在她生命中实现 在意象中 上劫游兴画东沿山巅 那是她最熟悉的地方 从前差不多没有一日不上那山巅祷告的 她在山巅了往时 忽然听见一片七创的呼救声 兼着山下缠缠牺牲 使她张眼似望 才发现有人在山脚下逆水呼救 一发觉有人逆水 上劫奋不顾身 连冲带跌地下山救人 脚下其实崛起 四周荆棘从生 但她仍奋勇奔赴 好容易从崎岖的石路上 荆棘的包围中 走到山下 已是浑身鲜血斑斑了 小溪水逐渐高涨 溪面愈涨愈宽 后来变成一片汪洋大海 海里沉溺着各种民族 发出凄凉悲惨的呼救声 在水平线上的上劫 俯瞰海岸相去甚高 海潮还不断在汹涌澎湃 要想救海中人 成非一事 那喊声欲喊欲高 欲不忍足听 焦急中上劫 蹦出一句祷告 说 上帝啊 我愿奉你的使命 给你的壁住 去救起那在波浪中 挣扎着千万人 祷告后 一刹那 上劫环顾自己 却变了个小孩子 同时又发现是个罪犯 全身被金锁银链覆着 他仍想走向前去 却不但寸步难移 而且觉着有人 把他向后牵动 使他一步步退后 尚劫于是颓然丧志 忽然 从天边远远飞来一只苍蝇 却是一个长方形的十字架 颜色是血一样鲜红 十字架上写着八个大字 仰望十架 往前奔跑 一刹间 十字架天然飞过他的头顶 优雅的声音 好像武士在高歌胜利之曲 那时他的锁链也一砍而断 哗啦啦地落在地上 恢复了自由 尚劫在向前勇往直驱 想找一个善法 去拯救海中的可怜人 一步留神 扑通一生自己已跌在万丈巨韬的中央 尚劫道也并不心惊胆战 因为他甘愿与众人一同溺斃 只再命在请客之际 呼求上帝接收灵魂 呼求之后 尚劫觉得好像脚跟着地 挺身站起 他在刚才所说那如鹰飞来的十字架上 搏在大海中心 好像一块磁石 能引一般荡漾在水里的人们 凡漂泊到十字架旁边的人 没有一个不被吸引上十字架去的 被吸引的人 其铁锁链没有一个不断开的 那十架横在海上 慢慢地扩大 被吸引的人也渐渐增多 直多到数算不清 十字架扩充到全海面 终于不再见海水 只见一片岔子烟红 时尚结欢笑腾月 忽然号筒声吹响 十字架面积所在地 顿时变为四十 接春的乐园 每个人都尽情欢愉歌唱 在节奏和谐的乐声中 好多人过来和尚节握手 仔细一看 原来都是他的骨肉同胞 或亲戚朋友 他快乐地手舞足蹈地跳江起来 这一跳 险些把和他同床共寝的同学思逆词 一脚踢出床外 此日尚节把昨晚所见的意象 在讲道时讲出 很多人听了受感动 他于是相信这是上帝给他的意象 做他终身正道的好资料 他说 我无论在美国 每讲此意象 没有不使人大受感动的 这一项常在我脑际盘旋 我将永久述说 这外富有灵性价值的画片 十四 大学毕业时的荣誉 大学最末一个学期 是尚节最穷最忙的一年 最穷 因为那年美国的战后不景气 已到高潮 工厂倒闭的数目与日俱增 并耗人民失业的迎千累万 尚节在此时以签资工作来维持生活和学业 其处境之困难实在不易想象 最忙 因为期近毕业 功课本来繁重 何况尚节决心把四年的学科三年读完 更非素叶匪泄不可 工作多 功课繁 加以病后体弱 使尚节心境不佳 亦发脾气 在这个时期发生三件事 使尚节后来常常痛心懊悔 认为是生命史上的污点 第一 他的膳食是和哥哥合伴的 可是尚节自负聪明 存傲慢之心 把哥哥荡成不下 驱东使兮 烧菜煮饭都责承他去料理 尚节自己不但动也不动 一步趁心 还要大发脾气 哥哥因为在别的事情上要弟弟帮助 常常忍气吞声 只在忍无可忍时和他口角 尚节后来认为这是自己对不起哥哥 追悔无极 第二 美国大学考试 从没有教授 在课室里待坐领考 只在考完之后 考生在试卷上写 我有上帝见证 诚实无假 然后签名交卷了事 学生中 分子复杂 有些行为不正大光明的 就不免有舞弊情势 尚节从小学 以至大学 是从来不敢干着勾当的 可是 在最后一次的考试中 却守不住了 这在人看来 不过是不诚实而已 算不了一件大罪 但尚节却认为 一步之差 谬之千里 成了永久的恨事 为不可磨灭之罪迹 第三 因为生活的困难 功课的忙进 尚节在工作上 也做过不诚实的事 美国的工资 是按时计职的 尚节为了多用时间读书 增几次谎报实数 这个幸亏他发觉还早 后来就以延长工作时间 来补偿过去窃取的时间 作为忏悔 这样 在既穷且忙 又免不了犯罪的情形之下 尚节在三年之内 读完了大学学分 那年和他同毕业的大学生 有三百多人 其中只有二十余人的 最优等的学生中 一半都是女生 只有宋尚节 和其他三位男同学的 荣誉学士位 每系都有奖金 尚节得是理化系的奖金 因为他是一个贫苦的工读生 既要做工 又要自理善时 还能把四年的功课 三年读完 而毕业时 居然能得到奖金奖章 当然是一件 耸人观听的头条心弦 美国的记者们 于是大忙特忙 把这消息在美国的报纸上 大灯特灯 还要把上节的照片放大 刊载重要的地位 不久以后 欧洲各大国的报纸 也把这消息刊载了 15 大学毕业以后 一退休会中介一项 拿到了大学文凭以后 大学生活已告一段落 跟着是事业问题 这里上节的困难 不是无路可走 而是可走的路太多了 不知走那一条好 第一名尼苏达州的 州立大学来信 要他做化学试验室的累教 每年薪水美金700元 第二 有人愿意 每年累他美金1000元 去哈佛大学专供医科 这个他当时就谢绝了 一因他体弱不能胜任 二因他哥哥还在俄亥俄州 为了要就近照料他 上节就不愿远往他处 第三 俄亥俄州立大学 给他一个硕士学额 还答应他再读硕士时 每年金贴美金300元 第四 有人知道上节去美的目的是 预备学成归国传道 愿意资助他入神学院 结果决定进入在 哥伦布市的 俄亥俄州立大学 在前程似锦声明洋溢之际 上节心里不知怎地 老是忐忑一安 有时还会欺然泪下 究竟为什么会如此 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为求心灵的安慰 上节就毅然决然邀一位 福音队的队员 赴威斯康星州日内瓦胡滨参加中西学生下令退休会 会所离他所住的地方相距数千里 来回车资至少得筹足五六十元 但是动身的那天清早 他口袋里只有少许钱 他仍决定凭信心去做借搭便车旅行 动身的那天天气很热 他们两人站在马路旁边 向前来的汽车仰手 碰到客气的车主 便停下来给他们上车 这样一段一段的就行了几百里路 在一个入暑的晚上 他们所借搭的汽车把他们放下车来 在时间上 他们已不能继续前行 可是那里是一荒替之乡 既找不到旅舍可以投诉 又无亲友家可以度夜 不但鸡肠鹿鹿 而且天热口干 没有滴水可以止渴 这样披星带月 速露参风 过了一夜 刺沉尚杰就叫醒陶醉在梦中的同伴 再踏上征途 这样 在饥渴交病双腿发酸中 他们再也不能前行了 尚杰拉住他的同伴 说 朋友 我以力提气节 决定驻足此地等候上帝的预备了 话刚说完 远处一辆汽车如飞地驶过来了 他掩望汽车 心中默默祷告 手中扬着手帕 果然 汽车在他们面前停下 汽车主人 爱然欢迎他们上车 还允许在他们到芝加哥 不用说 尚杰从心坎深处 发出谢神之声 其欢乐是言语所形容不出的 上了汽车 他拿出纪念册来请汽车主人 抗力签名 在彼此寒暄中 才知道他俩都是 魏斯里大学的校友 新婚不久 这回嫁汽车到芝加哥度蜜月 他俩在报上 曾看见关于上劫的新闻 所以见面之下 格外表示亲善 到了芝加哥 他俩请他们到一所大旅馆 劣势休息 更验他们一顿丰盛的大餐 然后握手言别 从芝成到日内瓦湖 距离不远 只费车资数远 便到了湖滨路的会所 上劫不远千里去参加的退休会 所讨论的 在他看来 都是一些肢结琐碎的问题 毫不能满足他心灵的饥喝 使他由失望而懊恼 心里越发得不到平安 最后 他只得离开会众 到湖滨近处的山顶 去祈祷读经 就在这个时候 主耶稣行过的五饼二鱼神迹 像一幅美丽的活动图画 在上劫面前演出 使他快乐地手舞足蹈 这教训是这样的 这些事物 照人的眼光 看来虽是渺小不足道的 但是一到主的手里 他就可以无中生有 更可以从小变大了 所以我们在奉献的世上要踊跃 要勇敢 最奇妙最主要的教训 还在五饼二鱼代表着整个的人 五饼二鱼恰好是我们的身子 人的五官 五脏 五指 五指 不是可以拿五饼来预解吗 人的两眼 两耳 两手 两足 岂不正向两鱼吗 我们把自己献给主 就是最好的祭品 主不但不会看清 反而会用奇妙的能力 变化你 使无数的人 由你得保足 使许多饥渴慕易者的心灵 由你得安慰 因此 我们不能把主血架 所买来的身体 去放纵情欲 去自取败坏 更不要去向那些 有权有势的人献殷勤 因为 以献给主 便是主的仆人 若仍旧讨人喜欢 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二上帝治贫病之妙法 散会后 尚杰回到俄亥俄州 他的哥哥 已入一家工厂工作 他也各处托人找工作 好容易找到一处 可是进场只一小时 就头昏发热 不能支持 只得出场 诊断的结果 发现他已染了肺病 肺病的调养 要有新鲜的空气的环境 于是 一位当地的牧师介绍 他去乡间从事农作 可是 尚杰的性情 实在不是农事 勉强做了三星期 忍耐不下了 只得出走 还受了东家多闲话 尚杰入校以后 精神颓败 一切雄心壮志 都消磨殆尽 眼前名利 虽仍在引诱他 但他觉得 那是骗人的东西 他感悟到 人生的一切都是虚伪 只是泡坏 人间没有一寸细的 可容他插足 那时 他只有在上祈祷之路 因为他觉得 这是唯一可走的 康庄大道 在一天不做公便 没有饭吃的环境里 尚杰只得诱入一家 暑期公寓里 做洗碗的工作 他一天要洗一千多个盘碗 洗到手都肿起来 而且那里的管事人 把他当成一个 目不时钉的苦力 还把吃剩的菜饭 给他吃 使他觉得宁愿挨饿 不愿受气 就愤然辞职了 做了二星期 不曾拿他分文的工资 不久后 他找到一个很特殊的工作 在马路两旁 做一名割草小工 在如火之交扬下 每天做八小时工作 每小时四脚半工资 这本来是一件苦事 但尚杰对割草感到无穷的兴趣 因为这种劳作 可以饱受日光空气 遇割草 身体就遇健忘 果真为护三星期 肺病竟和他不别而行了 十六 活跃时代开始 暑假一过 尚杰健康已赴 精神活泼 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活跃 他的生命史就终 这时展开热闹的一夜 大学同学有一万几千人 来自十三个不同的国家 本来有国际学生会的组织 因为一向没有人负责主持其事 只会晤无形停顿 开学不久 该会公推上节做会长 在他看来 这会的会员都像死人一般 要使会晤有起色 真是弹和容易 但他用分工合作办法来唤起会员的兴趣 使每人都有机会为会服务 使他们由此意识到 这是每个人都有份的会 上节先召集会员中好音乐的 用各国自己的乐器来演奏 练习不久以后 该会就定期举行音乐会 发售低连门券 嗜好音乐的美国人争先购票 一元至五元的门券都卖完了 结束后 统计受券所得在千余元以上 除去音乐会的开销 剩下来的悉数充国际学生 勉励借款基本金 这一来 报纸大吹特吹 国际学生会也就此名文侠尔了 不外以后 上节又邀请女同学会员到会里帮忙 条理烹饪 使各国风味全备 凡来用善者可以随意所欲 又可借此联络有意交换知识 这样一个迎合青年心理的事业 当然可以蓬勃发达 使国际学生会增加经费收入 国际学生会的事务虽然繁忙 上节却没有因此疏忽功课 在研究九个月之后 经过严格的考试 终于在1924年6月得到硕士学位 更因为他成绩优异 科学会又颁给他金钥一枚 一个难得的荣誉 此后他又研究物理 发明一种花露水 科学馆给他一面奖牌 学校送他年金三百 中国政府给四百八十元 什么都有了 他还不足 天位亮起来研究毒气和催泪弹 但是上节并不以此为满足 他说 在我血液循环没有停止以前 我的心不会有学育饱足的一天 得了学士 想硕士 得了硕士以后 又要引颈长望博士学位了 可是从硕士跨上博士 要经过一种第二语文资格的检查 这资格就是安熟德文和法文 否则便无资格入博士科深造 读科学的 该通过德文考试 上节对于法文 曾在大学时代下过一番苦功夫 可是德文却所知有限 他于是发愤自修德文 自己孤单一个人 在宿舍苦读两个月 好像已有些懂得德文的化学书本 就鼓起勇气去报名投考 教授当然没有工夫 去详细调查他的德文程度 只照老规矩发一后册德文化学书给他 叫他把某部分译成英文译好以后 向教授矫卷 教授看了 校主眼开 对他说了许多好话 认为他义得细腻贴切 相信他对德文必花了好几年的心血 上节自然暗暗觉得好笑 正所谓哑子吃馄饨 心里有树木 资格已合 他就进博士科研究 中日在化学室里忙碌 但一有余侠 他还以国际学生会的活动为乐 那时在美国的种族旗舰肾甚深 大学里面的黑白两种同学 就没有携手同游促息谈心这回事 上节对此事感到不平 想在他自己的范围内做起 在国际学生会里实施一个小小的计划 去消敏种族的界限 这计划的实施 是请男女同学用各国的烹饪法 来预备各种不同的饮食 然后邀请在校的黑白两种同学来聚餐 每刻只收餐费五角 只黑同学可以免费白吃 因为他们生活较为困苦 聚餐时 餐桌排成英文 爱字 由女同学做招待员 入席时 他们请黑白两种同学 一个兼一个地坐着 聚餐以后就是演讲 上节所讲的是 基督的博爱和护主精神 讲词已染上颇浓厚的心神学色彩 他后来说 他自己已流入似是而非的宗教生活 已中了社会福音和毒史了 可是这个聚餐会还是成功的 跟着就畅办了一个种族交易会 每月照样聚餐一次 以消除黑白同学间的隔膜 这会成立以后 曾邀请名人演讲 如公司德博士等都曾在那里演讲和列席聚餐 在聚餐时 他们趁机会讨论各种 关于黑种人生活和待遇改善的问题 这样一来 经报纸一番鼓吹以后 美国各大学都有这种机会 上节因为是首创人 一经宣传出去 使人们都当他是俄亥俄州 鼎鼎有名的大学生 后来报纸继续大登特登 夸奖上节 上节登时十分高兴 把那个会扩大起来 更请犹太人参加 这个扩大的组织又推上节为主席 开大会时 公司德博士立场演讲 他褒奖上节为一个大英雄 把上节捧得兴高采烈 洋洋得意 更有一次 上节被推着十三国学生和平会主席 开会程序 有音乐和游艺等等节目 十三国学生群众鼓掌欢迎他 报纸登载新闻夸耀他 使他更自命不凡 后来论此事实 这位和平领袖说道 如今回想过去 一切都像烟消云散 转眼成空 因为我日间开大会夜间 却和我哥哥争闹打架 爱 这一切都是死人的工作 死人算得什么呢 十七 一面交际一面研究 除了国际学生会之外 上节还有教会的活动 每星期至少有一二次被请到各教会 去竹岭少年会 勉力会等 汽车接送往返 忙得不亦乐乎 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 差不多三年 在这三年之内 统计到过一百多个礼拜堂领会 一到圣诞节 他更忙得不可开交 他提议向同学募捐 购办礼物 办做圣诞老人 然后把礼物送给孤儿院的二三百孤儿 此外还每年捐助二三百元 美金补充基金 那里有一个美衣美惠 请他坐本区的传道人 他以为荣幸 很高兴答应了下来 他虽喜欢坐灵工 总觉得不传道就于心不安 自然 这时期的讲道 他认为还是靠口才 评学里 有时甚至为了出风头 除了活动和宗教活动之外 上节还有一个交际活动 一个圣级一时 在各方面都大路头脚的青年 是不会没有朋友的 那时的男女同学 都以结交上节为荣 常常分别请他到家里做上宾 或者请他到戏院里去看电影 这样一来 凡是摩登青年的享乐生活 他都一一尝过了 幸而上帝保守他 使他不致卷入浪漫生活的漩涡 这么的社交生活是要花钱的 但是不成问题 上节那时的收入倒颇风雨 第一 他一面读博士 一面在大学兼任助教 第二 他的优异成绩早经中国政府助益 由国库里拨一笔官费去津贴他 这样 他就过着一年半的热闹 阔绰 出风头的生活 这种生活虽不适于在学问上做功夫 但是他却有补救的办法 他常常黎明极起 进化学实验室去实验 往往过了中午 还没有离开一步 夜间有时工作至深夜 甚至达旦不止 他社交活动的时间 就是这样抽出来的 18. 荣英博士及其后 在得到硕士以后 在化学实验室继续研究了一年零九个月 尚杰读完了博士的功课 论文题目为有机美化合物的构造 及格里纳事迹反应过程 1926年3月 尚杰荣寿博士学位的一天 礼堂点缀的富丽堂皇 花篮堆起来 正像一座锦绣的小山 汽车塞满了轿场 几几一堂的来宾 都笑脸盈盈对博学高材的 宋尚杰庆贺 会场里虽然喜气洋洋 可是为喜事忠心的宋尚节 却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忧郁所侵袭 心里好像有一种重压 使他连呼吸都感觉困难 他的朋友川流不息上前 向他握手道贺 他只得强作欢笑对他们回礼 毕业后 宋博士继续在本校担任助教 这时 他的步履逐渐扩充了 雄心越发扩大了 他想把全世界的学问包揽静静 于是在他自己的本分以外 进而研究以前 不曾十分注意的各科 如哲学 史地 社会 经济 和微生物学等等 同学们都笑他要做 万象包罗的拉杂博士 他在当时 却是默然接受 因为他当真想做 万能博士呢 那时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工艺化学系教授 想搜集关于化学的文字和言论 就请宋博士帮忙 这当然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因为他不但可得优厚的薪金 还可以白白得到许多知识 不久 这位教授又介绍他到俄亥俄州政府的立法机关 去搜集关于化学工厂的法律 在那里他获得许多法律知识 也增加了不少经验 经验丰富 建文一广 宋博士的气概也越发膨胀开展 那时他目空一切 自以为宇宙狭小 那里够他去活动和追求 过了半年 大学的化学教授 认为在他手下当种子选手宋尚杰博士 是一个可以深造的学者 就想设法为他筹德 经费去德国专攻化学 正在筹化的时候 宋博士忽然接到祖国一间有名的医科学院来电 促他回国任该学院的有机化学教授 这一来他就感到愁愁彷徨了 去德国 可以满足他名誉心和求之欲 到德国多得知识 多得几个博士头衔 回到中国岂非首屈一指 但是爱国心又促他回国 要他在祖国需要人才之际回去服务 这两者交战于心 使宋尚杰博士无所适从 后来却勉强找到一个 可以安慰良心的两全办法 为祖国而往德国深造 在德国研究一二年后再树装回国 这个结论 确然是勉强的 他忽然想起李白的家具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就想起祖国明媚的江山来了 但是回头看见 闭上挂着的世界大科学家的预兆 他心里又赶出到柏林去的口号 在美名为力而盘算不定的时候 忽然有一阵清晰的悠扬的声浪 淹入他的心里 你就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闻声之下 他就张目四顾 房中却既无一人 他才知道是上帝警告的声音 十九 在纽约晋协和神学院 听了上帝警告 次日早晨 有一位道貌岸然的牧师 去探望博士 开口的第一话便是 你并不像一个科学家 你倒像一位传道人 他就是佛罗牧师 这位不速之客说的 突如其来的话 史上截心里起了共鸣 因为他唤起了 他远近的回忆 近的是昨夜听见的 上帝的警告之声 远的是他五年前 所定的刘美初至 他不是在放阳时 决定赴美后 回国做传道人吗 他于是把往事追溯一番 那位道貌岸然的牧师 等他一口气讲完以后 就毫不迟疑为他策划 一条妥善的出路 他的意思显然就是要 宋博士去纽约独礼堂 他翘起大拇指来介绍 世界有名的邪和神学 还好像急不急待地 要上节答应 上节寻思了一会 哈哈地答应下来 而把刘德和回国的 两在计划完全抛在脑后 他那么干脆答应到邪和去 心里原来别有企图 第一 纽约是美国的最大都会 里面有福利的珍藏 他去发掘一些来 充塞他那田不满的欲望 那里附近不是有 持名世界的哥伦比亚大学吗 最使他心向枉知的 就是这一点 他希望再协和得一些宗教知识 其余的时间就到哥伦比亚 研究其他的学问 第二 协和给他以优厚的待遇 学费全免 供给寓所 每年还有500元美金的津贴 这样 为什么不去纽约一行呢 1926年9月 尚节离俄亥俄 到了繁华热闹的纽约 进了协和神学院以后 他知道 那里的课程要三年读完 学院当局同意他的请求 他于是开始研读 每日功课 比任何同学都要多读七八个小时 他进院以后 同学位们都觉得奇异 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问他为什么你已得了荣誉的科学博士 还来研究神学 这个问题如果有普通基督徒发出 倒没有什么稀奇 但是出诸神学生之口 就为免令上节大师所望了 在他心目中 总以为神学学后 都是灵命高超的 离俗现身之势啊 不必经过多少时间 他已经发现 这所神学院的内容了 他说 我盲目地来到一所图有神学招牌 而无属灵空气的学府 他认为在这里 只能使头长大些 灵命是不会长进的 生命之道在这里是找不到的 这个意见 他认为不是有意攻击 而是事实是如此 虽然协和神学院是属于新派的 可是其中仍然有少数信仰 纯正的学生 他们经常在戴明博士 抗力家里举行祈祷会 宋尚杰博士 这是参加人之一 戴明博士是纽约美 以美会所办的神学院的教授 也是守旧派的基督徒 因信仰相同 便和尚节节下深厚的友谊 愿理常请来宾演讲 新派旧派 一律欢迎 师生对讲员都抱一个看戏的态度 看得好拍拍手 看得不好摇摇头 上节那时 因为在社会福音里 浸润了三四年 有时也不免和他们同调 若不如此 他早要给他们打的一个落花流水 而跑出校门之外了 这全假定后来在他重生之后 不久果然成为事实 以后 在领分星步道时 他讲起 协和的宣道法和解经法 是这样的 用哲学解经不行了 便用科学来证明 知道科学不能证明的 便把精益当成论理的预言 最普通的办法是应用心理学 遇到任何科学都解释不了的时候 便提高嗓子喊几声不合理 不可信 把真理一概轻轻地抹杀了 我们不要误会 以为宋博士在蓄意攻击协和神学院 他说 他是拥护协和的 不过他的拥护法与众不同罢了 他祈祷天赋 伟大的灵把协和改组 他照样为中国几间 与协和有同等信仰 有破产状态的神学院 与圣经学院的祈祷 他极注重信仰 介绍在北平重生的得救信徒 去王明道的教会聚会 至于有志献身侍奉的人 则介绍去贾玉明的灵修神学院受造就 在协和过了半年 上截对协和的内幕渐渐深入 使他觉得在这里读神学没有意义 他在课堂所得的 不及在图书馆所得的一半 他想何必花这么多功夫 去做课程表的奴隶 他为了调剂这个单调乏味的生活 就在图书里埋头研究诸宗教 特别注重佛教 稍有心得 便笔录下来 在这种变态情形之下 他写了几卷书 他觉得最满意的 倒不是佛学书 而是他译出的道德经 一方面在书本里研究诸教 一方面他又注意诸教的组织 就常常跑到纽约城的各宗教团体里消遣 这种教际逐路 使他得到一个结论 各教都是殊途同归 但是这结论却不能使他心灵得到安慰 他觉得人间一切是虚幻 人生毕竟为痛苦所层层包围 就是举世公认的科学万能 他也加以否认 他说 我在科学界生活了多年 从来没有因科学 而得到一些心灵深处的愉快 科学有供给物质享乐的可能 但他绝不能烧减人生心上的任何负担 哲学 心理学 以及一切学问 都不能使人从罪里得 互释放 在心灵里受到骚扰 而徘徊其路 彷徨无主的时候 表现在外面的是手脚无措 坐卧不定 抑郁寡欢 为了避免被人认为精神失常起见 他就关起门来 在房子里打坐 念佛修心 也实行老子清静无为的生活 那时的上劫 在信仰上是神魂颠倒 莫中一世 他自觉像一夜偏周 在渺茫的苦海中挑拨 既无罗盘针 也没有心灵上的掌舵人 一天 同学二五人 邀他去赴一个奋兴会 他们当初以为奋兴家 必是学赴五车的博士 是 出乎意料之外 那位出现中 崇高的讲台上的 却是一位年纪十多岁的女孩子 她身穿白衣 白裙 白鞋 白袜 如果她是中国人 一定会使人怀疑 她是在居丧待笑呢 一会儿 她奉着金边皮面的圣经 打开来高声朗读 独臂便请全堂 会众静默片刻 静默时 上劫也低头沉思 觉得会场空气神圣严肃 亦平常不同 静默之后 上劫抬起头来 心头娱乐盈逸 恍如身在人间的天国 她的声音清脆红亮 讲法透彻清楚 把救恩的大道发探尽致 区区地宣布天国的奥秘 声声地敲着旧式的警钟 高高地举起基督的十字架 目中无人的上劫也受了感动 使她的像可露一般的心灵 也得到一些吸水的滋润 最使上劫不能忘怀的 是讲完以后 跑到台前去痛哭认罪的那些人 其中有微微的民众领袖 赫赫的政府元老 鼎鼎大名的教会牧师 都哭得像泪人一般 这使上劫受了极大的感性 可是协和同学们 却不约而同地捧腹大笑 上劫对她十分佩服 对她那种有灵感的讲道非常羡慕 就一连去听了午晚 每次都心满意足地回来 她心里说 我真觉得她才配做一个 神学院的院长或教授呢 最好我们的院长 起码要谦卑些 跟她学习一点真理 才有资格来任院长 换句话说 要是没有她那种完全属灵的心智才能 虽然做了道貌黯然的神学院长 可不是和纸糊人一般的无用而虚伪吗 奋心会完毕后 这位小姐的风营富足的灵命 庄严肃穆的仪表 印住在上截心板上 直到她在1933年写我的见证时 还丝毫没有模糊 她那父亲前恭敬的态度 富有信心与主相交的神情 不住在她记忆中浮现 特别是她的滔滔不竭的讲章 经常营绕在她的耳迹 而挥之不去 她写了一封长信给一朋友 把这个最近的感触周详地告诉她 大义说 如果传道人没有生命 基督根本否认她是她的见证人 传道人在唯一的师父 基督里考试 要她曾否受过圣灵的喜 而得了丰盛的生命 使徒时代的宣教师亚波罗 在没有受灵洗以前 就先去传道 结果是因她的传道而信主的 都不明白灵洗是什么一回事 信还没有写完 尚杰便良心自责 一真真的赐着她心的身处 她觉得惭愧 因为她进神学院目的在做圣工 但她却没有受灵洗 她于是戈壁沉思 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便开始啜泣起来 二十 重生的经历 尚杰心里的渴慕 受了上述的传道小姐的激发以后 便决意不顾一切追求灵洗 已欺得着生命 但是所苦的是得不着门禁 同时 她的同学们又在批评那份心会的少女 认为她偏重情感 一味迷信 尚杰听了这些话 心里便说 只要我有那种生命的讲道 有能力的祈祷 管她是迷信也罢 感情作用也罢 我都接受 我都愿意 寒假转瞬即到 上节就利用这假期的光阴 多读宗教伟人的传记 每读一本 她就赞叹一生 原来他们也有生命 也有灵力 她真惊奇这灵力的奇妙和伟大 她渴望她也能快快地得着 1926年除夕 尚杰正在跪着祷告的时候 忽听见上帝的声音 在灵里对她说 我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 声音是细而温和的 但尚杰听了犹如雷霆乍惊 不觉毛骨悚然 全体颤抖 她心里在细意这句话 的确不错 人的学问 人的才干 人的一切 岂不都是虚幻而空洞 人生如泡影 活着只有痛苦和悲惨 死了更是虚无缥缈 这样神志不宁 心思恍惚 中夜不能入睡 眼也不曾一闭 便看见鼠光小 凉风吹来了1927年的第一个清晨 光阴一天一天的过去 上劫心灵的负担 也一天一天的加重 弄到身心无刻的宁静 在无可奈何中发也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要我在这虚浮的俗世来度 这愁烦苦恼的生活 她预想这个问题 她的心灵 眷缩欲紧 欲紧就欲黑暗 黑暗到比叶的漆黑更甚 圣灵和恶魔 在她心里 征战得最猛烈的时候 也就是罪与一决胜负的一刹那 这就是1927年2月10日发生的事 这一场苦斗 最好用上劫自己的话为描述 那晚 我祈祷 我不但诚恳地迫切祷告 我真是拍灭了自我的破心之求 我躺着忏悔地泪捧着求救的心 一声声求主地写来遮蔽我 使我不再为自己活 不再有人间虚滑的奢望 不再有空中见楼阁的计划 我不过避开我赤裸裸的心 求上帝可怜我在魔鬼铁蹄下 挨痛的身 心 灵 上帝的灵近到上节生命里面运行 大概在十夜十点钟光景 一幕幕的罪剧在她面前演出 是她自己大小轻重的罪 一无一漏地在她眼前展开 甚至隐而未陷的罪也清楚地显出 罪使她难堪的 使她没法除去这许多罪 使她觉得自己是罪魁 礼合永伦地狱 解目刺心的罪陈列在面前 要闭目不看是办不到的 想法除去也是不可能的 在焦急之际 上节想到她乡底 还有一本酒被遗忘的新约圣经 她打开圣经 读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那里说到主耶稣她的罪而受难的经过 她仿佛跟着背负十字架的耶稣到各个她 一路荒凉寂静 她自己也和去钉十字架的罪人一般 低了头 弯了背 眼都不敢斜视别人 只蹒跚地跟着主的脚步走 这真是难受一刹那 所负的重量几乎把她压死 不知怎地 耶稣已高悬在木架上了 投策着 两手鲜血淋漓 惨象使她伤心 她谦卑地跑在十字架底下 俯伏在地上求主用宝血洗净她一切的不义 她直求到午夜 钟声敲了十二下 她高呼哈利路亚 因为她醉的重担都脱落了 于是她身轻弱非絮 跳着赞美主 这时忽悠转入另一个局面 小子 你的罪舍了 这当然是有赦罪权柄的神子说的 尚杰亲眼看见 麒麟在她在面前 脸上发光 头戴冠冕 手有定痕 对她说 你要改名约翰 罪以得赦 她看见她的星空洞而清洁 像间幽静雅致的房间 房门开处 圣父 圣子 圣灵 都登堂入室 在晚上一时 尚解决 全身痛得难当 摆结骨 心脏肺腑 没有一处 不是像受了重伤 一样做痛 她问耶稣说 煞时难来的病 使我如此痛楚 这时圣灵 新造她的心灵 使她明白 与主同定 同死的真理 在后来追溯上面所述的意向时 她说 那晚上是人生命中最值得纪念的灵命生日 我不能忘记 同时我受了主的使命 去向万民做末世的见证 主给我改名叫约翰 用意是这样的 当日施洗约翰是给主开路修道的先锋 这个时代 主不久即将再来 在将再来而未来之前 主也要选召先锋 主再来与出来不同 先锋不止一人 主召 我做先锋这之一 宣传天国尽了 主必快来的消息 二十一 重生后入锋人院 经过了难忘的重生之夜以后 快乐的灵芝配了上节 是他逢人便说主在他身上所做的其事 特别向他的师友们大胆宣誓一切 他虽明知要受他们的机窍 但他毫不顾忌 说也奇怪 这是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凭空送他一个地球 他揭在手中 毫不解其用意 正在狐疑之际 他心底接到圣灵的指示 神教他为传道的缘故 要走遍全球 我卸了送地球的人 回到自己的房子里 再细看这圆形的球体 渐渐地这球换坐长方形 似乎是一个长条的人身 背负着大十字架 头部有帕勒斯坦字样 胸部是中国 整个世界都在十字架上的人身上 显露无遗 远远地隐约看见一些 古古怪怪可怕的兽型人类 我言本来近视 所以我贴近些看个详细 才看清那些可怕的人物 原来都是我曾崇拜 我曾敬仰过的牧师 会督和神学的大教授们 重生之后 他看见宇宙万象 都值得我们去欣赏上帝的美 礼赞主的善 同时万物都在数说主的真理 在一草一木间 都可以看见上帝真体的奇妙 伟大 圣洁 光明 智慧 从此之后 当他无论在言语上 或思想上犯了罪 他都当作大罪一样重视 他一犯了罪 就去读圣经 经就会指责他的不是 他看见经中任何章节 都脱不了一个罪字 他诚心祷告求舍之后 随便打开经 便能读到安慰的话 赐福的句子 和赦罪的应许 当他炼士之念 油然而生时 圣经便给他以身赤世界的警句 圣经这时已不只是他生命的梁 而且是他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了 从此以后 除了密室灵修之外 还分配时间出去布道 2月12日 他参加万国学生交易会 在几分钟内向会众见证基督 如何改变了他灰暗的人生 此外 他常流泪劝人来救基督 以享受他所赐赦罪的平安 他更诚恳地指出一些传道人牧师的罪 请他们和他跪着祷告 求主赦免 他们疏忽圣功 或不忠实宣传真理的罪 这类的人虽然很少接受他的忠言 实行改过的更少之又少 但主随时加给他力量 使他不致灰心 在此以前 美国报纸常对上劫的活动 加以记载 称讲 送养 上劫都剪了下来 胡表得好好的 以为他日向亲友夸室的材料 重生以后 上劫听主的吩咐 把这些都烧了 此外还焚毁了一批 协和神学院的教科书 上劫本来哭唱歌 重生后 更唱歌不已 时而高唱 时而低吟 时而流泪赞美主 时而欢笑感谢神 因为有了如此上种种的行为 协和神学院的当局 便断定他患了精神病 2月17日 他出去买一支新笔 和一本新圣经 便欣欣然回笑 在路上碰到一个天使般可爱的小孩子 蹲在路中心 写rest为一个字 再走不到几步 又遇见另一个 同样可爱的小孩子 写同样的字 他还漫步在意 依旧走他的路 但当他第三次看见另一个儿童 也在写同样的字时 他便不由不对此字 此事加以思索了 思路还未打通 他已回到了学院 巍峨的院子 是他想到这里面住着的 师长同学 一般偷了上帝的钱 再作洒 但奴隶的人 想到这里 不胜感慨 两行青泪禁不住躺了下来 这时院长忽然下令亲上校门 用慈盒的话 劝上捷到离校很远的乡下去休息 话虽慈盒 却是一道命令 上劫自存 这是一个好机会 因为几天的休息 可以使他多读圣经 出来后精神饱满 精神活泼 多做主攻 于是就表示绝对服从 只要求回宿舍 去拿几件日用品 及衣服等物 不料不但这请求 得不到应允 反而催他快些跟一个人走 他机械地跟着他走 身边除了新买的自来水笔 及圣经外 什么也没有 在野地走了好一会儿 在晚间才走至一所 名叫百花谷医院的疯人院 这是一所有名的精神病院 设备完美 规模宏大 共分期大洞 宋博士进的是第四栋 进了疯人院 他才知道 院长早已为他筹备好一切 否则绝不会一进院 就有人引导 他入那一栋那一室的 他们叫他洗澡 换上病人所穿的白衫 吩咐他躺在床上静养 尚杰心里暗暗觉得好笑 他们真的把我当作疯人看待了 进封人院的第二天 医生把他详细检验 先是抽血 其次是盘问他的祖先绅士 想知道他的疯病 是否由遗传而来 上杰对医生说 我自己很可以查验 我自己是否有疯病 因为我很明白血统 和遗传关系的学历 我虽不是大名鼎鼎的医学博士 然而我也曾读你已读过的那些书本 不信吗 在俄亥俄大学问我的教授和同学们 医生想查一查他的思想会不会紊乱 就背一则短的故事 叫他听后写出 他写出后 医生不但看出记录之无物无疑 还惊现他记忆力之强不可及 同时上杰对他说 往日我曾一挥老子的《道德经》一后册 住有英国孤贫院史记 和耶利米书注释等书 你可以在那里检查我思想的全部 看其中有没有缺乏系统的破绽 医生听了他的话 漠然不语 只吩咐他卧床休养 那时尚杰自己也很感到身体的疲劳 在镜中看见自己面黄寿时 不禁感谢神给他这样的好机会 使他一文不花可以入院休息 他打算一星期后 有强健的身体和饱满的灵魂 出去做光明而活泼的见证 那里他才想起 昨天三个孩子写Rest的意思 他们是奉上帝旨意向他做住病院休息的预告 院中的待遇是非常优厚的 饮食是最上等的滋养品 可是宋博士并不贪恋这些物质的享受 他所感痛苦的 是他们并不把他当成一个有思想有理智的学者 却把他当成一个精神病人 甚且当成一个犯了大罪的犯人 在那里受监禁 一行一动都要得医生的许可 看护们紧紧监视着 终日以一副森严可怕的面孔望着他 医生为要检查他思想有无变态 就到他宿舍里把亲友寄给他的信 返乡捣窃地寻了出来 然后一封一封地读下去 宋博士心里对此加以批评 这不是笑话吗 果真要在书汉上查我思想的话 只需检查我寄出的信才合理一些 他们所把那些丝毫没有关系的来信一封封地看 在院中接到的信 当然也是先由医生拆阅的 而且由他们大夫 说些什么宋某精神病发作的厉害 不能执笔的话 这使宋博士深感身心 没有自由之苦 他出入院时 住的是第四栋 后来他体重增加 精神也恢复原状 就以往第六栋 一星期后 又搬进第二栋 据医生的判断 只要再住院四十天就够了 可是 十日逐渐过去 宋博士出院的希望 却一线也没有 他忍无可忍 就发起牢骚来 对医生破口大骂 结果反激怒了医生 把他送进第七栋 这第七栋所住的 都是打架骂人的疯人 一天到晚的吵闹 再加以种种杂踏的响声 使他没有片刻的安宁 他苦求移住第三栋 却未蒙许可 在上街附近 有一个疯人 是个财主 他发疯之态度 非常可怕 忽然间大哭不已 嚎叫着 爱 我从前和姑姑饭间吟 说时咬蛇流血 后来医生来了 用橡皮栽在他口里 一会儿 仍旧好好的 上街问他 为什么会这样 他答道 我在地狱里被焚烧 极其难受 我当不起那种痛苦 所以咬蛇呼号 六月二十日下午 宋博士见那位 看守他寸步不离的青年护士 不知怎地 由打盹而尽于熟睡 认为这是逃走的大好机会 跳下台来便把腿飞跑 一口气跑了两三里 不知道在一脉田里藏身 希望不给追踪人看见 可是 他终于给一头警犬找着了 又把他压戒回院 第七栋的五疯子 整天不停地在撸苏 吵闹 高叫 咒骂 狂歌 拍手 打掌 挥拳 乱抱 乱跳 乱碰 乱撞 使上街无片刻的安宁 还有一名警察 整天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晚上也睡在他旁边 院方还叫他支篮子 支了又拆 拆了又支 反来复去地静坐这些无意识的工作 他所受的精神痛苦 若不是亲历其境 是无法领略的 在一个下贤月照着幽灰的晚上 上街愁思迸发 思乡之外 更摇灰思亲的泪 又想到自己的过去 现在未来 顿时起了不良之心 以自杀来结束一生 在这绝望之际 他忽然听见主的话 小子 你是我用写熟回来的 怎么随意轻生 他回答道 主呀 卑微的我 生无见天日的一天 欲图报而无从 生不如死 所以要自杀 主的声音继续对他说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 你若能忍耐 过了这一百九十三天的苦难 你就知道怎样背十字架 跟我走 各个他顺服之路了 这时 眼前的黑暗忽然不见了 主的光荣四面照着他 一个星期以后 上街再恳求医生 给他移住第六栋 说明他之逃走 不是因为神经错乱 而是因为 自己天性好活动 正好自由的缘故 结果 院方答应了 随搬住第六栋 他的看护 慢慢地受了他感化 不但不如以前那样 严厉冷酷 而且答应带他传达书信 上街快乐地说不出话来 马上写一封信 给驻美中国公使 报告 他被美国人 无礼居在疯人院中 丧失了行动 与言论的自由 请他训及与美政府交涉 在八月三十日 一位杰最知己友人 美籍教士沃克博士 新从欧洲回美 抵美后 知道他已进了疯人院 立刻赶到纽约 到医院去看上街 上街一见他 禁不住哭诉他种种经过 和详细情形 沃尔克安慰他一番之后 就去见院长 对他表示愿意 由他签名保出 那时院长正接到 美国政府的电报 调查送案 焦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正在不知所措时 忽然有人来担保解围 当然落得答应 于是上街恢复的自由 从禁院的第一天算起 不多不少 恰恰上帝的时间 一百九十三天 上街后来回想 上帝在疯人院中 给他的课程 有如下二端 第一 主训练他 使他成为神顺服的仆人 把他的个性脾气 都陶冶了一番 在他真能投降顺服的一天 就是他在上帝面前 获得神学学位 毕业出医院的晚上 第二 主教导他明白圣经 他在院中 用主所指示的四十种方法 把全部圣经读了四十遍 这时他才知道 圣经真是上帝所默示的 是上灵感洞写出来的 每章每节 都是为他灵命益处而做的 最初上帝 用插图一样地显示 每一章的关键 其后 上帝用一个个含有深意的字 如爱 信 一等字 教他如何把全经贯串起来 这真是上帝所赐的珍贵教训 上节在我的见证里说 我把每种读法和灵感 都详细记录起来 不上几天 不子记完了好几本 凡是上这吩咐我说的 我常向人讲 但是很多是上帝 吩咐我要守口如瓶 我一一会莫如深地藏在我的心底 再掀我的记录 盖用英文 为了时常有人来偷看或检查 我就改用中文的记录 出院后 沃尔克博士挽留他在他的家乡 欣欣那体小筑 那时 协和神学院院长找人 把他的行李全部送还 从此之后 上节和协和神院的关系 便完全断了 其实 这间神学院早已把上节除名 他绝没有为这位后 为中国的魏斯里而感到光荣 他的一位教授说过 协和神学院跟宋上了一点关系都没有 上节在封人院里面所得的上帝的启示 是丰富而重要的 所有预言 后来都一一实现了 有些是在院时不知其意义的 到实现时才彻底了解 却是怪不好受 这些启示 他很少对人说急 因为说起来怕人认为是骄傲自大 也怕人把他看得太高 他以为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去 得了奥秘的启示 却在十四年后才对人提及 理由也是相同的 二十二 归航 上节在辛西娜提住了一个月 心情静如止水 在后轮回国 这时有一位牧师请上节到他家里吃饭 他请上节弹一弹钢琴 上节弹时 旁边一位又聋又瞎又哑的女子 用手按在琴上 上节弹完了 牧师就请这位三不全的女子弹琴 奇怪 他把刚才上节所弹的调子再弹出来 一点也不错 而且弹得很好 后来旁边有人提他手 不知怎样他竟知道他要他弹的是第几手 这是给上节一个很深的印象 且成为一个最大的教训 他深信这教训是上帝所赐的 上帝要我在这末世里也像这女子一样听不见 看不见 说不出 因为要做上帝仆人的 若不是眼睛完全看不见世界和财力 耳朵听不见人的鸡刺和辱骂 并且人骂我 讽刺我 我并不还口 就不配背十字架跟从主 唯有这双手 日日要做上帝要我做的功 去完成他的旨意 愿上帝叫我每天的生活 真能对世界看不见 只仰望他 对一切声音听不见 只听见他的声音 对逼迫不还口 只日日宣讲福音 但愿我的一切举动 都能显出主的慈爱 但愿我能和保罗一样 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秋风萨萨的十月四日 尚截别了患难之交到西雅图 成伦回国 于十一日起定 在美国住了七年半 现在带着归去的 身边有金钥匙 金奖章 和博士硕士学位的文凭 脑子里记着逆死者的意象 五饼二鱼十宝五千人的奇梦 重生的经历 还有一外最近的梦 他也记得清清楚楚 他自己躺在棺材里 穿戴着博士衣帽 说道 就世界而论 就自己而论 我已死了 主的启示和呼召是这么清楚 另一方面 世界的诱惑也是非常强烈 而且拿出非常属灵的理由 他现在已得了博士学位 在化学上植根寄身且厚 将来还可以进上部 博取国际声誉 这岂不是一个强有力的 福音广播台吗 如果走这条路 不但在学术可以有大贡献 在经济上 也可以有很大的收入 对于做了一辈子穷传道的父亲 也可以稍余其晚年 自己更可烧尽子职 略报双清取劳养教之恩 岂不是一举而属善俱备吗 这种心灵上微妙的冲突 在他整个的归国航程中 继续不思 而且越来越发剧烈 他已把他的材质 摆在祭坛上了 主岂不会为他自己的荣耀 使用这些材质 而不对他再有所苛求吗 这种想法 足之为另一种想法所克服了 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于是他和保罗一样 决心把世界和由世界而来的 荣名厚利 抛制得干干净净 一天 当归船驶进中国的时候 他把箱子里装着的金钥匙 和荣誉奖章等等 一概拿出来抛在海里 这件传遍瑕尔的事 在他的自传里却没有记载 只在上海开退休会时一度提及 他只把博士文凭留了下来 为的是一词取悦他年老的双亲 后来在1938年 他在福州讲道时说 这张博士文凭是递给他母亲的 科尔牧师也说 曾在他家里看见这张文凭 装了镜框在壁肩挂着 当科尔注视这镜框的时候 尚杰对他说 像这样的东西 对我一点用处也没有 23.樊底兴画 尚杰一到上海 便脱下西装 改穿棉布长衫 随即成轮返家 1927年11月8日 他到了兴画 重建一别七年的故乡 重握骨肉之亲的手 当然别有一番情绪 最使他不忍见的 是双亲为了挂念 远别久别的儿子 而憔悴受靴 额上也平添了许多皱纹 家里的父母兄弟 当然极表欢迎 宋学连老牧师对上杰说 你现回来了甚好 我们应该开一个祈祷会 来赞美主 他十分高兴 煮了新化坟 给尚杰做点心 对尚杰说 我老了 我希望你做一个教员 尚杰回答说 我已经死了 现在回来的不再是我 宋牧师恶然道 不是你 是谁回来呢 难道是鬼吗 尚杰答道 主要我做一个传道人 宋牧师说 你要做传道人 何必往美国去呢 这时几位弟弟上河 上庭 上政 上职 都说 人说 你疯了 果然不错 你是活活的一个人 如何说 死了那样不祥的话呢 又要做个传道人 何以这样自苦呢 他们都不高兴 走开了 只有宋师母 前来安慰尚杰说 父亲弟兄们 渴望你回来 阳明贤祖 光耀门驴 你如何这样说话呢 尚杰回答说 主要我做传道功夫 母亲看见尚杰兼职不宜 也失望走了 那一夜尚杰 心里焦虑不安 主对他说 你爱父母 若过于爱我 不配做我的门徒 你果然爱我 就应当把你所有的东西 交给父母兄弟们 尚杰就将在美国 自己做工所剩下的 一千七八百元钱 扫数拿给父亲 说 这一些钱 是宋尚杰为死之前 所剩下的 可以分给弟兄们 还有一张博士文凭 也递给母亲 这样一来 他一无所有了 所剩下的只是上帝 用宝血买来的一个身体 这是必须拿来做 荣耀上帝名之用的 如上的家庭对话 是有其背景的 原来尚杰被囚禁在 封人院时 协和神学院的当局 曾含告家长 说他精神错乱 只好送入医院治疗 远隔重养的父母 当然信以为真 尚杰抵家后 父母最初一参半 其后仔细观察的一星期 才从他的言行上 证明他不但没有精神病 而且已从上面 接受了新生命和新能力 一个月后 宋学连牧师 还鼓励他去做见证 去述说主在他身上 做了何等的大事 尚杰的星化母校 听说他得的博士学位回来 也为莫大的光荣 便举行大会欢迎 使一般师生 听众大感惊讶的 使这位博士校友 不讲科学 不讲爱国 不讲新大陆的风土人情 而只讲五丙二余 最大的化学 不久以后 他受聘为星化纪念中学的教员 他虽然明确知道 上帝呼召他专做传道工作 这时却没有立刻走可走的路 而目前家境的窘迫 弟弟们升大学的费用 都是他非受聘不可 他于是在男女中学 分别任教 所担任的课程 是化学和圣经 每科四小时 及男女中学每周各八小时 每礼拜三天教书 四天做圣工 大约就在这时候 东三省军阀张作霖 许以高薪 聘他到沈阳兵工厂任药职 主持炸药的制造 但是尚杰拒绝了 尚杰幼年时 曾由父母之命 与异于姓的女子定了婚 依中国人习惯上的婚龄 他们早就该结婚了 只因尚杰学业未成 又远在异国 所以耽搁下来 现在学成返家 这门亲事 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1928年的年头 宋尚杰博士和余锦华女士 在星化美 以美会礼拜堂 举行结婚典礼 在他的自传中 这是并未续集 而他们婚后的生活 我们所知也很少 婚后三天 尚杰在张文新牧师家里谈天 他们是每以美会 在星化的传教士 也是从前尚杰中学时代的教员 同时在他们家里 还另一位青年 张师母问他 你也结了婚吗 那青年说 没有 尚杰说 我真希望 我也没有 在婚后的十五六年中 尚杰在家的时候 真是少之又少 据他自己说 一年十二月中 平均在十一个月在外 只有一个月在家 他的自传里 也几乎没有提及 他的家庭生活 尚杰脾气不好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与女士也不免年轻时性 夫妇之间偶有争吵 无宁是当然的 他们婚后几年 住家迁到上海 据说 1938年 有一人到尚杰家里 曾听见 宋师母对尚杰说 你在家里总是爱发脾气 你还是出去好 从1928年开始 尚杰除了教书之外 完全致力于教授圣经 和露天讲道 这位曾经一度在当地 想圣名的小牧师 现在仍然大的听众欢心 那时在上海的 伯特利环游步道团 也到离心化 只有八十里的 先游竹岭奋兴大会 上帝很赐服他们的工作 尚杰恰好也在先游讲道 双方在妻而会 较有灵火 大为赤裂 尚杰在这里第一次 和伯特利环游步道团接触 和团长纪志文牧师 同住一室 又曾统领传道人退休会 为期一星期 有一次纪牧师 在讲道后呼召听者 上前祈祷 有一百多传道人应召前来 尚杰也是其中之一 其谦卑于此可见 尚杰趁这时候 指责教会中人 向人一向行鞠躬礼的罪 他的身世 原来只限于基督教徒 因为他们 已有圣经的亮光 已知道拜偶像之为罪 而仍然明知故犯 这话给党部知道 就认为他是反动分子 下令派兵击捕 可是尚杰在前一晚 得了主的指示 已早离开先游反星化了 那时 星化党部迫使学校当局 把尚杰隔职 学校当局本来已因他 颇得学生的欢心 而极贤技能 现在得了党部的授意 当然乐于从命 他们于是运动学生 放出一种离间空气 使学生起来反对他 有一天 学生鼓着一腔怒气 跑到尚杰房间 声势汹汹 质问他为什么到外面 破坏他们男学生的名誉 这大概因为尚杰说过 男学生对化学感兴趣 不如女学生之同时 对圣经感兴趣吧 他们正要动手打他的时候 忽然雷声大作 暴雨昼致 大雨点打入玻璃窗 学生都一混而散 忙去关窗子了 主虽然用大雷雨 来泄上士的重围 但尚杰也看出 主以人事和环境 来催破他走上顺服的大道 于是辞去学校教习 专任传道工作 那时正好有许多青年姊妹 在奋心会后大发热心 上劫再找几个弟兄帮忙 便组织了一个小步道团 到平海乡工作 到平海的第一天 他们先上山祈祷 回来已经挤挤一堂坐满了人 讲道必有许多人痛哭流涕 悔罪祈祷 那时当地的刘牧师夫人 忽然心病发作 煞时晕倒 像是死了一般 做丈夫就像主发牢骚 为什么使我跑这样的苦路 上街安慰他 他绝不至于死 他就跑到他床边带倒 同时安慰那位 正要为他磕里厚事的牧师 四尘 他们仍凭信心照常出外不道 上街记着说 大自然的空地是我们的礼堂 高耸的石块是我们的天然讲台 听众不少 结果很好 归途中 他对他的男女同工 很有把握地说 刘牧师的夫人定已定脱险了 回来果见刘夫人平平安安地睡在床上 于是平海成为他们第一个得胜地 他们又到大汉山 景措 东地等地工作 然后回到新化 上街回到新化以后 即在天马山山巅办一个查经班 每天上山查经的有五十多位青年 他们受过八天的圣经训练以后 便在新化仙游之间大小一百多处的教会工作 每以每会福州的总会 在这时已封闻了上街的工作 直到上帝与他同工 他的传道主任葛惠良 特意去观察他的工作情形 葛惠良走了水路两天的路程 在一个大城里看见上街和他的五十位 青年同工的步道生活状况 对极深刻的印象 他们吃的是最粗糙的食物 同工之间和毫无间 这五十位青年对上街的领导都心悦诚服 正如提摩太和希腊对使徒保罗一样 葛惠良牧师回到福州以后 记载他所得的印象如下 在他的聚会上 讲道和唱歌是配合起来的 他们所唱的都是短歌 是上街自己编制 拿来做强调讲道主题之用的 其内容是上帝的存在 上帝的爱 基督是救主 罪恶 悔改 信心基督徒生活等等 上街讲道姿势 即向山对 在讲台走来走去 或者越过圣参栏 站在中间的通路 就在路中望左望右的讲 他有时止住听众中的一人 忽然又反向讲台 站在圣参栏上面 把讲章做个结束 结束后 听众中上前祈祷 表示接受基督的为数很多 24 留在本乡工作 1928年下 上街正渴慕一个退休会的机会 因为他相信 传道人不可缺少退休的功夫 主果然为他开路 引导他到江西九江的古岭 参加下令会 他与会的目的既在领寿 所以除了做过一次 见证述说自己蒙照的经过外 绝不说一字半句 下令会避回心话 他看见圣灵不断地在工作 他的小弟弟也大发热心 组织了一个基督童子军 率领他们到乡间演剧场上 与魔鬼摆出对抗的阵势 上帝帮助他们 是很多人情愿不看在眼的戏 而去听小孩们用国乐司主 所奏唱的赞美诗 和牙牙学语般的见证 他们所唱的诗 是上街在山上查经班中 临时口战的短歌 因为用的是中国调子 诗句是简明的经文 所以不久这些歌都在乡间 普遍流行 牛背上的木桶 桑墨上的村姑都能高唱赞美诗以感谢主了 是年秋末 他和一位西教士及另一弟兄 组织一个三人团 做环游步道的工作 他们随走随传 每处虽只停留二三天 但因主与他们同行 处处受人欢迎 且都看见奋兴的家境 可惜这些地方的教会 因为缺乏人才 以致奋兴的现象不能维持很久 因此 在这个环游步道中 尚街得了一个如下的结论 希望国内个神学院 个圣经学校 不要只制造许多 倚靠文凭道教会混饭吃的毕业生 而要把他们造就成一个个属灵的人 他认为最好不要依学业成绩颁给文凭 因为如此则与普通学校有何分别 而要把文凭或学位 颁给真有基督生命的学生 他深信中国教会之不景气 不是缺少神学生出来传道 而是缺少有生命的属灵人 出来做圣工 传道人必须充满圣灵 传道不在乎人间的学问 致时才干 只在乎有否新生命 有生命的传道者 其成绩真有草木和街 与金银宝石之别 这话使他经过了平山 华亭 江口 于湖西 阴景 敬礼 丙殿 黄石 宁海桥 夏坑 郑庄等 楚石地试验得来的真言 只有这样才可使各地教会 在被奋心使者挑起了圣灵之火以后 仍能继续不断地炽烈地燃烧 1929年1月 上杰英敏南各教会请求 搭船到漳州领会 每天聚会 每天聚会的人数总在七八百以上 以后到厦门 全州 看见主行了许多奇事 把悔改得救的人天天增加 使他天天有说不尽的快乐从上而来 他这时以为离开耶路撒冷 发展到撒玛利亚境内 而后周游全国乃至全球的机会 就近在眼前了 但是主仍要他回兴化去 等候他的旨意 回到兴化 他创办了一所小小的神学校 学生只有青年五人 一方面游行步道 一方面研究圣经 这学校首先到南日岛工作 那里他们遇见三位教员 都是热心爱主的姊妹 他们在高中毕业以后 为主的爱所激励 离开了他们的家乡 牺牲了世界给他们的地位 和一切虚浮的荣华 到时香气的南日岛来 过简单而刻苦的生活 他们工作的精神 和工作所结的善果 是上节得到如下的四点教训 一是信心 二是牺牲自己为耶稣 三是有爱心为救人灵魂 四是有忍受一切苦难的心 他们在南日岛播了家中 成熟了 主便借着游行神学校来收获 许多人把偶像毁坏 抛制或匹做柴烧 第二处到同凤纪 那是上出生的地方 他们到时 农夫农妇都忙着在田中插秧 上节便和他的学生 赤脚下到水田里 和他们个别谈话 这样 使他们一到晚上 便欢欢喜喜地到礼拜堂听到 第三处到龙华 开始几天 道会听到得寥寥无几 但是圣灵一动功 把神迹奇事赐下来做号召 又有人在梦中听见天使的指责 大众便争先恐后的道会 致会场拥挤 厚道得几乎无插足的余地 第四处是侠庭 那里工作特别困难 祷告之后 才找出病根 原来那里的教会 有丰富的基金 除教会一切开之外 还有许多钱 好像做肉一样 分给教友 这样 老教友都没感到 有依赖上帝的必要 新教友都为了分做肉而来 而且常常因为分得不云而起纷争 经过游行神学校工作以后 这些顽梗的心给圣灵的宝剑刺透了 才知道发出悔罪的呼声来 辖庭以后 他们在封庭步到十天 然后来到黄石 食职入属 瘟疫游行 道会的人因而少之又少 他们于是在路上拉人听道 路上行人虽少 最多的是那些抬棺材回来的人 听道以后 感悟人生是短短的一刹那 于是基督的旧法 永生之道 使他们都乐意接受 上述各地的教会 十之八九都不注重心灵的奋兴 而只舍本竹墨 去做什么十字运动 平民教育这一类的表面工作 还要经常有成绩报告书寄到总会 他们对游行神学校的工作 不但不帮 反加以消极地阻挠 这当然可使上节灰心丧志的 但主仍然鼓励他们前进 于是他们到脖头 关后 未措 西园等地步道 他们经过漠步 那是一片渺茫的沙地 地广人稀 随处可建兵或匪乱的痕迹 也正因为人民经过战乱 创痛犹新 所以比别处的人更容易接受基督 顺昌也是如此 那里的教堂被军队站住了半年 上等到时 军队开行还没有几天呢 从顺昌经养口到严平 在严平开会时 男女学生和神学生都踊跃前来听到 上帝大的荧光赞美之声 有许多真心悔罪的青年口中流出 可是 同时撒旦也大做其功 风声传到当地党部 他们便派人假装听到 进教堂 想乘机捣乱 上节虽明知其用意凶险 却为主是一 仍是一日两次登台 高声宣告基督救人的福音 有一女子是在教会学校读书的 悔改后便告假回家 用很多钱 把全家用教台来听到 可是家多数不会听到 听时总爱睡觉得多 母亲眼睛不好 耳朵又不能听声音 不久她爸爸听到觉得有味了 最后父母均得救了 后来她对人说 宋博士是为我全家而来的 本来尚决定在那里领会十天 但乎得了重病 医生力劝她缩短会期 回家去休息 她就在早晨午时 东方未明之前 乘小轮船离开了盐平 正在那天上午 党部派人声势汹汹到她宿舍 缉拿她时 她已踏入黄鹤 他们所能做到的 只是到处贴打倒宋尚杰的标语而已 在颜平受的打击以后 尚杰得了一个大教训 不可走在上帝前面 他这才知道 如果强出头去干一些事 必会受到主的鞭吃 他被驱策回来 不敢不低着头 顺服地在故乡工作 在颜平时 尚杰曾上祷告山参观 据说 颜平有位许牧师 每天上山为他的会众流泪祷告 三十余年没有间断 教会因此大大兴旺 那山本有一块薛丽的大石 不便跪倒 后来有一日地震 大石倒了下来 变成平坦 恰好做祷告平台 许牧师去世后 有些人某天上山 看见许多天使 站在石上吟诗跳舞 想起许牧师当日 常在这山上祷告 就把这山改名为祷告山 叫那块石为祷告石 尚杰到了这山 见了这时 就对兄弟姊妹说 梁牧为养舍命 但愿每个仆人都充满主的爱 去牧养群养 二十五 神的约束 一九三零年 尚杰赶到乡村的传道人 一定要在圣经的基本要道上 受过相当的训练 他于是把一百多个教会 分作十几个训练区 他自己便轮流到每一区 开扎经班 此外 他更竭力提倡家庭礼拜 结果那年举行家庭礼拜的 有千余家 训练班由各地教会的领袖参加 每区总有四五十人 但因为每一每会的传道人 或牧师是常常调动或迁移的 所以尚杰也组织青年教友训练班 以训练他们怎样帮助当地教会的传道人和牧师 同时也从他们身上得到许多好见证 这两种训练班都很蒙上帝赐福 结果很美满 就有其他教会来信 请他去协助组织训练班 尚杰于是在闽南、福清、咏春、德化、海山等地往来奔走 专做这种工作 尚杰深感训练教友比训练传道人还要容易 这因为那些头脑不清 道理不明 没有生命的传道人 要他们悔改 真是比什么事都难于半岛 尚杰认为 没有生命的传道人 不但不能救人 反做了许多人的绊脚石 但他同时也很体谅他们 知道他们都在受着经济的压迫 他们的待遇很低 每月薪水甚且不能固定 养饰抚恤 当然不够 于是不能不另谋兼职 传道人既各有俗物负业 便不能专心传道祈祷 当然不能多接善果 传道人怀收入既少 而且全靠信徒甚至牧道友的捐款供给 于是便弊端百出 第一 教友是牧师和传道人如债主 发生一种不可言状的厌恶 第二 牧师和传道人是教友如施主 一位谄媚奉承 教友便自高自大 牧中无人 即使犯罪作恶 传道人也只好充耳不闻 不敢加以斥责 还有一层 教会的财政权操在西教士手中 西教士实际上成为雇主 若不听他们的命令 就会请你另谋高就 这些西教士又多半是心神学信徒 他们所下的命令 不管是非 都得奉若圣旨去做 这时 上杰自己也遇着一个大试探 1930年寿南节的一天 计算起来 他回国已两年半了 他看自己 看别人 已忘却他所仰望的指示主耶稣 他觉得他已得到了博士头衔 大学教授的地位是应该有的 至少每月应有 净款五六百元 但事实上 他做的是极艰难的工作 肩背着行李 整天过山越岭 赤着脚 光着头 汉流加倍在羊肠曲径上围到奔跑 他所得到的报酬是些什么呢 是人们的奚落 这时他已有两个孩子了 但他劳习劳力所得 绝不够养家活口 他以为上帝在苛待他呢 在灰心怀疑时 上帝的话临到他 是责问 同时又是安慰的话 你不能顺服到底吗 不能完全奉献于我吗 你的事我都知道 而且你所有的失败 也就是为内疆成知识做先驱 要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人的人得益处 他听见了主的话 漠然不语 只在沉思冥想 不久他接到南昌和南京来信 请他去领会 他以为时机成熟了 他可以出远门去不到了 但是向上帝请示的结果 却是相反 上帝说 孩子呀 你等一等才跑 我的时候还没有道理 可是上了对上帝 这样的控制 再也顺服不下了 他要坐一匹强马 凭血气往前冲 正在打碟行李 准备去江西时 忽然浑身 自顶至肿生了毒疮 但他仍不肯受主约束 以为在睡上有一二星期 包管会渐渐好起来 他一点也不醒悟 只计划他的行程 可是正在他要启程的早上 他忽然受急性霍乱的袭击 呕吐在止 腹痛如脚 当命在请客之际 他立即向上帝承认 他不顺服之罪 父神呀 愿他只成全吧 祷告的伟音一说出 病和痛殿 立刻离开了他 病遇后 他被请到海滩 去竹岭青年学生奋心会 许多人得了众生之恩 以后到那海岛上 主领导区宗教领袖退休会 结果 有许多女传道女教员 大发热心 乐意四处工作 二十六 离家北上 上节已向基督完全降服 愿意一辈子在家乡工作了 可是主的旨意 却不是要他在家工作 而只是要他降服 他没有回家以前 新化一带 本来是土匪猖獗的地区 打家劫舍 杀人放火 是家常便饭 但在他回家后的三年中 地方宁静 人民都安居乐业 大有利于他之出外传道 可是不知怎地 忽然大群匪类又活跃起来 到处可文杰夺杰杀事情 这时 每一每会的西教士早已闻风逃顿 上节的环游步道工作 也是在不能不停止了 在以往的三年乡村工作中 始终有同道与上节分工合作 彼此情投亦恰 亲爱有如骨肉 但这是他们忽然不约而同的四散了 而且 故乡的人物 也对上节怀疑猜忌起来 对他议论纷纷 使他又不能在故乡立足之事 主一方面关了故乡传道之门 一方面也为他开了外乡 又广又大的门 每一每会的会都 见各乡都在匪乱中不能做不到工作 便趁上节闲暇的机会 派他到北方去考察十字运动 上节对这一运动虽然不感兴趣 虽然他一向深信 主照他的目的不在 做外层工作 而在使教会复兴 但是 主这时要他到北方去 他却不能不顺服 上节虽以大病出拳 家人却一个一个地病倒下来 病重的是宋师母 病逝的是儿子天成 天成又名出埃及 生下来不到三个月便奉照归天 宋师母上节正在为此事伤心的时候 主用摩西出生三月 就被投在水中出死入生的故事 来安慰他们 天成埋葬以后 主吩咐他说 小子 起来 日丝满了 时候到了 离开本乡 亡我所要引领你的地方去吧 听了这话 上节不顾一切 不敢回头看那病中 身吟着的妻 在流泪伤心 只得顺从主 背起十字架 走上各个他的路 在葬儿三天后 上节和家人话了别 带着一间轻便的行李 便沉沦到上海去了 离兴化以后 他回顾在故乡三年的工作 写了如下的话 回国以后 三年中做无定的奔跑 掩打空气的斗拳 什么宗教教育 十字运动 家庭归主 青年团契 农村改革 社会服务 聚精会神去研究组织方法 到处倡导 以求实施实验 开花而不结实 反把那基本的生命 问题和得救要道忽略了 无怪乎一切努力 终归徒劳 虽曾引入加入堂会 却未尝引一人进入神国 二十七 出到华北 上节在上海并没有停留 敬赴湖州 那时 湖州在举行一个 华东基督化家庭运动 是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的 几个干事主持的 都是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 各省派来的代表 有百名以上 尚节是其中之一 在会中 他是默默无闻的一个会员 穿的是粗布长袍 有时也穿破旧的西装 远不如别人之身披重求 很多人瞧不起他 以为他是不知那来的土头儿 在最初几天 他因为言语不通 在开会时总是默然不语 只按时分班到会 只听听别人提这件 义那件 直到有一天 主的灵催破他 他才开口祈祷 他的祷告充满着能力 祷告会必 一位笑容可居的外国太太 跑到他面前和他谈话 他就是美国长老会 广学会的梅利德夫人 他没有料到 这一个土头脑的人 居然说的一口流利的英语 觉得奇怪 而特别注视他 梅夫人于是介绍他和全国代表见面 上节以后的工作 给他帮助不少 梅夫人在谈话中知道 他是个盟主宠 照做福音使者的留学生 便请他加他的一班 在班中请他做见证 请他报告 在新化三年 做基督化家庭教育的方法 与效果 以后别班也请他 去做这一类的报告 最后一次 大会的讲员因事缺席 梅夫人便向大会主席 介绍宋博士 请他对大会演讲 这样一来 传道的门便在胡州 魏尚节打开了 教会 学校 医院等 都接二连三地请他讲道 胡州于是便成为 他本省以外做见证的处女帝 散会后 他由胡州到杭州 在一所小礼拜堂 讲道一次 急匆匆回上海 受梅利德抗力的招待 在他们家中小住 他们并介绍 他到广学会讲 乡村步道的经验 家庭礼拜的方针 和十字运动的实施 但尚节本来是受美医美 会插派北上考察十字运动的 所以不能在上海久留 只得辞别了 梅利德夫妇而传往南京 到了南京 他到金陵 神学院参观 这是他曾一度入而未入的神学院 在那里 他遇到他在新化的高中校长张文心 他现在在这里做神学教授 同时在金陵大学兼任教职 他和他的太太招待上节在神学院住了两天 考察他们的教材和方法 第三天 他便到下关 渡长江 到浦口 乘金浦车北上 那时正是1930年12月下旬 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边人击鼓 生长在南方 而郁寒衣服又戴得不够的上节 实在觉得难受 到了天津附近的昌黎 他住在杜牧师家里 享受殷勤的招待 杜氏美以美惠的牧师 又是俄亥俄魏斯里大学的校友 对上节在美一切的荣誉早有所闻 正是清暮已久 所以用不着什么介绍 彼此间已一见如故了 杜牧师劝他不必去考察十字运动 他说那是运身而不动心的运动 不是目前教会所需要的 目前教会外美中枯 所需的是教会领袖和信徒 一个个地叫起来 警醒等候再来的主 所谓农村改良 十字运动 其实毫不足道 他又携上节到山海关实际视察一番 上节见其地的教友 少而无知 就把这些运动一眼看穿 说道 我观其果而知其数矣 杜牧师介绍他去北平建教室 十二月萨一日的晚上 上节午见了白教士 见他天忙于做训练 二十多个传道士的工作 白教士就请他 讲在福建三年的经验 几天以后 白教士介绍上节到保定去 时值严东 朔丰凛冽 冰雪在图 到了保定 时已夜深 上节站立着去叩某西教士之门 这位西教士初步之上节是他的校友 见他衣衫褛褛 就叫他与唐丁同宿 这位同床朋友 脚臭得很 又天寒背薄 上节中夜不能入睡 一晨 这位西牧师问他是谁 他答道 我是宋上节 他愕然地问 哦 是宋博士吗 上节答道 是的 于是这位西牧师才敢以上宾之礼款待他 他邀上节向五六百学生演讲 不料到会者仅五六百人 在保定时 上节听说当庚子权乱时 保定教友围到殉难者不少 就往他们的坟墓省夜 从保定往定县 途中 北风在冰天雪地中怒号 上节衣裳单薄 几乎把我冻死在车厢里 到定县时 又是在午夜 倍增履行之苦 到了定县 他误见了 以平民教育赴国际盛名的 艳阳初博士的印象 真是名不虚传 他的教育方法确实新颖 别具心才 最可敬的是精神饱满 所以成绩斐然 我真佩服到极点了 可是 夜里上节在梦中得主的指示 说 美丽芬芳的花朵 不过是赞食荣耀 不能结成果实 昙花一现 煞眼成空 但你要谨慎自首 从无花果树上去 学光滑灿烂的榜压 一梦醒来 尚节恍然大悟 次日即辞别招待 他的燕博士 而回北平 他本来打算 在定县住一二个月 但因为得了主的命令 就止住二天 就匆匆告别了 二十八 从上海到南昌 回到北平 一位长老会的教士 请尚节在北平 帮忙他至少半年 做训练传道人的工作 但上帝阻挡尚节 说 你不可允许下来 这不是你所做的 我要你奉我的名 去做比这更大的工作 起来 去奋兴全国 不冷不热的教会 免得耶稣再来时 被撇下 快传报主币 快来的消息 预备新妇 迎接新郎 他晚谢 长老会教士的 邀请以后 集结梅利德夫人 自护来信 促他南下 竹岭上海南门 清新男女中学的 奋会 接信以后 尚节问明了上帝的旨意 就搭车回上海 到户时 是日本宗教家 贺川丰燕博士 在户江大学演讲 教会领袖 前往听讲者 不下五六十人 尚节一道会聆听 他们对尚节的学识 与牺牲精神 也深表佩服 称他为中国的贺川燕 请他领祈祷会 尚节在会中讲的是 耶稣宝血有能力 实价的功效 和重生被圣灵充满的必要 讲了以后 尚节自他所讲的是 不难为那些摩登派接受的 而他自己再也不肯 像在美国时 一样讲似是而非的 社会福音了 便自情隐退 不再领会 尚节虽然不满 贺川封宴的社会福音 但是对他自己所讲的 圣灵充满 也一样不满 他后来写道 岂为听者渺渺 即言者又何常知其所谓 那时我虽已误及 社会福音是空洞的 似是而非的 然自己对于基本要道 救人之法 仍然不得要领 在清心堂的领会中 上节对清心男女中学的青年 讲解圣经 并谈自己蒙恩的经过 受感的人很多 后来清心堂的汤仁熙 牧师介绍他到宣道会的守真堂 洪德堂讲道 他所讲的 仍为他自己所不满意 刮刮耳朵 而打不动人心 富有何用 这时 有一位西国朋友 很诚恳地警告他说 上海西门邪桥伯特利教会 是赋予感情性的 你万不可加入他们的教会 上节回答说 加入不加入是另一件事 我有机会去参观一次 是无妨的 一天 他果然跑到伯特利去访问 他们的领袖请他讲一次道 他讲的是五饼二鱼 听者有七八百人 都觉得还合胃口 遂请他逐领查经班 他在班中马可福音 参加的人日渐增加 但上节自称 我依然注重奥秘 毫无能力 就不了人 扪心自问 宁不愧做 因此他谢绝伯特利步道团 圣意的邀请 不敢加入 只答应在他们明年 下令会中担任主讲 上节虽没有加入伯特利 但为他们祈祷 求主于他们北上 做环游步道时 与他们同工 上节觉得他这回北上 是受差会派遣 去考察十字运动 他得回去消叉 因此他一心打算 回兴化去 上节在等回兴化的时候 回顾以往的工作 自己下了如下的考语 糊里糊涂 忙无定向 为浮沉于新派潮流中 一位宣讲什么 奥秘 结果是找不到出路 主云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可探多少同工同事运动 运了一法又一法 动了一期又一期 运来运去 动不了 人心救不了灵魂 殊不知主来 是要拯救罪人 救灵才是无人当务之急呀 改造生命 岂不叫改良生活 更为积而彻底 正失败而失望之际 主突然为他开路 领他到南昌去 只是他以救人之法 使他凌晨得到一个绝大的转机 南昌没以美会的书帮夺牧师 寄给上节一封迫切的信 请他一定要到南昌去领会 措辞地诚恳 描写会众盼望之深切 使上节不能不受感动 但伯特利的领袖 为了途中盗贼土匪猖獗 凭爱心劝他不要去南昌 同时 上节自己也心在故相非 渴望回礼一行 再出来做工 所以也无意前往领会 仍在盼望传道之日 可以难回有期 忽然 上帝的话答到他的耳中 说 去 南昌工作的时间到了 你去吧 为我打美好的胜仗 听了这话 尽管他如何私家心切 尽管途中匪事如何斥裂 也管不得许多了 次日即动身下船速长江而上 驶向南昌去 1931年2月中旬 尚节到了南昌 第二天上午 他对学生做见证 把主在他身上所施的大恩说出来 使他们对真理发生了兴趣 下午 在礼拜堂有奋心会 可是会众上不知奋心会为何物 耐心等了许久 才有八九十人山山而来 以后逐渐增加 但也不过百余人 晚间在咸马池礼拜堂查经 查的是马可福音 第一晚到了八九十人 后来加到二三百人 虽道路因天欲泥泞 他们也打着散道会 这样做了一个礼拜的工作 尚节自问 效果在那儿 第二周驾保龄女校转向学界宣传 出意无甚动静 尚节痛苦中向主发出呼喊 主啊 你叫我来只是呱呱耳朵吗 为何我不能领人得救呢 南昌的教会领袖有意请尚节流干一月 他们召集三教区男女传道士开传道会 但急着要回敏消叉 所以只好对他们说 我假期已到 理当回兴话 若你们急需我在此帮忙 我也乐意 不过请你们去店兴话给我斩驾一月吧 他们喜出望外 立即去殿带上节请假 因传道会会七位界 上节先到九江讲道 九江的教友比较活动 第一次聚会便有四百余人 查经即受一般人士欢迎 见证则特别能感动青年 使一般男女学生都像可鹿般开始爱慕真理 每以美会教会学校同文中学一校学生 共约二百二十人 几乎全数归主 而且在开会后还组织步道团 在客渝之辖 热烈出去步道 据九江人说 这是一个空前的大副幸会 回到南昌 据传道会开会期 还有一个星期 他们便请上节做青年奋心的工作 他对他们要求全体一致的祷告 来做奋心工作的后盾 他说 若是你们西教室和学校教职员 不和我同心合意绕成 耶利哥是他不下来的 果然 西教室和教职员都分别组成祈祷会 上节得到了这个坚固的支持 就勇气百倍 赶高举十安架向前冲锋了 其实 为了南昌的大奋心 祈祷的工作早已开始了 书邦多教士和一位中国同工早在1930年 曾以整整一个月的功夫 为他们的教会复兴祈祷 跟着在1931年的元旦 又开始做继续不断的祈祷 一直祈祷宋博士到了南昌 计算起来 恰好五十天 在下章所述的上节工作的转机 可以说是造端于这样 殷勤诚恳的祈祷 二十九 难忘的南昌之夜 约书亚在山下打圣仗 全靠摩西山上举手祷告 奋心会的成败 也不能完全责难奋心使者 同样要靠基督徒的举手带导 所以上节常说 奋心使者没有什么可夸的 所有显而可见的奋心光景 权杖带导的人们就预测 有出人意料的大奋心 他最感激书邦多教士 书教士常常深夜不寝 常跪祷告 有时还痛哭流涕 有一天夜半时分 上节已上床就寝 呼闻楼上流出断断续续 如气如素的微声 原来那是书邦多教士在祷告呢 他说 主啊 你今日不复兴南昌教会上代何时 你若再不失怜悯 我留守此地又有何用 主啊 这次你若不复兴南昌教会 有为我献身为你远设重阳 来华的初心 就不如让我回国去 书教士情词迫切 使尚节忠心感动 也便披衣而起 常跪余地 父神啊 我呢 我此来岂非要南昌教会得以复兴吗 求你亲自显出奇妙的座位来 求你使用我们 仰望着你呢 长夜祷告 果然得到主启示 他叫尚节要向罪 攻击 因为罪是遮蔽人心的黑幕布 要揭开这黑幕布 才好让福音真光去孕育那永远的生命 这夜对于尚节是何等值得纪念的一夜呀 方针的启示 工作的转机 都由这最难忘的1931年3月5日的一夜开始 从此 他不良者重视所谓奥秘了 他所要的是对付的能力 那夜主给他几篇公罪的信息 如格拉森之鬼 浪子回头 假冒为善等等 这些都是上节以后一讲再讲 而效果不稍减的奖章 传道会开会日期未到 他们便请他先领为期一礼拜的青年奋兴会 上节的讲题离不了一个罪字 他还不敢令人到台前祷告 只给受感者以开口祈求的机会 起初无人其口 但因圣灵的心照 渐渐又哀声哭倒的 后来甚至有校长 向学生认过 教员彼此谢罪 同学互相抱头痛哭的情形 上节写道 因为人已自知有罪 便自然而然地需要救主 你在告诉他们上帝何等疼爱罪人 正在等待罪人之情以后 就没有不深感主爱而涕零的 在会中 圣灵不仅光照人心 使人知罪 催破人求救 而且居住人心 教人认识基督 导人进入真理 不过那时尚节只知圣灵 引然动工去潜移默化人心 绝没想到他更会显然运行 公开抓住人心 这次在南昌 就抓住了一百余十人 第二个礼拜便是传道会的会期 遇会的人都是教会的领袖 每一个都是上节争取的目标 他并下两路加工的战略 第一路 痛斥罪果 传道人若不先自算清罪障 盗空气敏 怎有能力攻破他人心中坚固的堡垒 第二路 着重灵功 切勿消灭圣的感动使主担忧 他是顶愿与顺服的人同工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不是倚靠势力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 战略已定 跟着阵地的布置 上节请那些与会的传道领袖 坐在礼堂座位中心的两行 环绕着他们的 是上周已悔罪的生命的学生们 这些主理心生的婴孩 反而关心领袖的灵性 他们都天真烂漫地在歌唱赞美 上节对传道会讲道的主题仍是 他们内藏的罪污当喜敬 才可以使基督的生命充益 会中奇妙地经过 屡数不尽 每次聚会完毕 很多牧师传道的儿女 跪在两旁的座位上 大声疾呼地祷告说 求上帝竭敬我们的父母 是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工人 得坦然无惧地站在上帝面前 承当侍奉上帝的圣旨 父母当中 除了一二位佩申恩的同工肯谦卑接受以外 其余都迁怒上节 认为他掀起家庭革命 勾引他们做不孝儿女打倒父母 这种责备 当然不合事实 但上帝也觉悟到 消极择罪 对于教会领袖是不适宜的 为离开南昌之前 上帝帅蒙恩者结队 往窦戎村步道 队员有二百余人 校长袁生及传道人都加入 归途中大雨如注 队员均淋漓尽致 且遇大风又打散地被狂风毁坏了十三把 众人非但不埋怨 反而满心欣慰 满口颂养 祭返聚会祷告 圣灵大大动工 教会众彻底清算 于是哭声 倒声 笑声 歌声 支成一片响彻云霄的交响乐 有些素来高喊打倒基督教的青年 像是审判大日来临大呼求主赦免 西教士见此景下 以为会众都疯狂了 都恐惧地四散逃遁 上截耳中 清楚听见凌风吹拂的声音 也敢其意 灵雨配降以后 污垢敌清了 干渴的心田得到了滋润 忧伤痛悔的灵得到了安慰 终于赞美代替了祈求 欢乐歌颂在会场洋溢 这是人们有了基督生命 充满了圣灵以后 所显出奇妙的能力 上截写道 南昌的胜利 使我获得奋心人的秘诀 一 彻底认罪 二 求灵充满 三 为主作证 从前读约翰卫斯里传 见他每次正道 必领多人归主 遂心焉向往 而今略见端尼矣 三十 由南巡到护宁 南昌复兴的火焰燃到九江 尚截在九江讲道 也一样大有灵力 使九江教会 也得到像南昌同样的灵喜 南巡的新生婴孩们 纷纷把自己悔改得救的见证 投登基督教刊物里面 使宋博士的声明传遍侠尔 各地邀请 讲道寒殿郊池 他先到吴湖 因那里的西教士 不信主是童真女所生 祖力既大 代道双吴 因此成绩不佳 开会八天 得见证信五十一封 回到上海 在全户传道人退休会认主讲 会所在伯特利教会 讲的是创世纪和启示录的奥秘 接着在穆尔堂开全市信徒灵修会 为期八日 为了每天只有一次的讲道机会 顾上杰斯毫不敢放松 为勤为谨地祈求 那更厉害的公罪讲章 八部的各个扎心 人人痛悔 这时尚杰才开始叫人 前来跪倒认罪 每次道会的千数百人 把宏大的穆尔堂 挤得水泄不通 每次受赶向前者 不下三四百人 哭声雷动 大有奋心气象 尚杰此时开始知道 令人举手认信 及时求告 予以认罪之机 未必忧伤之灵 乃奋心家 不可忽视不可 或少之工作步骤 接着是南京 以美会五教区传道 请他主讲 他得了主的应许 及乘车赴宁 在顾一郎城中会堂开会 本来每次宣讲一小时 后来听者大受灵感 便增加到二小时 而且每天二次 可惜他心病发作 虽仍愿赴病领会 却不得不将会场缩小 改在寒家巷开会 传道人与神学生蒙恩者特多 会后反护小气 在南京时 尚捷接到 美以美会常州教室 罗书军小姐的信 请他去常州讲道 他本来搭允前往的 但因在南京得心脏病 朋友他都劝他 回兴话去休息 其实家中室友来电 叫他回乡 做训练班的工作 他就去信罗教室 说明不能去常州的原委 反护后心病一句 医生叫他至少休养半年 一个晚上 主只是要到常州去领会 因为上帝要他转向 外乡工作的日子到了 主同时也指示他 骄傲才是他的病源 这时他才恍然大悟 他知不去常州 真正的原因是 嫌地方太小 三十一 与伯特利同工 机会真巧 环游步道团 因伯特利教会主理人 石美玉医生之太夫人去世 由山东腾县赶回来 参加丧事礼拜 他们是不计较的之类 小语人之多少的 就把常州的邀请 带上杰接受下来 同时请上杰入团 上杰写往常州 同工同行 加入不加入 择待以后再说 在常州第一天讲到 他心痛骤发 但仍缓缓讲完第二天 心痛又发作 但他不以为意 一心要讨上帝的喜悦 登台拼命大奖特奖 纵使是最后的一次 总也还有最后一息可拼 结果主就在他一蹦一跳之间 把他的病医好了 病愈后 上杰一天上午 二次担任队内奋兴 晚间的队外步道 则由林景康 聂子英 李道颂 轮流担任 这时各教会学校又请他们去 领早礼拜 是李道荣 又病了 工作难于支配 于是用长途电话 请因祖母 病重而留在上海的 冀志文牧师前来 冀牧师由车站到会场时 直大雨滂沱 会从六七百人 已散去 那去上杰讲的是浪子悔改的故事 受感的人很多 特别蒙恩的一位姊妹 散会后还是哭得不能起立 上杰身体立背 下想跪下助她祷告时 季牧师谢雨衣进来 就请她一同帮忙 以后她常说 她是送祭二人的果子 她就是后来 替上杰写我的见证的 王敏玄女士 5月18日离长州返祭 上杰得多处邀请 何去何从 取舍不绝 但环游步道团 则决定前往青岛 季牧师问上杰能否同往 他直接答应了 因他早已得主启示 要他前往海岛工作 一听季牧师说是青岛 便断定 这就是主要他前往工作的海岛了 青岛很多灵恩派 都重视外面表现 如说方言 唱灵歌 见异象 做异梦等 认为这些表现 充满的凭据 他们一听见主席摇灵开会 便奉行故事的大任其罪 上杰想帮助他们 想使他们既可得赦罪 又可得正常的灵恩 可是不知道帮助的方法 到了丁丽美牧师的故乡大心庭 上杰因灵恩派问题盘旋脑际 无心讲道 道愿坐在台下听道 当纪牧师在讲撒玛利亚女人时 上杰的发亮光 他写道 圣灵充满乃是信者里头成为泉源 且流出活水江河来 只涌到永生 多少人渴了 不晓得去喝那取用不洁的活水 反而舍本逐墨 不惜付上全力 背了笨重的器具 向那又骨又深的井里去打 井里的水日浅 一日 肩上的丹愈来愈重 何时可得安息 渴了便急 急了更渴 可 急 劳眷 周而复始 何时卡兮 哦 弟兄姊妹 罪恶出去 活水进来 别担着罪丹去打死水 上帝不是教你独善其身 在方言异想中自乐自足 乃要你奸善天下 成为中空而洁净的水管 把灵里的活水流涌出来 灌溉那枯干的生灵 使心田能接出灵果 所以舍 才是德的唯一法则 盗空自己 顺服神旨 凭着爱心 去做见证 才是追求和持守圣灵 充满的正当途径 三十二 上海下令会前后 环游步道团到了山东集末 就听见奋兴家于慈渡女传道士去世的消息 同时季牧师也因祖母并微反护 团务由尚杰代理 就是在这里 尚杰把大心挺得道的启示拿来实验 开始组织布道队 以后他们到了济南 由尚杰独个主讲 产阳了撒玛利亚妇 活水片的经意 由济南到泰安 是指反基督教风潮出过 教堂被毁 教室逃跑 教会学校关门停课 布道团到时 所住的房子是曾被洗劫过的 除了抗床以外 什么家具都没有 在基督徒灰心丧气的情形之下 主重用上节 虽然讲到时间只有三天 是一百多人 其中一个青年只有十九岁 已犯了十届的每一届 兄听了上节讲 浪子回头以后就真正的悔改了 其他悔改社的还有多人 道一句 林景康又病了 工作者只余三人 听从多细妇孺 为期又只有三日上节于是开始用表演方式 以便人人听懂 他背着一个大石头 看起来力不能胜 他就在台上讲罪恶重压之苦 然后忽然把大石摔在台板上 怦然一声 他就欢唱起来 使听众都知道赦罪之乐是什么一回事 他也在这里开始为病人按手祷告 果然很有笑宴 得赦罪平安的约八十余人 他们在山东工作 虽然成绩卓著 但因为1931年8月的上海下令会为顺界 不得不匆匆反护 下令会开会时 国内内战政策 交通到处受到破坏与组织 然而道会的仍然踊跃 多数是上节在各地奋兴起来的信徒 共达八百余人 连同上海就地参加的 共一千二百余人 大会的主题是复兴 分题为祷告复兴 读经复兴 工作复兴 见证复兴 上节讲的多是成圣要导 十只酷暑 他又讲得那么起劲 使他汗流加倍 至蓝布长山整建湿透 简直像水里浸过的一般 讲完以后 他以声嘶力竭 但还是用诚恳迫切的语气问道 弟兄姊妹们 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想做圣工的手 已洗干净了吗 你生命中有圣灵的力量吗 如果还没有 就求主赐给你吧 祷告吧 站起来祷告吧 会众的答复 通常是全体起立 一致为自己为中国同胞之归主 而高声祷告 这时的景象 好像会众高举的手 已摸着大军的金杖 可以无话不谈 有求必应 这种情形 而且是每日如此 祷告后 代表们都荣光焕发 反映出受了灵洗后的欢乐 在《茶经班》中 上节讲的是马可福音和使徒行传 他认为前者是开国医书 可治疗罪病 后者是工作示范 贵圣灵充满 下令会共开十日 最后一次的聚集是见证会 许多大教堂的牧师 都起来当众承认 无热心 无爱心之罪 他们同时 也报告在下令会中 看见新的远象 而愿意将今后的生命 摆在祭坛上贡献给主 见证会连续数小时 大有不肯散布忍羞之事 上节亲眼看见 感灵悔罪 悔罪者灵佩 有不可言宣的大喜乐 宋师母于锦华女士 也是参加下令会的议员 会必 上节就打算送她返礼 莫动身前 逐一指示她有意外的危险 可是她不知道 勋究竟是那一类的危险 遇海盗吗 遭灭顶吗 离重病吗 报死亡吗 还是 同船多半是兴话同乡 上节告他们有不策封的云将至 他们都不肯信 有的一笑置之 有的则她出言不利 这也难怪他们 因为上节之有危险 何以自己也在船中 船名东港 第一日风平浪静 第二日气锅爆炸了一个 船身实实清澈 搭客昏炫的很多 上节发起祈祷会 请大家参加 有的手啃 有的口诺 可是没有人开旅行者的淡水用完了 仅存的气锅也炸了 船身被炸受伤 漏了几个洞 海水从洞中涌入 水手抛货 赛漏 摇水 以求安全 但都无济于事 人人都知道 再过几个钟头便要沉沦了 于是哭声四起 大家这时才跟着基督徒祷告起来 上节默然仰望耶和 末地里保罗航海 往意大利的一幕 历历在目 因之无论发生何事 都不至有生命之余 便自告奋勇 去安慰众人 正如保罗在亚历山大的船上 所坐的事一样 大家银颈其种 急目茫茫大海 希望有船来救 好容易挨到中午时分 远处来了一件容量 相当大的船 大从于是喜极欢呼 船始尽时 大家一见船名 又堕入失望深渊 因为那船名庐山丸 证明它是一艘日本船 那时中日关系不佳 两民族感情恶劣 搭客都生怕日本人不肯施救 不过船身见次下沉 岌岌可危 与其束手待毙 不如视乎降薄 于是基督徒都心中莫倒 求主感动对方 上节即用英语率众呼救 同时举起红旗 且阳且寒 庐山丸史向前来 所愁百元 总算还有良心 可是救生艇只有一艘 每度只限十人 故搭客争先恐后 攀绳而下 一副人随传带有六百元货品 现在只好舍弃 心有不甘 遂投水自杀 有事者纵身而跃 勿跳入水而死 一人揽绳不慎 船轻坠入水死 一人攀至半城 手力不支 一落水淹死 凡此景象 都令人触目惊心 上节后来写道 无人扶尘罪事 情义如是 岂可自是己利 自利就法 若不抛弃 虚荣浮华 若不置身 方舟此行 安能渡此苦海 但登彼岸 众人登日轮 东港 仍莫沉默 好像有什么力量 拖住一班 后来被万象轮拖回 搭客多顾人 往返搬运行李 上节也把自己的行李 取了回来 回到兴话故乡 宋学莲牧师 看见儿子生命上巨大而显著的改变 讲到新鲜有力 不禁惊喜交集 可是这个父子的欢聚 为时却很短促 因上节已答应伯特利环游步道团 要和他们到东三省工作 三十三 与伯特利同往东北 上节到上海时 纪志文等已先往东北去了 上节和林景追踪前往 图中主指示上节 前面有十字架等着 上节写道 我自航行脱险之后 那感动保罗的灵也感动了我 教我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我却不以性命为面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执事 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 宋林二人到了大连 十二年一次的信义宗大会在 凤凰城开会 大会的有东北各地的代表二百人 尚有其他教会的代表列席 环游步道团住在一间旧房子里 在等待工作机会来临 果然 他们邀请上节去做见证 上节讲时满有能力 结果有二十五位中国代表 和两位西教士 敌不住圣灵的摧破 竟不顾一切 到台前跪倒认罪 另一部分西教士却不以为然 立即禁止他们喧哗 但纪牧师正言则知 第二天 那些西教士发出恫吓的话 若瑞请这般无理之徒演讲 我们将不再出钱 华吉牧师一听这话 便恐慌起来 生怕信义会关门大吉 只得对步道团下诸克令 上节为此心中伤叹 后来在日记里写道 中国的基督徒啊 为何老要外人资助呢 寄生虫极是可怜虫啊 应当仰望万有之主 而奋起自转 自养 自治 自立 是时候了 不容你再观望了 他们唱着十字架 十字架 永是我的荣耀 急于当舞扬长而去 打算搭车前往沈阳 出乎意料之外 许多代表道战徽类送行 虽只一面之交 却有一衣不舍之感 送行的人当中 有一位律衣邮差对上节说 昨日在教堂外一坦倾听 忠心受感 觉知信主 这些都是失望中的安慰 临行致电沈阳长老会 要求提前开会 他们未到之前 曾有几位传道人 来此讲道 事先刺激了属灵的食欲 他们一到沈阳 就迫切祷告 有时一天祷告八九次 求主避开那无人能观的 传道信道之门 主果然特别赐福 有七八百人蒙恩 心灵痛苦的会众 陆续到上节的房间来 他于是开始做个人谈道的工作 帮助了七八十人彻底认罪 而牧身恩 也帮助他们组织布道团 上节还收了279封的见证信 他们在凤凰承受被逐之辱后 在沈阳却得到莫大的安慰 十字架之后便有荣耀的复活 果然是不义的原则 9月18日上午离开 下午却发生了事变 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沈阳事变 或918事变 日本关东军闪击沈阳 跟着就占据了整个东北 成为后来中日八年战争的赵端 这消息是环游步道团 到了黑龙江的海拉尔以后 才知道的 他们一面感谢上帝的导引 因为如果不是在凤凰城 被逐而提早赴沈阳 则918事变发生时还未离境呢 一面把沈阳教会 新旧信徒交托给主 求主特别庇佑 海拉尔有邻礼会奋堂 这间教会说来也极可怜 在一位不慎热心的 牧师领导之下 会有只有寥寥十几名 他们请不到团讲道 第一晚上 他们照例劝人归依旧主 离弃恶物 戒除烟酒等不良嗜好 这样一讲 就讲出乱子来了 因为该唐长老最是抽烟 某职事且贩卖私言 他们于是老修成怒 借此日兵将至 不便集会劝他们回去 这是他们第二次被逐 这样一来 他们便提早两个礼拜到了哈尔滨 他们最初在邻礼会堂讲道 后经该唐牧师向联合会请准 贾西门大礼拜堂开会 该堂会友之间 意见分歧 彼此不睦 主日甚至分两次聚会 幸而他们道肯 让不道团自由工作 在最后一个晚上 尚节苦口婆心 劝他们彼此相爱 当场就有好几位起立握手 言归于好 这是代明博士夫妇 受派改在哈尔滨工作 不道团一道 代师母就在五位团员中 认出他们的老友 宋尚杰博士来了 主要的会都开完了 代明夫妇劝步道团多留几天 一来为了休息 二位请他们在高丽人的 邻礼会礼拜堂领会 他们答应了 就由青年会宿舍搬去 住在代师家里 尚杰和李道荣住客厅 其余三位住书房 他们还雇了一位失业的裁缝学徒 做临时的听差 给他们使唤 代师母招待殷勤 饮食起居 衣服鞋袜 样样无微不至 最使她受感动的 是团圆每晨四十半集 起身灵修 晚间讲道完了 回到房里 疲倦不堪 即刻倒在床上 合一而睡 要带师母替她脱皮鞋 又在她身上轻轻盖上毯子 此情此景 是她起圣经上的一句话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俄人的堂会也请他们去讲道 斯拉夫民族素负感情 听到不久即热泪盈眶 高丽人的礼拜堂 请上节用英语讲道 由代明博士翻成韩语 他们的热情略训讹人 但可慕圣道则毫无逊色 某常主蒙恩之后 特请步道团向千余公友 做露天步道 哈尔滨教会 本来也是四分五裂的 但从此以后 大家就知道组织联导会 在各教堂轮流举行 步道团离哈时 接到一面粉带的信 有的感恩鸣谢 有的询问问题 其中有件正信七十五封 哈尔滨之后 因屡费困难 为缩短屡外十日 以节省支出计 决定分两路工作 抽签的结果 尚杰和李道荣同赴忽兰和隋化 在忽兰时 一间青年会附属中学的校长和四位教员 以及许多学生 都表示绝至归主 尚杰也在俄中教堂讲道 讲题是五饼二鱼 受感流泪的很多 邀请上台前时 有五十俄人表示 愿献身为主 在东三省俄人中工作 有一人为邪灵所致 曾烧圣经十字之多 经上节按手祷告后 便立即痊愈 有一人同时被二鬼所赴 一内一外 十项呼应 上节这时才知道 他已得到使徒的恩赐 又为人按手祷告 隋化信义会有医院 学校 礼拜堂哥一间 还有教室住宅数间 都皮连在一个地狱 是个典型的教会区 他们以前是拒绝不道团的 现在则欢迎他们 做三天的讲道 道会的约二百人 大部分三域学校的学生 上节鉴于凤凰城之意 改用沉静的态度 不打拍子唱诗 不同声祷告 他自己自始至终不理讲台 因此之故西人 虽暗中反对人他 却找不到把柄 上节听说他们中间 有份门节党中西同工互征的事情 有一次在开会时 叫所有的领袖和医生 护士 教师 牧师 传道人 宣教士等 都到台前来 这当然是非常之举 但在圣灵管制之下 他们都应声上前 上节于是问会众道 你们爱你们的领袖吗 会众答道 爱 那么你们怎样为他们祷告呢 他问道 巴布的他们彼此相爱 同心合作 会众答 上节于是跟大家跪下祷告 在祷告达到高潮时 领袖们啜泣起起来 可是还不肯认罪 上节于是问中国同工道 你们心里恨什么人呢 有几个人答道 我恨宣教士 上节道 那么 马上去告诉他 并请他饶恕 他们遵命做了 上节就对那位宣教士说道 这些人这么恨你 你一定有什么罪 要对大家承认的 宣教士于是当众认罪 并求主赦免 这么一来 复兴之火便赤裂起来 以前怀恨在心的现在 已一变 而为有爱和睦了 会后 还有很多人 到上节房间里祷告呢 随话会期 只有三天 来去匆匆 饥渴沐一者 皆有难舍难分之感 于是 有七十人 组织一个送行会 请上节于清晨五十半 坐临别讲道 然后去赶七十半的火车 在火车站 他们仍然依依不舍 上节乃自车窗探头出外 以圣经经据分送客人 当作临别赠言 宋行高唱圣诗 一时歌声大作 至路景区前 看个究竟 以为发生了什么事 是臣是有俄人 日人道战 欢迎药园 他们见此情景 也不禁诧异 这个宋博士 究竟是什么要人 竟令人如此向往爱戴呢 宋礼等回到哈尔滨 与纪念等一队 会合略做一点陪灵工作 其实多处等待他们 他们又预定 圣诞节前返户 使男同时留守一地 只得再一次分道扬镳 研究结果 尚节往长春 其他四人则往朝阳镇等地 约定在营口会骑 此时团中已有分歧的意见 虽未决裂 但已剥下决裂的种子 尚节在长春 讲到态度较静 一少叫人开声祷告 因为那里的牧师 事先请他不要激动会众的感情 可是圣灵在会中动工 每次讲帝都有多人上前认罪 其中之一 就是这位牧师 到吉林时 见该地已被日军占领 高丽基督徒有些已被拘捕 大部分已逃散 使教会处于威夷黄或状态 当地原有长老会堂二所 对尚节一表欢迎 一表反对 欢迎的那边 牧师是个奋心家 所牧养的教会很兴旺 有信徒三百余人 都能与尚节同心 常常为他代祷 他们也常常为不信者祈祷 主抓住他们 尚节在这里 学会抓住二字的运用 并知道如要抓住 一定要付上祷告的代价 由于会众的代祷 果然抓住了不少的罪人 与老教友 现在略数抓住的二三事如下 上述长老会堂 另一边的牧师是非常反对尚节的 不许会众听尚节讲道 他自己也不愿和尚节一起摄影 可是最末一次的集会 他道会听讲却被抓住了 当众承认自己不读圣经 不守成更已有六年之久 一位姓林的基督徒医生 向来不肯跪下祷告 一天在手术房里 手忽然僵硬 不能移动 急忙跪下认罪 求主医治 主果然垂听他的贵道 一人曾在义和团当权匪 庚子年因杀教士而换手偏锋 一直到此时还不能痊愈 一次他听见尚节问道 主当日能救同定下安家的强盗 今日能救你们吗 他举手答道 能 手就这样痊愈了 多人因此信服 归荣耀于主 那时吉林有多人前来请示灵喜 照会归立 目道者的信德 要受若干时日的考察 然后才可为他施洗 这手续叫考信 但上劫心理极迫切 便根据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和我受洗 有什么妨碍呢 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等经节 和其牧师商量 幸亏其牧师同意 让他为二百名左右末经 考信手续的任信者施洗 上劫为人施洗以此为第一次 所以值得纪念 其实上劫不但学会了灵的抓住 也学会伸出信心的手抓住主的应许 执主到成就他的祷告 其实东北天气严寒 尚劫求主于下雪之前 赐件皮袍给他预寒 不久之后 主果然感动一位女信徒 及时送来一件皮袍 尚劫随取到朝阳赴迎口 过朝阳阵时 讲了一次道 那里的教友便苦苦留他 他只得如此答应 主若许可 迎口之后 将折回朝阳阵 到了迎口 会见了纪牧师 及其他团员 研究决定 尚劫向圣经学校 七八十位学员工作 尚劫第一次讲讲重生 不少学生哀痛认罪 蒙恩重生 校长大为不悦 认为学生早已得救了 尚劫则认为他误解 因信称义之理 以为心里相信就够了 不必悔罪改过 对这场神学上的辩论 一般神学生不置可否 但多人于深夜祷告中 得着启示 一日跑到尚劫那里 告诉他启示的内容 尚劫有此又学的 灵力打仗的秘密 口传须赖领导 灵力不得胜 则工作无效 迎口工作的范围虽小 却封当彻底而深入持久 回到朝阳镇 主只是他一篇打开棺材的新讲章 这是上节著名的讲章之一 大意是 呱呱耳朵是突然的 我们一定要打开心里的棺材 还要打开得彻底 把里面的死刑一件一件地取出 好几位牧师把棺材打开之后 便公开认罪 上节便为他们按手祷告 圣灵充满的苛刻空虚洁净的心 给他们以医病赶鬼的恩赐 各回工厂去做美好的见证 朝阳是东北工作的结束 但因为这里的工作特别有能力 所以是东北工作的最高峰 其实军人中信主者不少 他们以军车送上节往大石桥 大石桥的停留虽然短促 却在这里得了主的启示 你这次北上 原是奉兴化教会差遣 去考察宗教教育 从既然没有执行这个使命 李当把旅费七十元还给他们 自己要打开棺材 然后才可叫别人打开棺材 上节遵办了 果然得到了新的力量与平安 先赴十驾 后见荣耀是东北之行成果 而这些成果乃是永存的 不是昙花一现的 上节离开朝阳 经吉林 辽宁 到迎口等地时 众见这些灵力产生的儿女 心里有说不出的慰藉 最令人惊异的是 上节到东北时 是中国历史的转折列期 也是国际军变期 但是在他的著作中 提到九一八事变的只寥寥两三句话 由此可见这位主的忠仆 是指以天国的事为念 至于世上的事 如所谓政治时局等等 他已完全交给管辖万邦万民之主 三十四 山东上海插曲 东北工作结束 伯特利布道团团员都传返上海 小修后 应进信会之请前往山东黄县 黄县是进信会的中心区 有神学院 医院 男女中学等等机构 开会时 听众拥挤 但是学生就有五六百人 可惜 一般人因众知识 而自作聪明 心里刚硬 忘怀遗迹 上杰恳切祷告 仰望圣灵自己动功 终于求得大复兴 其实上杰自著的 马可福音十二章单行本 出版不久 会后向会众介绍 请客受庆 这里的西教士与上杰同心 且满有灵力 乐意看顾基督里 心生的婴孩 把教导养育他们的责任 完全担负起来 黄县的工作延长了一两天 即是平度县的工作耽误了一两天 可是那里的信徒并不突然等待 而是在未到以前 先开祈祷会 圣灵为主做了开路先锋 多人在玩岛时 先行痛悔 预备好空虚的心 聚会的时间一到 圣灵便大大浇灌 平度的巴牧师鼓励 上杰为病人抹油祷告 上杰起初不同意 说他不会这样做 巴牧师责备他说 圣经不是明言了吗 你为什么不信 于是他用强硬的办法 破上杰为病人祈祷 上杰不得已 只有在主面前跪下 用油抹在病人额上 祈祷说 奉耶稣的名医好你 一个一个地抹完了 还不敢把眼睛打开 只问道 有人好了没有 巴牧师答道 有 其中有一位罗竹锋太太 患全身瘫痪已十八年之久 祷告后即告痊愈 欣喜莫名 到处做见证 此后三年之内 他随时随地传讲主 为他做了何等大事 他的丈夫罗竹锋 也辞去中学教员职 到处为主 宣扬以报主恩 于是复兴之火 由平渡点起 燃烧遍山东全省 由平渡转往济南 就地重游 光景升远胜从前 开会后 多人领受灵喜 或说方言 或唱灵歌 因此有人说尚杰 也是灵恩派 其实尚杰并不注重这些 主早告诉他那不过是外面的表现而已 在济南三天 为时虽短 机会特加 尚杰在单一生家里 接见了不少齐鲁大学的学生 引导了四五十人归向基督 济南惠璧 本来打算反护 只因火车不通 只得改去海盗 这使唤尚杰有机会 再到青岛 做第二次的陪灵工作 在这里 尚杰特别谨慎自己的教训 免得再被人误会 他是灵恩派 并且在三告界信徒物偏重外表 尚要跑爱心的道路 到了上海 第一次开会是1932年元旦 地点是景林堂 讲章的内容是 物贪恋世俗 免作罗的妻子的覆辙 从第一天起 道会的人便非常拥挤 园定三天的会 只得展期三天 以后再展四天 最后一天 听众特别踊跃 许多信徒也前来听道 挤得景林堂水泄不通 会后 上海个教会都感到复兴的气息 上海机关有一位干事 假冒为善 侵吞供款 听上节讲道后 心中大大不安 圣灵一定破他认了所有的罪 他迫不得已 将舞弊的事 写七八十条 写完公开宣布 然后到山东去领份兴会 在上海讲道的时候 有个妇人听到信了主 她的丈夫见她信耶稣 就打她 她被打的时候 跪下求主 主啊 就我丈夫 因为她不知道 她丈夫听了受感动 不再打她 并且信奉主耶稣 她本来在学校里当教员的 因为从前读书没有文凭 现在不得登记 人家劝她做个讲文 停去登记 她不肯 凯然弃了教职 到乡下去为主做工 救人灵魂 她肯为主牺牲 主大大的使用她 上海有一个女学生 她是圣公会的女教友 曾在圣玛丽学校读书毕了业 后来嫁给一个 没有信主的有钱人 将嫁的时候 曾要挟她的丈夫 要依教会仪式 在礼拜堂行婚礼 当时她应许了她 极致嫁后 她的丈夫不肯让她到礼拜堂去 若是她要到礼拜堂去做礼拜 她便要讨小老婆 她含尽了 因为恐怕丈夫娶妾 终于不敢踏进礼拜堂的门 可是她的丈夫 在蒙古包头做生意 赚了好多钱 在那里暗暗地娶了好几个妾 这位姊妹知道了 苦得要命 无聊至极 便渐渐地以吸鸭片为消遣 还姓生下一个女儿 年九龄 姓颖慧 常安慰其母 有一天这女孩呼唤重疾 抱足 这时候 她苦极了 这才回忆主 需要主 请上劫在主前带导 她自己也与主前认罪悔改 那时尚劫担任圣洁指南的主笔 那是一年十本的期刊 有几位助手助她编辑 他们在景林堂开会以后 一二八的战事爆发以前 匆忙地把一年的稿件整理好了 这样一来 圣洁指南便不至因摆在前面的华南步道 而不能按期出版 尚劫在华南奔波的半年中 也不必为这个刊物担心了 上海已成了战场 伯特利教会当局见形势紧张 便宣告把教会 学校 医院 孤儿院 都迁往租界 尚劫和伯特利医院的几位医生 在难民群中 做不到和医病的工作 在这情形之下 原定二月举行的短期查经班 是非停办不可 有人还劝上截离户逃难 可是这时有八位东北代表 仍然不远千里前来参加 尚劫念他们 不忍拒尔他去 道愿和他们一起在南市留守愿雨 遂在一二八事变那一天起开班 他们终日以祈祷为后盾 过着亲密而甜蜜的灵骄生活 有传说 魏日空军将于三日内轰炸南市 但到时浓云密雾笼罩大地 日军空炸之举 无从实现 可是陆军的冲突则意躯剧烈 枪声炮声震耳欲聋 子弹时常从屋顶飞掠而过 使人不择不惊慌站立 为尚劫这里的一群 一经祷告及得到主安慰的话 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在这样的气氛之下 过了三十二天 查了二十三卷圣经 这是患难中的实验神学 何等可贵 又何等可纪念呢 三十五 华南之行 1932年3月2日中松户协定签字 上海的局部抗战于是结束 伯特利环游步道团 也在这一天乘轮船赴香港 他们到九龙时 香港卫生当局已添花一步 令他们所乘船驶入简易站 做隔离与简易的处置 便以立会的基督徒在码头酒后 不见船道 失望而去 第二天 他们雇小艇到简易站去 他们对船上的步道团员欢呼唱失 却不能交谈 第三天是主日 上节等一行亡人获准登案 一登案即直到教堂讲道 听众约一千人 即在只可容五百人的教堂里 是该会空前未有之盛会 上节的新话国语 懂的人不多 在这个英国殖民地 英语还有人能懂 所以上节改用英语 由李道荣翻成广东语 一讲一意 快若连珠 也足足讲了两小时 从此以后 每日三次 每次都讲了两小时以上 一连讲了六天 团员中有人患病 有人失声 但主佑他们 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听到的人 有贫有妇 有贵有贱 有劳有幼 有衣裳楚楚的 有衣衫蓝绿的 有目不时钉的 有远自长州城 一小时以上的小气船前来的 有属于其他教会 向来不到别堂敬拜的 大家挤挤一堂 共蒙灵恩 以后很多结果累累的传道人 追溯其重生得救的经过 都归功于上杰的讲道 约莫五十个病人前来请求按手祷告 步道团与显他们 开一个特别聚会 先由尚杰讲道 讲毙 叫他们认罪 并凭信心 向耶稣求赦求治 然后尚杰与记质文牧师 为他们一个一个按手祷告 在当天晚上的感恩会中 很多人起来做灵魂得就身体得治的见证 其中还有西教士数人 但是 港九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 尚杰后来写道 为了同工多病大部分工作落在我身上 阅历告诉我 圣教会里倒也有不少假冒为善的分子 且领袖同工间多不同心 多不以爱相细 而我们团体也不能例外 是知人人心中都有老我在作祟 老我为一死 万难合作 三月十二日步道团到了广州 先在河南圣节会讲道 这会因重视圣节 且自明圣节 使别人不敢获尽 故第一第二两天 道会者寥寥无几 尚杰本来注重圣节 但他对该会的批评 却是 圣节若令人骄傲 一属无异 步道团于是开始啃倒 第三天果然听众密集 尚杰讲道大有能力 中国与外国基督徒很多起来认罪 他们白天在河南工作 晚上渡河到广州 没以美会会堂步道 圣节会亦有人携行 协助唱诗 圣灵大大动工 救了二三百人 可牧之心催破他们一日 去参加河南的聚会 得了不少的造就 其中有一部分人 后来成为步道团的中间分子 其中一位基督徒母亲 其子为无神派 曾三度赴美留学 对其母之为她祈祷生物痛绝 甚且欲杀之而后快 一天她的朋友邀她听宋博士讲道 她答应了 去看看宋疯子在讲台上跳来跳去 也好 在会中她给圣灵抓住了 就在她的座位那里跪下痛哭认罪 会后 她到妇女座中找出她的母亲 用颤抖的声音向她认罪求舍 她即刻泪里寒欢 高声赞颂垂听她多年祷告的主 从广州夙江而上 直抵广西吾州 这里有尽信会与宣道会 共有教友七八百人 尽信会外表工作 与机构较为发达 宣道会的信仰纯正 有见到圣经学院 那时该院有个学生石心我 曾在上海参加1931年的下令会 对一般同学极力称奖宋博士和步道团 可是3月27日开了第一次会以后 学生们都大感失望 对石心我颇至基凭 第二天情形就在不相同了 上节讲到大有灵力 使教员学生浓受感动 第一个上前的是院长 跟着的是全体学生和许多教友 他们都跪下流泪认罪 一连十日陪灵会 使欢神学生获得重生 或受灵喜 蒙恩者大有其人 奋兴的空气弥漫 无周全市 教友一连数夜做中夜祷告 某姊妹在祷告会中 被圣灵谴责 会后将她的宣统元年 偷来的金镯一具 按时价约值三百元 拿出来献与环游步道团 别无周的前夜 上节梦中口站一诗 我离开了主就不能坐 丢在外面被火焚烧 我离开了主就不能坐 直唱到天亮 醒来感气不已 他则是悟到无周之物字的意义 当将无挂在木头上 天天对付他 不让有一刻活动 老我死透了 才可以活出爱的生命来 只有主能倒塌 跑爱心的道路 离了主就什么也不能坐 若没有爱 就是有这样 有那样 算不得什么 贵县有西教士 抗力二人 同心设立信爱会 并凭信心设立一所盲女院 他们信仰既纯正 又能克己爱人 撇下世界跟从主 成可谓又良善又忠心了 谢爱会教友不多 连盲女在内 亦不过百余人 出乎意料之外 这般盲女身受基督教之会 却很少真心性靠基督的 聚会中 前后左右受感归主者 比比皆是 读他们无动于衷 麻木呢 还是刚毙呢 无论如何 可见人的爱 并不能满足其心 除非求圣灵光照 开其心眼 使其知主爱之伟大奇妙 上节 于是在末后的几次会中 特别宣扬主爱 并领唱天赋 必看顾你一失 于是他们冰冷的心 毕竟在主的热爱里融化了 许多人欢乐地接受了基督 南宁 玉林等地同时来含邀请 念了咎 上节写礼道荣和聂子英 前往玉林 据说这里是宣道会区 城中在数的教会 可是送礼等却最敢困难 因为那边的教友 既不准时到会 教育程度又低 上下午的聚会 各仅七八十人 晚间露天步道充其量 亦不过一二百人 加以同工之间发生意见 彼此不能合作 一者又不同心 结果是圣灵不能自由运行 听者没有感应 经吴州反越 广州的进信会 邀请座三天步道 那里单是学生 就不下三千人 满以为大有机会 不料该会只请祭牧师一人 并非要请全团 于是祭牧师留岁 其余的团员于4月26日赴香港 到香港 再度再便以立会开会 为期六日 最后一天举行诗禁大会 时为5月1日 上节被请诗禁 他说 我自己从来没有 受怎能为人受尽 怎能为人施禁 补救的办法是 礼顺牧师先为上节施禁 然后上节为别人施禁 时日受尽者继妇女21人 男人12人 从5月2日起 布道团早上 在寻道工会查经 晚上 在和一堂开全港联合大会 虽然主席声明不许大声祷告 还有种种其他的限制 结果还是非常圆满 最后一天 上节曾为224名心灵不安者按手 香港以后到广州工作一星期 然后转往汕头与祭牧师等会合 汕头唯有普社接待他们 因孔经费无着 仅限工作一周 宋记两人分工合作 宋领奋兴 祭主布道 社内本质有奉献箱 可惜从未用过 当事人只好分派奉献带 即积少成多 足弓屡费 上节一登讲台 便严厉攻击罪恶 许多听众受不住内心的责备 有啜气的 一听到上节吩咐大家认罪祈祷时 情感便好像决堤一样 争把内心的痛苦向上帝倾吐 有一位医生从一百五十里路远来听到 一听不对头 决定再不来 可是不来内心又不平安 只好勉强再来 听了几天 圣灵在他的心中工作 当上节叫人认罪悔改时 他不由自主 起来向讲台前行 跪下祈祷 一开口便放声大哭 把自己的罪向主坦诉 他后来做见证说 当他走向讲台时 撒旦拦阻他 你是医生 为着面子 你不能认罪 就是跪下大哭时 撒旦仍然不住攻击 你是医生 好不丢脸啊 可是那时他的心几乎要破裂 什么面子都顾不得 当他把罪恶清尽时 他的心立刻充满了平安喜乐 许多人都像这位医生 见证他从前如何犯罪受苦 现在如何蒙舍蒙福 一个人蒙舍蒙福以后 爱主之心自由然而生 哪怕就极贵的哪大相高 也乐意在主身上倾倒了 蒙益社起初怕步道会费用不够 后来统计所收现金 除旅费及一切开之外 还绰有余裕呢 福州的牧师传道联合起来 贾城内牧科学校开欢迎会 希望步道团员能轮流在各堂领会 那时兴话 先由一代也来信邀请 尚捷已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 被人悦耐的理由 请祭牧师前往 自己则留在福州工作 最初的三四天 在牧科学校未见什么效果 既在苍前山天安堂展开工作 下午查经 晚上奋心 幼职教会学校正在举行学期考试 领袖不鼓励学生附会 所以来者无几 第二周在地点教室中的旧主堂聚会时 他拿出预制的小棺材 宣讲打开棺材的信息 在棺材里拿出写好的一张张的罪恶 听众面对棺材 想到死亡 看见罪名 想到自己身上的罪丹 便没有不惊心动魄的 于是每日上前认罪者数以百计 会前后请求按手祷告接踵而至 背见上帝抓住人的盛况 其后又回到天安堂 住在谢绍英教授府上 会一开 听众便一批批 一阵阵 纷至他来 络绎不绝 周围弥漫了鼠灵的空气 人心充满了天来的妙爱 这时 有惠男女子 文理学院附属高中 二年级 一位女学生 一天晚饭后 听得欲鼓掌 宣布一位科学博士 在天安堂讲到的消息 便和几位同学 一道见识见识去 他带住一日 要考试的书本 打算万一讲到平淡无奇 还可以打开课本 预备明日的考试 唱诗祷告以后 一位穿着灰色 后部长衣的道学先生 手捧一本大圣经 走到讲台前面 放开沙嘎的喉咙 高声朗诵起来 他以为是 协和道学院的学员 先来个读经的节目 就不以为意 仍旧看他的课本 不料他就这样讲下去 沙猴忠敬传出天音 讲到恳切动情时 双泪夺眶而出 台下听众一唏嘘响应 原来他就是宋尚杰博士 他把他的新城攻陷了 他以后和几位师友 连妹赴上海 参加伯特利的下令会 这伯特利礼堂的讲台 竟然成为他现身 室主的祭坛 他就是后来与尚杰做文字同工的 郑穗兰女士 尚杰的工作的回顾 就是他所记录的 最后一星期的聚会 是在城内上有堂 来者又是种子相接 爱主者馈赠尚杰 以不少的礼物 于是引起魔鬼的集计 福州城内贴满了 公鸡尚杰的标语 报纸以大字标题记载 宋尚杰妖言获众 学生逃课前往听讲 全是家长都感不安 还有人寄好几封恐吓信 大意都是叫他赶快离开福州 否则拘他入狱 尚杰不愿惊动听众 便于第28日悄悄不辞而别 福州是华南之行的高峰 在青年学生中影响最大 他们在早上参加实时的会 会后不肯离开教堂 怕出去吃午饭以后 回来便没有座位了 便一直做到下午三时的聚会 开会27天 差不多天天下雨不停 再加上学校当局的劝职 都不能减少他们参加聚会的热心 散会以后 他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唱着赞美诗回家 回到家里便在夜里温习功课 以便明天再去听道 一般得救归主的人 为数约一千以上 组成许多布道队到处传播福音 他们当中有许多是唯物论的信徒 曾经公开反对基督教 现在却一变而为 基督中仆勒过了大约十天以后 相律父户参加1932年伯特利下令 会有一百三十余人之多 福州之行 还有二三是可计的 开会时 一郊夏初 上节仍穿灰蓝老布常山 在早热的华南天气里 当然被绝闷热 某女信徒一口气缝制八件 杨沙常山送给她 第二天她就穿上新衣 在讲台上出现时 竟是个荣光焕发的白衣福音使者了 魏上节翻译的是团圆景康 她本来是福州人 开会时值其幼女逝世 但这家庭大事 亦没有阻碍她的翻译工作 她葬女后 就从坟场静赋讲坛 上节在华南工作结束以后 认为要注重爱心 而爱心之栽培 须先去罪欲 罪欲清除了 爱心才可以萌芽 如要清除罪欲 非常时间不可 最好要下一个月的功夫 使罪人无法逃避良心的控诉 非悔改不可 这一个月的光阴 也可使庄稼人 有机会去施肥灌溉 以收往下扎根向上生长之效 可是游行步道团 并没有此计划 因此上节颇有离开该团自由工作之意 偏偏在这时候 不道团当局 却要她正式入团 上节已人情难确 而且当局先曾提一把所有礼物 一概归功 还要把这是公开 倘若她不答应加入 势必被人误会 以为她不肯将礼物供诸全团 上节寻思 礼物原是身外之物 无足轻重 反正步道团是救灵的机构 只求大家通力合作 兴旺福音 加入又有什么不可 于是她正式加入伯特利环游步道团 她后来称它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团体 她只加入这团体 分析起来 动机是体贴肉体 怕没有钱 36 互将插取 1932年 上海伯特利第五届下令会 在7月4日举行 为期10日 参加的大部分来自华南福州 汕头 香港等地 其他地区则因战争影响 到的较少 然而计算起来 一共也有1500人 他们从早到晚几 在伯特利教堂听到 从未印库鼠而烧减兴趣 十天完毕以后 还有人可慕灵性深造 继牧师与尚杰 便为他们开一个 为期共三周的圣经训练班 参加的120人 查了圣经16卷 自从去年的下令会 宋博士参加工作以来 环游步道团 开始做全国性的旅行 足迹便十三省 继承五万四千八百二十三里 开会共一千一百九十九次 道会听到的在四十万人以上 表示绝至信主的 有一万八千余人 这些基督里新生的婴孩 都以不道对的形式 组织起来 一方面坚定自己的新信仰 一方面协助别人信道 这次的听道者群中 有一位外乡来客 是一位大约六十岁的长者 头发已几乎全白了 身量特别的矮 散会后 他成为听众注视的焦点 许多人望着他 而窃窃私语 他就是上劫的父亲 宋学莲牧师 这回他由新化代媳妇 和孙儿孙女到上海来的 既然到了 就和众人一同坐在台下 一听台上现在 已极其有名的 自己的儿子讲道 他这回在上海短暂地勾留 是受伯特利教会招待的 上海的下令会和 短期圣经训练班结束以后 上劫就再度往汗头 同行者为团员李道荣 聂子英二人 这回是应进信会的邀请 竹岭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 举行的领东教墓下令会 这个下令会是在汗头对面的 岩石举行的 许多信徒都是天一亮 就成沦渡海赴会 听完到赶回市区 下午在溥义社聚会 吃完晚饭 又赶到相聚约三四里的 奇路伯特利堂去 虽然这样奔波劳碌 却一点没有倦态 总要听完一天三次的讲道 然后满足 上劫每次讲道 总是猛攻罪恶 他认为罪叫人痛苦 罪叫教会荒凉 人要蒙恩 教会要复兴 一定要先将罪恶除去 同时 圣灵也大大动工 叫人为罪自责 有一位基督徒医生 听了上节的讲道 得到复兴 首先向他学习医学的医院认罪 因为他曾偷孙少的药物和器材 接着他向每一个 他曾亏负的人认罪 只有一件大罪是他所不愿承认的 他为此与圣灵争斗 原来他跟另一个医生携仇 彼此激不相容 圣灵说 你要向他认罪 他说 对别人愿意认 对这人不能认 但是他敌不过圣灵 只好硬着头皮到那医生家中去 到了门口 想想实在太丢脸 就回家向主哭诉 主啊 这罪实在不好认 但是他祷告时 内心越发沉重痛苦 第二天只好再往 恰好路上碰见他 就鼓起勇气 屈前和他打招呼 不料那医生鼻孔里 哼了一声 把头转向旁边去 这钉子碰得太厉害了 回到了家 越想越觉可气可恨 决定就此作罢 可是圣灵并不放过他 他的心向压上千斤石头 苦不堪言 经过剧烈挣扎 最后只好向上帝降服 愿意把体面定在十字架上 到那医生家里 为主做好见证 他眼泪直淌 向医生承认自己的罪 诚恳地求他饶恕 起初为医生莫名其妙 为什么这位倔强的同事 竟肯肉坛请罪 明才知事圣灵工作 于是彼此认罪 言归于好 一同蒙恩 有一位姊妹来求按手祷告 上节注目看他 指着他说 你十年前犯下大罪 到现在还没有认罪悔改 他听了放声大哭 上节有属灵的透视 与此可见一斑 汕头之行 在上节为第二次 因为上次工作 留下很好的成绩 故此次敞开欢迎之门 道会人数倍增 急病人一盘山前来 不道团回户后 再度北上 上节取到汉口 其他团员则取到金浦路 相约于1932年10月底 在北平会期 上节过汉口时 只讲到一次 那是因为汉口的教会 舍不得出旅费 指望上节乘过路之便 给他们一次机会 上节认为这也是他的机会 所以答应了 到了北平 他们在常会驻下 对上节说来 这是第一次亲临 这文化的故都 这是历史最悠久的 北京大学所在地 这北京大学是 曾经聘请宋氏 担任生物化学系讲座 而结果没有成为事实的 常会的领袖们 起初以为道会人数 不会很多 料不到每一天 即颇为踊跃 他们每天早上七十开祈祷会 其实天还未太亮 气候也很寒冷 但信徒们脚前有光 光里有热 都不以为苦 早上十时 上节担任解经 参加人数由19人 突增至200人 下午记至文牧师领会 晚上则由上节担任讲道 道会者挤挤一堂 后制者只得在窗外听讲 他讲的正像施洗约翰 在旷野之大声疾呼 是不客气的 是大无畏的 是拂有战斗精神的 一晚 北平公安局长道会听到 深感满意 便在次晚把家人都带了来 圣灵把他们都抓住了 局长本人起来承认 曾经谋财害命 承认他现在住的房子 是非法手段霸占来的 这时教会的领袖也复兴了 把先前给布道团的限制 统统取消 使他们更有自由 他们于是开始组织布道队 每队各有队齐 那时布道团同工要上节顺德去 但上节因放不下北平工作而不愿去 于是又用粘究的办法取决 结果上节果然流平 第一周工作平常 第二周迁到亚斯利堂 引导七八百人 多系教育界 出迷津 组成四五十个队 上节打算实验 长期寻游布道 仍不愿匆匆离开他市 遂瑞迁入旧士军大本营 一面令人悔改 一面训练应照 知精兵 旧士军会场狭小 听众欲拥挤 但因为切实渴慕 情愿挤坐一团 在此得的人数又添了二三百 前往上节住处祷告者 不下千人 甚至有一见上节便站立不已 一跪下即痛哭认罪者 祷告起来 从他们的面部 就可看见其或设后 平安与喜乐 其实各堂争相邀请 只好联合开会 在最宽敞的宫礼会礼拜堂举行 这时有人报告说 有甘中学教员 与一名学生要打他 请他要小心 最好不要在宫礼会讲道 宫礼会属下的中学 听见这消息 许多学生便自动组织起来 要坐上节的卫士 在讲道时 上节平心静气地说 我在这里要打请来 结果竟无人打他 后来那要打上节的人音 潜伏在听众中听道 受了感动 起来自成 当众认罪 并且承认信主 复兴之火历时 在这古城赤裂燃烧起来 赞美的歌声传遍力全成 一百多队的步道队 对其在告状街头巷尾处飘扬 关于北平的大复兴 美国长老会的林恩斯牧师 在一封写给伯特利教会的信里 有如下的报道 贵会的步道团 在此所造成的大复兴 是语言文字 所不能形容的 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远超过我们所感想 所感望的 认罪 悔改 觉知信主 灵性深造 已成了每日的家常便饭 我从来未见过如此忠于事奉的青年群 我们这般循规蹈矩的长老会信徒 看见教友们突然万众一声的祈祷赞美 真觉得是闻所未闻的奇象 碧会同仁从此知道 不住祈祷 基督尽住人心 顺服主的旨意等事 都是获福蒙恩的先决条件 另一位西教士写道 我得到了光荣的自由 让我就为此写下我的见证吧 我来到中国 本意是要领中国人到基督面前 不料倒是中国人领我进入了基督的丰满 尚杰在北平连续工作了三十二天 大得主的赐福 引二千人重生 也因此身惹魔鬼的吉祭 有一个伪善的某长老 恨尚杰揭开他的假面具 在最后几天里 竟带的二百余学生前来捣乱 并约定在末次聚会七点半中 大举发动 有一位老太太 于那天上午去告诉尚杰 说某长老要害死他 劝他早一日离开 尚杰跪下祷告 可是主告诉他 不要怕 要讲一切的道 于是尚杰照常放胆讲道 那晚他打算讲保罗与希拉 正唱着主断开一切锁链 那首短歌的时候 奉命捣乱的青年 已在门外守候着 将全场围 将出路赛住 其余同谋的人便打开窗门 从下面汹涌进来 不料正在七点半中时 北平未须司令亲到会场 还带来一批针基队员 下令把这位长老曾充任赈灾委员 侵启了账金五万元 受了不谴责 却不肯打开棺材 因而怀恨责罪的尚杰 好像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 其实宋博士并不知此人隐情 他不过一般的指责贪婪 偷盗之罪罢了 这位长老做贼心虚 必欲加害上劫而后甘心 致使一般爱主的信徒极其担忧 上劫每次出入 都有五六百人护送 使某长老无从下手 果然主未准许 谁也不能损其仆人之毫发 恶人想加害一人 结果自己却陷入网罗 某长老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 北平同时又是新神学的中心 当然少不了有一间新派的神学院 该院的学生也有钱去听上劫讲道的 听了以后 他们信了又真又活的上帝 接受了耶稣基督为自己的救主 就有十位网见上劫 告诉他说 他们入了神学院反而把信仰失掉了 上劫说 既然如此 你们就该离院 越早越好 为了这事 那神学院的院长就亲自去见上劫 质问他 上劫一点客气 对不忠于神言之辈力声深斥 如果学生在院时失掉信仰 以这定是贵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为了有许多青年爱他跟他 长老会的备满女校 女生蒙恩者 甚多 报名入伯特利神学院者有识余人 便有许多假先知起来攻击上劫 说他是假基督 但上劫不管他们说什么 我为主部是部 勇往直前 始至迷他 燕京大学有个姊妹 当朋友和他离别时 曾送给他一本圣经 他接过后 不但没有读 竟把他扯碎了 他不要圣经 也不要主 第二年他患了肺牢 到西山去养病 他那个朋友来看他 又送了一本圣经他 这次他不敢扯掉了 上劫在北平讲道时 他叫人家扶他来听 听了大受感动 认罪悔改 请上劫替他祷告 他的病就蒙主医好了 北平工作击毙 美国长老的宣教士 施密士下一个结论 宋博士在北平 留下了极大的影响 北平教会领袖 于是设法 挽留他在平常住 但上劫以海内外的 中国同胞为目标 没有答应 同时 纪牧师也要上劫到山西去 这时 恰好天津教会联合会派 执事长张周新来北平 请上劫到天津领会 他在祷告后答应了 据说 天津从未开过奋兴会 亦从未有上前跪倒这回事 顾教有傲慢 工作效率极微 在魏七礼堂开会十日 上劫破窃养望主 开会以后 那些不敢公开祷告的基督徒 多到他所住的青年会去个别认罪 关太太呀 留学生呀 都回转若赤子 谦卑而爱主了 某都军的如夫人 听了到很愿意接受 却不肯承认自己是个一太太 也敢离开他那位抽鸦片的丈夫 再三再四地消灭圣灵感动 后来足之发了神经病 感而不动 悔而不改者 大可以他为窘戒 天津有一个女校长 学问丰富 她之所以来听到 动机只是要看上节讲法怎样有趣 怎样会跳 会哭 当她听的时候 圣灵做工 她心里力确浮出生平的种种罪恶来 可是她为顾面子 不肯认罪 回家后 变成哑巴 不会说话 后来请上节带导 悔改认罪 信服主 得主治愈 改变了 非常爱主及爱教会 还奉献了五百元给教会 在天津时 有一位姊妹 她的丈夫是由美回国的工程师 她憎恨一个人 十三年不跟他说话 她听完上节讲道之后 就请她为他祷告 因为她心中不快乐 上节对她说 你要向那人赔礼 简单的法子 还是写一封信给他吧 她回去 一面写信 一面流泪 写到一半 停笔不写 心想这样做太失掉面子 勉强写完后 又不愿寄去 又把信夺回 以为这样做太羞耻了 但是她不把信寄去 总不平安 不经过流泪谷 就不能到上帝殿里去 最后 她靠圣灵的力量 阻止把信寄去了 结果十三年恨恶的朋友 也来听到 二人恢复了从前有意 流泪之谷 从此变为欢乐之泉 十天以后 本来打算走了 但一般学生应可慕 而请求上节到他们附近的南关美 以美会讲道 该会牧师原不赞成 只因受了学生的包围威胁 不得不前来伤情 工作八天以后 一切的反对都打破了 以前犹豫者 现在都毅然绝至归主 其中多人官家子弟 后来成为教会的中奸分子 在南关的最后一天 有个疯子手提大刀 向上节杀来 性被人拦住 上节离天机时 有几百人送行 某姊妹为她买了一张头等车票 上节说 我从未如此享受过 回北平之后 往河南郑州 郑州的礼拜堂太小了 不够开会之用 只好支搭帐篷 有时狂风阳尘 迷人眼目 有时风雨交加 冷册击鼓 来者多数孤儿及劳动者 和天津的听众 成一个强烈的对照 宋上节于是想到 久居市区者 当不时退到郊野 避免困于世俗 所以应在城市 训练基督精兵 好富四从事救灵 村民较为虔诚 常自动起立公开认罪 有两个传道人得的复兴 工作顿有力量 有一个邮政局职员悔改 另有二名女子现身读神学 回到上海 在家里与宋师母与女士相会 他告诉她 继牧师等人仍在山西工作 非常困难 因此上海就有一二领袖 怪上节喜欢通都大义活动 让童工在穷乡僻壤吃苦 对这种批评 上节的解释是 我所重视的并非成事的享受 只因成事乃是大量罪人集中点 何况城乡之十字架各有不同 相间的是物质生活上的倾苦 成事的确是精神生活的困难 谁不承认繁华闹事是罪恶冤走 其中的罪人又骄傲 又玩梗 反对的花样也层出不穷 撒了种仍要汗与泪来浇灌 岂可说是享福 我再是若贪享了俗福 天上的赏赐便没有份 究竟赎为尚算 但望上节不到吃鱼如是 在等候其他同工归来的日期中 上节曾在会中女校宣道 成福的师生约五六十人 他们虽是恪守安息日 但以入主恩 便看清一文而乐 与上节为友了 其他团员到了上海 上节便与他们立约不再分开 无奈后来意见越发分歧 甚且貌合神离真可惋惜 其实 中日关系紧张 伯特利领袖主张 将神学院及护士学校 迁往香港 而将孤儿院迁于大明府 上节一面等待步道团 下次出发步道 一面预备圣节指南 明年的全部稿件 某姊妹原系护士 后则献身饰主 助他写了三十几篇文稿 竟被人误会 1933年初 步道团又出发往山东去 因为五人同行 同工多了 工作分开来做 落在上节身上的自然较少 他向来喜欢工作 总要把时间精力 用得涓堤无余 才算满意 现在机会少了 心中未免难过 到济南时 他主要的工厂 是齐鲁大学 那时候的省财政厅厅长是阴谋 本来已是基督徒 其儿女正在齐大读书 因厅宋博士讲道信了主 使阴厅长大感欢慰 越发热心 在政界和教育界为主做见证 济南之后 有违宪 济宁二帝同时邀请 为了便于进行 仍然赞同分图 济牧师往违宪 上节往济宁 济宁是济牧曾经工作的地方 不过那时是长老会 而今上节宣讲的地点 却是进行会 灵火毅然 主要的几位长老执事被焚化了 立刻看见上帝的荣耀 某信主御长曾请他向百鱼囚犯不倒 济宋二人在围县 济宁已毙 殊途同底黄县黄县的西教士 对济牧怀有成见 上节携他同网 第一二日由上节坐开路先锋 然后为济牧介绍 留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自己则到登州开荒 登州的教友不多 又不可目 西牧与华牧且彼此不同心 工作格外困难 但上节并不灰心 更努力阐阳真道 讲了几天似乎无效 便改开祷告会 在祷告中 主赐下焚烧的灵 使石头也呼叫起来 结果是中西旗舰消除 大家同送上帝 到了避暑的烟台 上节竹岭早晚二会 祭牧负责舞会 和内地会所办的西同学校聚会 上节自述在烟台的经验 那时我学会了进一步的死 让灵火把我化透了 不为任何事物所左右 喜乐的灵扶持了我 使我平静安稳 好像断过奶的孩子 在母亲的怀中 在高密 不道团在野地之搭帐篷 起初还是大家同工 其后祭牧应交周之请 舍此就彼 无形中又分途了 高密将会本注重方言 但会说方言的人要在主前认罪 可见说方言并不足以证明 说者已够圣洁 祭牧师在娇州的光景也很好 那时丁丽美牧师离开 伯特利神学院 学院当局据说 有意要召祭牧师回院执教 上节由此知道 若是上帝的旨意要你分开 则必有种种事故 使你难以合伙 山东行义 与此已毙 关于山东工作 阿卜托博士曾做一报告 有如下的话 凶残好杀的土匪 贪污腐败的官僚 桀骜不驯的军人 飞扬跋扈的学生 以及学者 商人 乞丐 车夫 男的 女的 老的 少的 都受感认罪赔罪 改邪归正 齐光景时 为前所未见 1933年3月 步道团有鲁士豫 到开封 甲蜀尽信会的 即便南校礼堂聚会 其初学生照常上课 并不参加 到了某教员接受了基督 才引导沉重前来 介绍了五六十人 做主的门徒 会后 季木音是反护 其他团员便到起县去 事前 原说 有二百左右学生听福音 不易 届时到会的 几乎尽是老太太 男人 却寥寥无几 尚结见此情形 只好拿出他的表演法来 但是尽管他如何反复表演 他们仍然莫名其妙 只知认罪 认罪 不断地认罪 他无论如何 只得为他们按手祷告 这样一来 他们心窍便豁然贯通 知道罪已蒙涉 不必不断认罪了 靠自己能力 常徒劳无益 赖圣灵工作 则事半功倍 愚资一信 三天以后 回到开封 在巡礼会开会 到会者约七八百人 这回 教会中西领袖 都能同心合作 其中戴德生哲 四代雅各牧师 越发结成帮且 上节也堂请他们领导 最后一天 祷告的时候 圣灵在他们心中运行 传教士与牧师相继认罪 好向火炬之传地 历四小时而不息 大有加密山上的光景 灵火随热切的岛声 从天而降 把梵祭 柴木 石头 尘土等等 都烧个静静 张德教会中多心派 他们希望上节物 专重石架宝穴等 古离古怪的落伍言论 但上节并不理会 召挥起圣灵的两利剑 大讲其宝血赎罪的 基本的道理 结果是 二百听众 己全部归顺 甚至牧师也自动降服 承认自己没有重生 并声称从此以后 自愿只传那千古不易的生命之道 到了石家庄 祭木一游互道此 与不道团会齐 这里的神诏会众方言 但能说方言者 仍多伪善之辈 他们一样 要道空器皿 认罪悔改 与上帝和好 上节对他们说 一个罪人所需要的 不要说方言的灵恩 也不是其他什么灵恩 而是基督的救恩 没有对付罪 没有得到救恩 就去忘求什么灵恩 是危险不过的事 常常会因此上魔鬼的当 石家庄附近 教会知悉人传教士 有二三百人 前来与会 就是君亦有人来 他们在会中君大得帮助 回去以后 热心大增 对主言的信心意大增 太原教会有学校医院等 可惜信仰不纯正 某爱主护士 请不道团 到中华基督教教堂 去开会 祭牧师住在一位 信仰纯正的弟兄家里 上节因为患咳嗽 祭遇在新派某医生府上 不用说其起居饮食 都欠照应 咳嗽得很厉害 身体也显得非常孱弱 大可以象征那教会的实际 工作的结果 只有少数护士归向了主 领袖们则始终不敢欢喜 停定县的有爱会 也是新派的 前任的牧师给西教士撤职之后 怒火中烧 画了许多挂的偶像 卖给人家供奉 离经背道 一致于此 那时尚节仍在咳嗽 却不敢稍微体贴肉体 依然迫切传讲 教会学校的小学校长 态度骄傲 对不道团非常反 可是唐主任及西牧师 却蒙了大恩 那位叛逆的贝格牧师 也来听上杰骂 哭骨头 老骨头 却给骂醒了 对众字毁贪婪之罪 还承认自己以前是饭碗牧师 领袖复兴以后 平定的教会前途 便大有希望了 平遥的教会 是内地会的教士牧师们 积多年的忠情工作建立起来的 因此这里没有被不信派的 心神学所进入 这里接近习圣摩牧师的故乡 附近教会多数 是他当年努力的功果 甘堂以爱犹存 信网淳朴兼真 故能在以后战争 和逼迫和岁月中 毅然独立 布道团道士内地会的西教士 到处分派单张 其谦逊与热心 可见一斑 可惜 该地学校缺乏 文化落后 没有人才起来做本地领袖 工作未免不彻底 红桐是内地会在山西的会晤行政中心 辖下有38线的教区 他们约定环游布道团在他们举行二年一次的教区会议时前往 尚杰等到时 38线的领袖齐集 其中有西教士33人 华教士值5人 尚杰等一到 他们便打算设宴招待 可是给拒绝了 尚杰说 我们并不为饮食应酬而来 的确 他的全身心都给工作吸住了 对于社交 不但无益 意义无瑕 内地会在这里 伴有普润中学一所 及圣经学院一所 故听到的人 不愁太少 他们本来要求一日开会二次 其余时间照常举行年会 布道团则主张前三天时间 全部限为灵修之用 后三天使全部用来 讨论会晤 尚杰建议说 不中灵性不求神导的会议 能成就什么大事呢 必先受灵火焚化 然后才可以发生炸弹般的能力 他们的意见被接受了 尚杰主讲 用的是英文 为了便利西教士 由林景康传义 林军同时也兼做示范 因为上节表演时 不把景康用绳子捆绑起来 以示对罪人之捆绑 使听众更能了解 他有一天讲的是 撒玛利亚的复兴 把肥利的工作的失败来 和近代外国布道家的失败 做个比较 肥工作 报告到耶路撒冷去 看起来是很动听的 正和现在布道在国外的工作 报告到本国 发表在杂志上面 看起来是轰轰烈烈的一样 其实 布道家的工作 缺少了一件主要的东西 圣灵的能力 又有一次 他把保罗警戒 提摩泰的那个危险的时代来 和波浪相比 这波浪是正要淹没 教会 这小传的 有一天 讲道完毕 台下挤满中外信徒公开认罪 同时祈求灵力 这种现象 西教士是朔剑不鲜的 但是他们自己这样做 这回还是第一次 复兴之火 本来一点着了的 现在更熊熊燃烧起来 红彤讲道一星期 布道团便往林坟转搭火车返户 可是坟河沿岸的黄泥路 下雨过后 已变成泥泞 公共汽车不得不停开 要到天晴路干才可恢复行驶 因此 在山西南部工作的团员 虽已不胜劳粹 却不能回 只得耽搁下来 尚捷等得不耐烦了 把公共汽车站长责备了一顿 说汽车不该不到 责备完以后 就在路过睡下等车 像苦力一样 布道团回到上海 即在伯特利举行大会 伯特利当局拿尚捷做号召 到处宣布宋博士要讲 但以礼书即使徒行传 同时向外请了两位讲员 一位陈崇贵牧师 一位欧里沃博士 上午的会由上杰和欧里沃两人分别主领 天天两人关于基督徒要不要经过大灾难一问题 意见恰恰相反 这使上杰大不高兴 也使伯特利左右为难 结果在为期三周的查经班中 上杰只讲完了使徒行传译书 这样 1933年上半年的工作便告结束 上杰技术这五六个月的教训时写道 主在这段行程中 领我上了加密山 教我看出什么是假 什么上针 什么是血气 什么是灵工 别看那皇家供养 既尊且重的先知们 别听那震耳冲天的叫嚣声 只要镇静地以悟性 及信心求降天火 整个投入焚烧的灵里 让我焚化了吧 焚化了便能听得 耶和华是上帝的见证 唯有炽烈的灵火能消除成见 融洽人心 也重置于一炉 修真料的敦目 他后来在上海下令会总结 这一段的工作 说 这一次在北方 一连传道五个月 我从未一口气工作如此长久过 尝试做了三个月 就休息一下 因我身份受不住 这次延长了二个 月天时又冷 脚冻得怪痛 还是照样一天讲三次 北方的饮食吃不大惯 因此身体更见无力 记得山西的时候 竟软弱得不能久站 只好端以讲台 两只脚轮流调换着支持体重 弄得腰酸脚痛 实在难以支持时 再坐着讲 坐坐 背脊又酸痛起来 真是山穷水尽 无可奈何 但我不愿体贴肉体 仍然拼命传扬十架福音 可怜啊 还有人在反对攻击我呢 三十八 与伯特利合作的默契 伯特利会后 工作与组织重新调整 鉴于旅行步道 有些听到的青年女子 对团圆中之未婚者 特别垂青 诚恐影响工作 遂决定请青年的李涅二军留护 让其他三人同行 后李道荣赴美入幕 狄圣经学院恭喜音乐 涅子应入伯特利教会工作 团于是指圣夏祭 宋 林三人 在再往华北之前 祭宋二人曾匆匆往汕头一次 做短期的对外步道 会避急返上海 其他的调整为 其一 圣洁指南中 上洁的讲章最多只能看二篇 其二 此后聚会 改为每日四次 笔记送二人荣义均他机会 二人且需同地同工 对于这种调整 上洁的意见如下 宗教刊物 原非出风头原地 过去在圣洁指南中 多刊自己文章 目的远不再出风头 现在已受限制 只好舍量求制 在准刊的两天之中 力求内容之充实 二 本来我们颇相得 当局这样的安排 反而形成分野 不下隔膜 游影可见 在团体工作之不易 而恩赐类似者 由难合作 所以主也准许保罗八拿八分道扬镳 这样 我离伯特利的时日近矣 三人同往查哈尔省会张家口 讲到地点 头三天均在协同会 第四天再就试君 以后便在美谱会 这里交会信仰参次 虽属边区 新派已成虚而入 贺利基群者指一位客戟爱人兮教士 他把信心生活 经验告诉尚杰 使唤他深深地得到激励 有一天 尚杰为病人祈祷 见一几股折断者颇有信心 就叫他起来 他即立刻起立行走 一些人以为他只是一时兴奋 怕他太过吃力 急忙来搀扶他 他竟因此不再行走 只好坐下 尚杰于是悟道 信与不信不宜同负一恶 免受其阻挡败坏 有一人来信述自己蒙恩经过 颇令尚杰心佩 不料他乃借此 在各地作教骗子 盖所证 非其所见 多属子虚 张家口之行 叫尚杰悟 轻易与他人同工 勿轻易信任人 勿与无信心的及假冒为善的人合作 到随远规划 内地的领袖一百五十人都来参加 在土匪猖獗的西北 可说是难得的盛会 开会一日四次 但因同工不同心 使唤尚杰精神异常痛苦 因而影响工作 无形中给魔鬼留了地步 其实还有一种误会 其姊妹查西尚杰尊翁的通信处 竟寄三百元送他 同工知道了 以为是尚杰事宜的 深知不满 因一团规 所有赠款一律归功 尚杰并没有把家里的通信处他 水落石出 事后 尚杰知道事情是这样的 那时新化教会 令其尊人送学连牧师退休 他老人家 却愿意继续义务工作 所以主特感动这位信徒 现今接济他 规划有耶稣家庭所设立的工厂 容纳一般失业的信徒 一面做工 一面传道 尚杰到场参观之后 发现其中的破绽 原意固在旧人 后来却渐变而为饭碗主义 尚杰就坦白告诉他们 你们若注意金钱 必然失败 听说这工厂其后果倒闭了 包头的教会联合起来 请不道团前往 三人住在内地会 听众约有一二百人 其中有一高贵而摩登的妇人 亲耳地听 显得又谦卑又热忱 问明后 才知她遭遇困恶 希望道会得到安慰 另有一女信徒 数年前在教会内 结训了一位男朋友 后来和她结婚 后来才知道她只加入教会 愿意追求她为目的 娶她后便不再去礼拜了 慢慢地心也变了 爱情已成明日黄花 她结了新欢 家中又多了一位如夫妇人 她莫如之河 只好也来吸烟 打牌 喝酒 看戏 以为消愁之计 不料愁即未消 或又种之 其爱女竟告妖王 她自敢毫无生趣 正你自杀以了残生 一天 在会中听见主的话 你虽然忘记我 我却不会忘记你 她猛然醒悟 毅然回首 即刻得到天上来的安慰 萨拉齐居民 多把出生女英气于路旁 所以这里的内地 会创办一所孤儿院 专是收容弃英 女童在院中学得一技之长 长成后 做女工自食其力 悉因当地基督徒不多 后来多嫁与外教人 三人到时 院内还有几十人 其中有许多未接受救恩 聚会者五六百人 颇盟主赐福 姑女亦多清楚得救者 可是他们一向养己于人 依赖成性 因而缺乏靠主之信心 有一天 三人骑了骆驼 网页庚子年 遜难的西人坟墓 经北平转往保定 开第二次下令会 一日四次 听众十分拥挤 甚至为个人 按首限之事 医药剂 送两人规定时间分别应付 很多人由此复兴 勇敢地在众人面前做见证 一位女夕教士写道 这是保定空前未有之圣 除了几根烧不着的枯柴之外 人人都喜欢步道团 都把热心点燃起来了 到了张德府 这是第二次 上次道会的只有二百余人 如今约增一千人 上节见道会的已富如居多 便提议由四次减为三次 宋二记一 纪墓起初不肯 后来答应了 果然一次之收果 远胜二次 可见正如宋所说主言不多少 意识中的便刺透人心 一句恩言变足令人省事 上次来时复兴了的牧师 进步神速 这次大大发挥作用 使短期的工作 产生了深远功效 由张德府赴湖南途中 继目要上节打开棺材 他认为上节有下列几点 亏欠伯特利教会 一 拔除最根的道理传得太少 二 贪财 三 领人归己 关于这三点 上节答复如下 第一点 我只劝免信徒时刻 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私欲 第二点 说我贪财 我曾强夺过谁 我曾勒索了谁 我也未尝向人要过钱 天父赐得兄子赠的 尚且都全数归功呢 我也从未妄自享受 三 论到领人归己 我卖力的机会比别人多 倒可承认 寄济于巡游步道团的我 究竟如何 且为何领人归己 可是 为了追求同工间 彼此和睦起见 上节说道 求主使我能进步 就请饶恕我的亏欠吧 他们断我工作必败 我为尽力播种浇灌 仰望上帝使之生长 待诸侯人乐为收成 我自知怎样谨慎在 立好的根基上面建造 让个人在基督台前 被显露受试验吧 上帝是见察人心肺腑的 这是上节对于指责的态度 抵长沙 住在陈崇贵牧师家里 继牧师早上 向神学生讲解教义 晚上假寻到会领灵修会 上节则日间在寻到会查经 夜间在寻到会领奋兴 为时时日 这里是听众水准很高的地方 因为内地会在这里 伴有一间圣经学院 常有名牧和名流 前来领会 戴德生在这里逝世以后 内地会为了纪念他 也设立了一所医院 此外还有其他的教会学校 及省力学校等等 其实不到团内正闹意见 外面又有攻击 雇上节格外恐惧战惊 每次开会必恳切祈祷 足之大蒙恩倦 长老会本来大不欢迎上节 现在却邀请他去向学生正道 到会者约有男女青年千人 第一晚便有三四百人任信 其后听者越来越多 会场竟容纳不下 使陈崇贵牧师大感欣慰 一位女教士 从上海搭火车到长沙 带德生纪念医院的 安德医生到车站接她 一见面便对她说 把你的行李留下 赶快跳上黄包车吧 宋博士的奋心会就要开了 迟些就没座位呢 那位女教士于是不顾旅途劳顿 敬赴会场 一路上安医生告诉她 自伯特利环游步道团到了以后 整个长沙已闹得满城风雨了 这位女教士所听的讲章 是浪子回头的故事 这故事当然是她所烂熟的 但她从未听过这样的讲法 讲到的是宋尚杰 翻译的是林景康 其实两人只是串演一出舞台剧 中间的插曲是归家吧 归家吧的合唱 宋博士汉流满面 讲得有声有色 讲完后有一大群人上前归信基督 那时伯特利的胡尊礼教士在三智殿促纪木反护 说要改组不道团 纪木临行与尚杰利约 为无论如何要与他合作 他并为此团业以奉献 不得改组 否则他就要离团 继续后 宋林二人便到常德 从此祭送二人便很少见面了 到常德 初在加拿大圣节会工作 堂小人少 其后寻到长老等会也来参加 人事见多 会后德西伯特利 以令祖两广步道团推计目为团长 并催林景康反护 可是二人已决定前往衡阳 只好先在衡阳宫和完再说 尚杰深信改组计划乃出诸当局 纪木匕首诉约而不加赞同 未赴衡阳之前 先回长沙陈玉小住 在陈玉 尚杰接胡尊礼教士一信 叫他返护搬家 陈崇贵牧师教他做如下答复 衡阳会期已定 先攻后司 攻必即返 衣地衡阳 可是无人到站迎接 虽然事先有电报约好的 二人只好探寻前往 到了会所 才知道闹了个笑话 原来附近村镇也有一些人前来附会 其人是有二人同行 提着行李东张西望 接车人员询问之下 致他们正要前往开会地点的某某教会 又恰好一送一林 便把他们迎了去 致发电之老宋老林反而无人迎接了 衡阳三间教会举行联合大会 每次到会者约七八百人 教会的领袖们最初知道纪志文团长不能同来 已再敢失望 他们又听说宋博士是着重感情的奋行家 说越发担心 可是衡阳工作却非常美满 圣公会的威尔生牧师有台下的报告 宋博士从主那里把复兴的权力 向旋风班带给我们 中国人也承认这不是别的 正是圣灵的无限能力 在整个星期中 每日开会二次 每次均长达两小时或两小时以上 宋博士把鞭辟入礼的精益 忧伤哀痛的祈祷 喜极欲狂的赞美 像急流一样蹦射出来 还加上他活泼的动作 尖刻的讽刺 风趣的幽默 使听众都深深地得到印象而受了感动 他身体的动作也非常出色的 他在讲台上跳来跳去 有时用粉笔把抽象的道理在黑板上白描出来 他的动作有时甚至是诙谐的 目的在把一个故事讲得生龙活虎 他祈祷时 简直是把生命倾倒 全部信息道完之后 便把我们带到了高峰 使我们众口一声的欢乐赞美 这真是一个启示 一个不可思议的感动力 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好处呢 第一 他是精洁活起来 他讲以细节书第37章 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他两手拿着两根枯骨 象征着两名枯死的教友 然后用两股相机 苛然有声 好比枯死的教友为名利地位而纷争互斗 于是他大声问道 枯骨能听上帝的话吗 跟着自己答道 感谢主 他能 一个死的教会也能听上帝的话 只要所传的真正是上帝的话 第二 他使冷淡退后的教友火热起来 他拿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 比成一种教友 他的信心 圣经 祈祷 都给魔鬼抢去了 还给他打个半死 为什么魔鬼 只打个半死 而不把他打个全死呢 因为 半死的教友对魔鬼最有用处 所以 有生命的基督徒 一定要设法搭救半死的基督徒 使他们重获信心 圣经 和祈祷 第三 他使我们决心 而且热心跟从基督 他领我们上八幅之山 每一幅代表基督 在世的一级 从降生 一直到独楼的 每上一级一个上进呀 的护照 跟着一个响彻人心的合唱 最后直抵 唯一受逼迫的高峰 然后 忽然之间 黑板一开 十字架凸现眼前 他大声问道 我们能够跟随主直到独楼的吗 主耶稣啊 求你使我们愿意 一路不屑不殆地 跟从你 当贝尔生牧师说 如上这些话时 他记忆犹新 印象仍在眼前活现 直到二十年后 他回忆往事 写道 宋博士传道如此有力 直到今日 其中许多信息 仍在我记忆中活跃 甚至那些合唱的短歌 也还完全在我心中 不可磨灭 还有一件永至不忘的事 一天下午 宋博士邀请凡 愿意倾土肺腑的人 都可到他住处面谈 有三位中国童工 请我和他们同往 我们到了他寓所 这三位童工把心腹之言 都向他申诉了 宋博士经一一记录 在一本颇大的记事部里面 然后一一为他们祷告 他祈祷时 清泪滔滔 以两甲上分流直下 恳切求主 以基督十字架的权力 以圣灵的工作 使我们战胜罪恶 衡阳工作 以毕 上劫忧从中来 便写信给北平 天津 温州 烟台等地奥运会 说明他将离开伯特利 而自由工作 可是他没有计划 没有把握 甚至家眷在那里安顿 也毫不知道 经长沙返上海 同行者只有忠实同工 翻译能手林景康军 回到伯特利时 人多不敢亲近他 尚劫赶到前路茫茫 好像亚伯兰远离哈兰 而不知所知 唯信主旨尽善尽美 必不亏待他的仆人 他脱汤木租一房子 月租二十五元 义务即行搬家 临行 胡尊礼女教士到房间 来要扣留信件 尚劫说信 借他私人所有 并无团体公函 但他命人开箱 把一万封左右的信件 连他未加入之前的家信等 都拿去了 他叫了一辆班厂汽车来 不许下属相送 只派林景康军做代表 随车送行 与伯特利同工三年 到此乃告结束 上节写道 回顾以往 恩主圣守亲在带领 显而可见 三年之中 训练我 造就我 不让磨难居然临到 带到羽毛以风 才搅动潮窝 还伸展双翅 就我不道失坠 记致闻牧师说 宋博士充实了 不道团力量 不道团给宋博士 开了传道之门 至少从人的方面看来 这是两者关系 之最简要的说明 39 孤军奋战 脱离了伯特利环游不道团 和朝夕贡处的同工分别以后 上节心里 自然不免难过 搬家以后 初期没有工作 待在家里 被绝烦闷 幸亏不久后 便有福州人的乐安堂 请他去领一个礼拜的会 才把季末打破 到会的约二三百人 有六十三人蒙恩 多系异教徒 该堂的费用 据说是某富翁独立支付的 但他一面仍在犯罪 史上节制惋惜 可是这堂是 他离开伯特利以后的美衣工厂 对他也有莫大的安慰 既此者为洪德堂 到会者四五百人 一周之间 有增五减 结果 有一零四人得救 随着全户奋进会传到联合会 请他在景灵堂开三天 新春不道会 来者有千余人之众 最后又到清新唐领会七天 有学生约二百人 绝至归主 父神步步为他开路 并预备一切 使他觉得今后 大可放心自由工作 那时他声名洋溢 无论到那里 听到的人都摩肩接踵 会成人海 有些人为了占有座位 折提早两姑三个钟头先到会场 会必仍流场不去 只叫朋友出去买食物 暂时充饥 以便听下次的道 开会时 有时是上节自己领唱 首辉白金 叫听众拍掌机节 短倒以后 讲到余烟开始 通常他总是带着一本大纲 虽然讲到时 他很少加以翻阅 有一次 讲到完毕 为了应付问道的人 他把这本大纲忘了 到住所后才想起 便故不得肚子饿 静自回讲台 去寻大纲 那些同餐的朋友 等了又等 等得不耐烦了 只好以唱诗来安慰鸡肠 一直等待到上节回来 才共同善 上节讲到时 是绝对不许骚扰的 诸如孩子提哭 中途起身退会 会中高呼 哈利路亚等 都得挨骂 他骂人 是不客气不留情的 哪怕你是牧师 是传教士 只要有可骂之处 便当众严厉斥责 奇怪的是 他所骂都是对的 哪怕是暗地里犯下的罪 他也没有骂错 许多人被他一骂便骂好了 某次有许多青年 找他谈到 他指着一个女的说 你偷了人的戒指 还都还他 还了再谈 那女生听了 竟浑身打颤呢 他解释讲章 方法层出不穷 最普通的是在黑板上 或写或画 或叫人上台助他表演 有一次他叫一位西教士 对听众伸出双手 以说明定时自驾的讲章 有一次 某教堂在讲台上 沉设着盆花 刚好上节所讲的是 对付罪的办法 你用零碎浅薄的手段 修业简直是无用的 你一定要连根都拔出来 一面当真把花根拔出来了 当他讲教会复兴的时候 他喜欢用一个炉子 放在台上 堆着木炭 用扇子大力扇个不停 炉火就旺起来了 这就象征圣灵之风 使教会圣火炽烈 又冷又湿的木炭 象征大多数的教友 其中最冷最湿 而又最大最难燃烧的 当然就是自大自尊的牧师的 大家共同的责任 便是使炉火烧到通红 无论什么柴炭 一放下去便化为烈焰 其实好几个教会净聘 上节去做牧师 他祷告上帝 主 若你要用我做自由传道 求你给我两项平正 一 在一月之内 为我开五省传道之门 二 同时给我八百元旅费 感谢主 圣节指南停刊上节的稿件 同步到杂志 陈兴报 通问报等都刊登他的信息 文字工作录打通了 江苏 安徽 山东 浙江各省传道之门也开了 同时从湖南 宝定 北平 石家庄 包头 萨拉齐 广东等地 不约而同地寄了挂号信来 每封有二十元至五十元不等 且多细不识或不具名 汇款人 一月之内所得已超过所求 我不得不始终始成 尽心竭力 去世奉勇不改变的恩主 或顺或逆 或苦或乐 我不计较 为求以马内力 永不弃我 首先往江苏镇江 教会虽有联络 为教友不多 初在西木贾家美 所主持的长老会工作 教友寥寥无几 后到另一所长老会 唱了好酒诗 与会者姗姗来迟 充其量也不过二百人 幸亏宝盖山那边 教会的听众多而且成 于是决定日间再次讲道 果见许多人真实蒙恩 其中有些是有名的大罪人 主本来只是上劫 在此将有二百人得救 但他以为镇江是江苏的省会 恐不止此区区之数吧 到镇江后 才知道工作十分困难 到了第八天 还不过一百一十余人 他于是由疑心落到灰心 不料此时某孤儿院 忽然来邀请 那里有男女二三百人 仅一次聚会便有八十多人得救 算起来恰好二百人 主的应许果然不会落空 在安徽宿县 道会得七八百人 这是上节第一次讲道 没有人翻译 幸亏大家都听得懂 蒙恩的多维教育界中人 这里也有一二新派领袖 其形势多伪善黑幕布 上节不客气把他们揭开 制造他们反对 在宿县有一个摊子 眼睛呆滞 手不能动 足不能立 人抬他到上节内听到 会后上节叫他认罪 他最先认出做盗贼的罪 手就会动了 认出杀人的罪 眼睛又会动了 再认所有的罪 就居然能站立起来 然后北上山东 济南虽是第四重游 然来者仍踊跃 商人 政客 医生 大学生等 均争先恐后道会 足证明主赐他 比以前更好的机会 林仪的教会偏重灵恩 主张必先有灵性地被提 然后才可得一身体地被提 于是聚会中有一种现象 唱歌祷告时常常忽有人仆地死去 然后又活过来 说是看见了异象 上节领会时间 亦有人突然扑倒 他亦不加阻止 只在最后讲被提的真理 较听众明白最要紧的还是爱心 于是多人蒙恩 领袖中亦有觉悟以前错误的 青年现身世主的 更有不少 违宪所有的长老会联合起来 在乐道院开会 较有来者约二百人 此地有广闻 男女中学生有一二千人 可是前来听到的学生 多中场退出的 不肯悔改 直到最后两天 他们敌不过圣灵的感动 睡不着觉 只好打开棺材 约二百名香绿自动 由其路归回 一变而为谦卑可目之信徒 开座谈会 彼此作证 且组织步道队四处工作 乘汽车往停渡 见负星之火仍蔓延 新与会者颇不乏人 远到来的人 还自被馒头冲击 五六十人同睡一房 但皆不以为苦 可见其可目之臣 曾有二三百人整夜祷告 顾上节一到即为五百六十人 按手时 一般追求者便立即有了表现 但上节对他们再三嘱咐勉励 不要注重灵恩要保守圣洁 跑爱心的道路 会众为两个摊子同心窃导 果然盟主一好 到了青岛 是为第三次 在尽信会对七八百人传讲 教会很合作 组步道队四十多队 有一人为群鬼所赴 上节与信徒们为他祷告 大家看到灵与鬼交战情况 任一罪去一鬼 带群鬼进去 灵财入住 可是鬼群仍不肯甘休 时时来侵扰 直至他肯赴十字架作证时 始告脸计 在烟台 西教士得某方面警告 说宋上节 已不传宝血赎罪的道理了 不圣节了 他们不免有点戒心 为以前蒙恩的一群并不置信 以为上节不至如此反复无常 可是为慎重记 他们特派代表二人 一中一息 前往青岛查个明白 二代表见上节信仰如稀 急忙雇了汽车 把他接到烟台去 烟台开会为期十二日 主与上节同工 用神迹随着 证实所传的道 向来反对上节的知识分子 现在多谦卑俯伏在主面前了 到了河北天津 上节本以为是教会请他去的 此时才知道 是一般爱主者 凭信心约他去的 教会不肯借用唐语 只好临时租下离家礼堂 每日讲道二次 道会者有七八百人 蒙恩者极多 一般领袖曾极力阻挡 攻击与毁谤 反而发生宣传鼓吹作用 受迷惑者越来越多 使领袖们图患奈何 上节见于目怀成见 阳感彷徨 彼此既难融洽 不如各行其诉 何况欲脱离教会者 有三四百人 为数不少 与其停止聚会 无宁另行礼拜 上节于是提议我 建一基督徒步道所 以立传道 旧灵事工之进行 众热烈赞成 当晚现金 得七八千元 一座分别为圣的会所 俨然呈现眼前 当上节做此提议时 有三位姊妹 同时听的美妙歌声 一若天上众君 与众圣徒 亦赞同此举 上节唱办教堂 此为绝无仅有的例子 他尊尊劝告会众 切勿存自高旗士之心 在可能范围内 仍然要竭力辅助教会 追求和睦合作 选定负责筹备人员后 上节为他们捣住 这不到所后来 是天津最大的一所教会 为主做了活泼的见证 在北平长老会工作三日 既经天津 直往浙江杭州 其实 王明道是在泰安领会 得齐齐来信 知上节即将乘火车 经过泰安 王继打听好火车 到达泰安的时间 一清早到泰安车站后舞 在车站上与上节 谈了十几分钟 车便开了 这是中国两大不到家 王宋二人第一次会晤 实为1934年5月4日 到了杭州 各堂领袖开会欢迎 十日中开会二十次 圣灵亲自动工 宏道等校学生纷纷遇会 归顺者众 入教有年之老教友 清楚做了基督徒 成立五十步道队 其实封闻新派的 艾迪博士将到行领会 上节深知此人信仰不正 便力劝大家抵制他的一切集会 反护在穆尔堂聚会十日 上节因见前此蒙恩者多以退后 便加以鼓励蒙恩者奔跑爱心的道路 训练他们成为诚信的步道团团园 使之爱人及自爱 救人及自救的真理 游户前往湖州 上节讲道时 圣灵抓住了汪兆祥牧师 此工作五年的挂名牧师 只知道体贴肉体 住洋房 想肥干 办社会事业 要名利双收 有一天 他受了上节感动 要清理罪债 追求圣灵 此时魔鬼对他说 认罪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吗 做了五十年牧师 还要在人前承认罪 不怕人笑死你吗 他真的怕了起来 寸心忐忑 想战又战不起 直至听见主对他说 不要惧怕 起来认清一切的罪 他才起立 侃侃然将假冒为善的罪 对公款不清楚的罪 一一认了出来 众人听见了 不但不讥笑 反归荣耀于主 重生以后 他放弃从前以电影 换灯 社交等等吸引人的方法 只传简单的福音 出以为有百得救 于愿已足 不料结果竟超过六七倍 组了五十余队 不道队 还有十多位男女青年 奉献侍主 他后来写道 我拿教会的薪水 一年又一年 结果钱在破贷 子女读书读到年年留级 学费白白花 所疼爱的儿子忽然死了 既又天天生病 所有的钱大半用在吃药买棺材 这岂不是钱在破贷吗 他更把他所得的教训 告诉众人 认罪是羞辱撒旦荣耀上帝的事 且为圣灵充满的必要条件 回到洪德堂开会时日 上节级赴杭州举行第一届陪灵会 为期半月 周在湖山堂 夜在司成堂 各处都有代表出席 可是当地教目却不赞助 其中有二三位 经会有奸请南雀 也勉强前来应酬了 此次之冷淡 与上次的热烈 事成反比 令上节大惑不解 他想 我导人组队 目的在训练义工 辅助教目 兴旺福音 难道教目反不愿 我从事复兴的公额吗 他愤慨极了 就在末几日 对教目扫射起机关枪来 四十 所向披靡 上节回福建之前 先到汕头工作 日间在溥义社 长老会 等处讲道 同时招呼 即可目议者 于晚间到伯特利堂聚会 伯特利堂可荣千余人 不斥视 全汕头信徒大会 上节对大会 作有层次之讲道 凡十二日 听众大蒙恩 共为千余人 按手祷告 一九三四年九月 上节再到福州 作为期二十日的讲道 在这里 他把在汕头之行 有效的新办法 再度实施出来 先在各堂号召爱主者 进而在一中心的聚会 再求深造 工作二十日 出在旧主堂 既至天安堂 后复聚于旧主堂 最后甲城内粹贤堂 举行全城大会 此次成绩 不下前次 共组了九十六队的步道队 上节本来打算竞赴厦门 不拟取到惠安 因为他不喜欢经过新画 有阴该地是有匪患 可是主却不许 定要他从惠安经过 因此得以回心画物 老父一面 地家时 宋学连老牧师正在病中 咳嗽贫人 别挤年鱼 竟发白齿托 垂垂老矣 但仍起身与上节座谈 本来他因病 不能多吃饭 那晚上特别喜乐 吃得不少 上节向他报告 各地步道工作的情形 但仍不能使他欢乐 他老人家的心 好像有隐忧在 于是他对上节说 他最挂虑的 就是两个幼弟 要上节 负责爱抚这两个弟弟 若上节肯听从他的话 承受他命令 那就什么都比不上 这个喜乐 一晨 他答应他的父亲 因为父亲的心丹 要他爱护弟弟 爱弟弟 就是爱父亲 于是 宋老牧师宋上节下楼 在客厅吟 人生如过客一失 然后为 即将远行的爱子 助导而别 旅途劳顿 忧心忡忡 老父所给他的红毡 又是与此时遗失 令他意识到 慈父即将见辈 为老人家的临别赠言 仍萦绕耳迹 耿耿于怀 10月13日至11月13日 一个月之中 上节在惠安 泉州 张州 厦门等地领会 惠安聚会的人数 可四五百 教友学生各伴 上节为七八十病人祈祷 组四五十步道队 立即拆他们往四乡实习步道 到泉州 有三个堂会的教友 即培元中学 与培英女中的学生 约七八百人 共来听道 可是因当事者 未有妥为筹备 会众到会 又未被动的 并不可目 不带圣经 翻译者又不胜任 学生多存看热闹的心理而来 故无甚果效 所幸 其后 有人由惠安前来 做了生力军 发生了传热作用 至后来有人满之患 蒙恩者七八百人 为六五六人的灵性带导 最后 亦为病人按手 某夜一的长老心中不信 特地叫人抬些 病重病危的人前来 故意与上劫为难 但主却特别施恩显荣 贪者起 雅者言 他于是耻心悦成福 此时 有十一位长老义军谦卑 降服于主前 请上劫一一按手 主恩如肝拳泵涌 会及千人 恩权滚滚 波及漳州 这里四会联合开会 有听众千余人 讲道六日 为六四灵人带导 组成七八十步道队 上劫有一兄 三弟在漳州执教 上劫离漳州时 有五六百人相送 多挥类惜别 其亲兄弟虽也在送行者群中 可是无此惜别之深情 使尚劫深感主内之爱 是超越手足之情的 厦门教会 起初以为 有八百人座位的礼拜堂 已够应付 不料外来的听众 已达到二三千 挤得礼堂水泄不通 使讲道的和翻译的 几乎动弹不得 不得已 只好临时支搭帐篷 还是拥挤不堪 只得用停跳入场的方法 不准十二岁以下的小童入场 后来连大帐篷也容不下了 索性一大清早 即晚间甲骨浪雨 英华书院的大操场座露天聚会 可容七千人 五间则仍在厦门的大帐篷内 古浪雨和厦门相隔一水 来往听道的人太多 平时的轮渡不够用了 就有许多人想顾沐船渡海 可是这时偏偏许多船户 都去参加听道 大部分的山板都在罢工状态中 人们只好望洋兴叹 将会见此情形 便租了一艘大汽船 专在听众往返古煞之间 内陆交通方面 有扶权下长途汽车站公司 因为其老板听道蒙恩 也把乘车费打个对折 优待听者 这样到会的人越来越多 反对上杰的人 就登报说他妖言惑众 广行邪术 而且打算抬八十多位 换奇病怪症的去试探他 知情者都劝上杰不可造次 上杰却不愿退窃 反而更加警醒坚信地抓住主的应许 一方面特请许多弟兄姊妹 到山上去同心恳切地为此事带导 其实聚集了有二千左右的病人 其中且有几十个瞎眼的 哑巴的 瘫痪的 上杰祷告说 主啊 你说信你的人 要做比你所做的更大的事 我信 求你叫我看见你的荣耀 祷告了三个钟头 瞎眼地看见了 哑巴会说话了 被抬来得可亲自走回去了 有一位姊妹 瘫痪了四十年 亦立即痊愈 后来且送上杰一张照片 以作纪念 那一天共有一千多人盟主一致 十一也 救了四五千人的灵魂 为二二五灵祈祷 祖步道队三百 赞美歌声洋溢倒士 为空前未有之圣 病人来求上杰按手祷告者 需持有牧师签名的颜色卡片 分教友 牧道友和初道者三色 治愈者千余人 分别到各处为主作证 原定六天的会期不够了 研制十二天 可牧者自备椅子 勿坐等待 其至下雨不走壁 多人为求饱餐灵粮 忽视食素 有些死硬派 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不听不信的 现在都得救了 厦门有一间毒馆 因为风气一变 赌客稀少 只得关门大吉 认罪赔罪 承认基督 庆贺新生等事 时时有之 处处有之 复兴的景象 真有如火如荼的壮观 十二天转瞬即满 警察当局因为听众太多了 交通成了问题 下令不准续开 这才停止 上节离去时 送行者约有二千 他去后的工作 由各教会继续 各礼拜堂 每次领会都坐满了人 闽南教会复兴了 传道的门敞开了 厦门的工作 是上节 孤军独占 所获制的大节 由厦门乘船 赴上海转南京 因海物弥漫 船期延误 南京知会 为客如期举行 只好忍耐等候 在船上 他梦见父亲对他说 我要离你先到主那里去了 你还有七年的功夫 在世上施主 你要努工作 忠心到底 到了南京 听说本来也是各教会联合聘请 后因意见从生 改由贵阁会主持 不过各堂爱主者 仍然前来 煞谷的情绪那么热烈 而今相行见处 上节不禁予以痛责 结果仍然救了五六百人 到南沙乡 地虽辟小 仍有长老会 小群等派别 上节在内地会讲道 道会者三四百人 在祷告中 多人公开认罪 当地 纠集赔罪金数十元 加兴只有教友七八十名 学生虽有五六百 却不肯前来 至上下午 二场均不满百人 聚会九天 组了四十八队 学生们求看神迹 上节则故意不为病人祈祷 但当他在为听者的灵性带导时 主却自显荣耀 一哭手地叫花子静猛医治 在加兴会期中 上节曾未病三日 某晚 韩太太协令以护士致 散会后 相邪不行反育 她问道 宋老牧师近况如何 上节呼悟 未同是父亲逝世的预兆 就把手里拿着的电筒 向天空照射 信口答道 在天上 韩太太当时很不满她的戏言 不料那正是最大缺的答案 宋学莲牧师事事日期是1934年11月里 上节说戏言的那一天 厦门之后 每下遇况 但上节自知 这是主使他不至骄傲起来 以致遮蔽主的荣行 占据主的地位 由嘉兴回上海 领步道团团员训练会三天 此段行程 与此遂避 1935年元旦 上节原定在厦门 成轮往广州领会 会期已定1月9日开始 但该轮忽然改期起行 只得另乘他轮 会期因而延误一二天 他到岁后 才知前传 竟在中途遇海盗主之引领 使他免受虚惊 广州之行不是教会当局邀请 而是几位以前蒙恩的子妹 所组的伪伴会 约他去主领14天的奋兴陪灵会 上节初已没有牧师主持 总不太妥当 不敢答应 但主的灵催促他 结果去了 到后才知道 他们早有筹备 第一周假会爱堂 一日二次开会 颇盟主赐福 不料协进会 因怕上节揭穿 爱迪博士的不信论调 特召请几名警探 到场监视 但上节绝口不提人 使他们无从下手 第二周因协进会的干涉 会爱堂不敢续借堂语 任凭怎样要求 都遭拒绝 于是有人提议令建议可容 五千人的聚会所 未必风潮扩大 聚会先一道拨道堂去 到会者千五六百人 地小人多 拥挤不堪 为八七九人灵性带导 他们随后推举十二人 筹备建堂事宜 十二伟伴美人 集席认捐一千元 以为倡导 当晚筹足二万元 接阳有一批基督徒领袖 因在汕头聚会得到复兴 回来组织一真理不道队 凭信心工作 请送去讲道 因为他们准备工作做得好 顾尚节虽迟到了一天 亦有三四百人聚会 各次聚会中 共有七百余人蒙恩 组四十五队的不道队 并亦有很多盟主一致的 到梅县 适逢春节 起初道会的人不多 后增至四五百人 为二八八人灵性带导 梅县有一个长老 人都说他是一个热心的伟人 建筑礼拜堂 开办南学校 提倡社交事业 公益善举 真是数不胜数 他的儿孙绕夕 挤挤一堂 可称福人 不幸这位长老因爹祖伯 来堂听道时 请上节带导 可是没有医好 因传妻单个 不客及时前往厦门 决定在汕头后传期间 多做几天陪灵 奋心工作再说 信徒文讯纷纷前来 使人亦信凡事 只要是出乎主旨 虽欲阻挡 仍然与人有益 刚才所说的梅县 某长老也赶到汕头 又向上节求医 汕头人都说 那个长老博足若能医好 奋心会便成功了 抬到台前 请上节为他按手祈祷 但上节事先知道 他是为饭鸦片来汕头的 不允 不料他竟断气死了 他的儿女和他的妻子 十分悲苦 在堂内哀嚎不止 一时人们交头接耳 平长平短 会场空气紧张 秩序混乱 上节不慌不忙说 不要提哭 主能负责 便为他哀倒 主呀 愿你荣耀你的名 叫他复活 那人便活过来了 这人后来对上节认出许多罪来 如侵吞公款 贩卖马飞 奸淫污秽等等 到厦门 金井教会已派专车迎接 赴金井途中 汽车基建发生毛病 底部时早已万家灯火了 上节正感叹 近来遇事多不如意 但一踏进会场 面对数千忍耐等候的听众 一切疑虑 与疲乏都烟消云散了 上节没有到金井以前 一些曾在厦门听他讲道的人 已先为他宣扬了许久 一位叫做蔡太太的老妇人信佛甚度 而双目全盲 已达三年 他很想是一世宋博士的祈祷治病 便去附会听道 听后忠心悦纳 在一个未病人祈祷大会里 他照例成交前往 轮到他时 上节高呼哈利路亚 赞美主 蔡太太就看见一道大光 于是双目复明 归容上帝 回家后 他居然能看他儿子的圣经了 于是将家里的偶像 进行销毁 使家庭一变 而为基督化家庭 后来举家父菲律宾 在那里为主 做美好的见证 金井有一麻 封病人患麻风已久 听宋博士讲道后 便归信基督 其妻为基督徒 平日立更所得 不足温饱 又被窃贼光顾 连虎口之姿也偷光了 一晚 他挣扎着又姬又皮的身体 勉强赶上会听讲 到会时 他已入婚睡状态 醒后说梦见了天使 要带他上天 他说他在地上 还有麻风丈夫 所以仍想稍留片刻 天使对他保证 夫妇两人都得到医治 果然 他久病之躯 立即付得康强 他丈夫经上劫暗倒后 病也立即好了 身上的流肿 也见此消失 后来止于斑狠 他活了多年 最后离世升天时教导 上帝的羔羊穿着白衣 来接我回天界了 其妻流逝更久 其亲友 在马尼拉者多能证实此事 风声传播出去 道会的人越来越多 原有的礼拜堂容纳不下 只好露天聚会 在烈日炎炎下 一日三次 第一日 即有二千人认信 主的诺言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果真实现了 听众中来自台湾 南洋的 有永春 得化来的犹多 请为灵性带导的 有一九二七人 求主治病的约二千人 还释放了几十个被鬼附的 有一事使上劫深受感动 本来 金井的信徒并不多 代中华基督教 全国总会副会长 许生严牧师 助此主持会晤时 静平信心盖了一座 可容一千六百人的唐宇 人多以为大可不必 但主允诺他 要充满此殿 且将超其容量 如今应验了 回到厦门 灵敏南裴灵会二周 目的在兼顾信徒的信心 使之能站立得住 不为一端假道所困惑 台湾与菲律宾 亦有代表前来 支搭帐篷还嫌太小 索性把四位拆开 可尽量容纳听众 此会的后果未可限量 因有一百六十余位 青年男女 毅然现身施主 后来以晋神学院受造就 牧师虚心愈会的 亦不在少数 撒旦大为恐慌 连忙利用报纸大肆攻击 党部且下令驱逐上劫出境 上劫只得转移到对岸的鼓浪语去 黎明聚会 五十位届 已有四五千人先在静后 其实厦门公安局下了命令 俨然把它当成什么要饭 但局长太太把命令收藏起来 等一天的聚会完毕上劫 安然出境以后 才把公文交出 到泉州 得某参谋长庇护 三四千人在临时支搭帐篷里 聚会两三天后 因为风声扩大 不便久留 便悄悄地回厦门成轮返户 从上海北上北平 第一周在长老会 第二 三周在亚斯堂领会 会后改组不到团 把冷淡退后地淘汰了 注入一些心血 工作更有活力 那些忠贞首到的 四年来奋勇作战 给上劫以不少的安慰 有一晚 上劫在某堂讲道 讲题是五旬节圣灵充满 一位外国教士 特请几个政界要人前来听讲 上劫叫他请他们在台下坐 他不肯 偏要请他们坐在台上 这也罢了 可是他们并好好地听到 偏偏大抽其烟 而且吸引听众对他们注视 以致台下窃窃私语 上劫于是用一个方法赶走他们 讲五旬节要用火炉 叫听众明白 这回上劫就用扇子立扇 使火花迸射 浓烟涌去 这些官员受不了 就各自散开 上劫的不逊情面 于此可见一般 北平有一女人 她因为去听上劫讲道 她的丈夫打得非常厉害 但是丈夫越打她 她越唱诗 越唱诗越被打 她打时一面骂她道 你这不要脸的东西 打你你还会唱 那么我就打死你看你 还会唱不唱 但是她还是唱 丈夫脾气越发大起来 说道 明天不准你去听道 做丈夫的不管你 谁管你呢 要什么东西你拿去 但是不许你信耶稣 但是她还是唱着 我要耶稣 我要耶稣 我每日需要耶稣 后来丈夫没有办法了 良心也发现了 就跪下下和她祈祷 最后她也悔改了 她流泪低声说 我要耶稣 只要有耶稣在我心中 那么一切的苦难和凌辱 我也要忍受 她有忍耐的心 虽受许多凌辱 但是她还能不断地 发出赞美之声 大明府是贫瘠之区 可也有七八百人听到 据说此地人民非常穷困 大半每月生活费只有一元 甚至有人从未见过一元的银币 奉献时投得多上铜板 可是统计起来 竟也有五六十元之多 其中有不少是寡妇的两个小钱 不道对数以百计 最为坚韧 主特别赐福 医好了一个从小瞎眼的 大明府伯特利会的西教士 广至田地果园 并畜牧牛羊 打算自立岔会 拆遣百名西人出外工作 谁知不到一年竟被他自外国运来的 公羊畜伤身死 产业归于上海 伯特利教会 人心多有计谋 唯有耶和华的筹算 才能立定 到卫辉 那里的教会 建有三十余座洋房 并设一神学校 本有不少西人居住 但1927年 反基督教运动发生之后 多以返国 费了如许多人力财力 只有教友二三十名 人谋之无用无效 于是易住 在卫辉 上节患牙病 医生给拔掉后肿的更厉害 只好忍痛讲道 不料 卫辉别后 双脚一踏进郑州境界 肿痛立消 反护 申请护照赴菲律宾 主应许有隐藏的宝贝 为上节存留 这应许使他忍耐 等待了两个星期 否则早已往别处去了 等待期间 上节待在家里 有如坐针毡之感 到非工作半个月 是为上节出国讲道之第一次 当地居民忙于业务 并不可目真理 华工终日操作 倒还致意灵性 聚会时间为黎明 五十半起 非常辛苦 每尘道者约二百人 晚间可千余人 大部分是吕宋本岛来的 小部分是来自其他个岛的 下午到西国礼拜 向非人传道 只二十多人参加 主日也不过二三百人 仅四五十人蒙恩 某次对二三百学生宣讲 一指数十名任信 第二周 下午查考启示录 有二三百人来听 最后一日为病人祈祷 治愈者多 皆归荣上帝 当地有不少 华侨气气另娶飞女 信竹悔改以后 重修就好 有了见证 后来也有十几位代表回国 赴杭州参加查经会 可是什么是隐藏的宝贝 上节始终没有明白 宋博士在非讲道时 毫无顾忌的攻击罪 特别是挂名基督徒的罪 有时他突然在听众 特别指出一人 说他有什么样的罪 从来没有说错 他的蓝布长山底下 常常有一件破衣 上面写着许许多多的罪名 说到伪君子心里 污秽不堪的时候 便把外衣一脱 让那件破旧怪衣显现出来 各种罪恶如说谎 偷盗 奸淫 自私 仇恨 凶残 不信等等 在听众面前暴露无遗 在说到 耶稣宝血能洁净一切罪污的时候 又把怪衣脱下 挂在十字架上 里面献出的另是一件 又洁又白的衣服 那时 既在群众中听到的 有一位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 他从前在北平和新加坡 现在在菲律宾 都以贪杯嗜赌闻名 曾有一次在北平一下子输了五万元 真是赌场豪客 齐妻死后 续贤未婚妻 劝他去听宋疯子讲道 果然 他听见尚杰写他的罪状 历历如蜀家珍 他受了感动 愿意接受耶稣 四后 尤非调回南京 后来尚杰再到南京时 他在不到大会听到 第五碗 这根枯柴族之丛火中抽了出来 他重生了 年三十八岁 后来他更做了印尼爪哇 一间圣经学院的院长 是一位千和敦厚的长者 谁也不肯相信 他曾有过这么荒唐的经历啊 到菲律宾的离岛宿武 在一间牧场临时之搭的帐篷聚会 一位后退冷淡的女基督徒 听了关于上劫的种种传说 决心去看看究竟 也决心不看上劫的眼睛 以免受他迷惑 可是这个讲道人太特别了 手舞足蹈之鱼 浑身大汗 由蓝布长山低下 他亲眼看见一位新闻记者周某 本是低头驱背的人 但一经暗倒 驱背即刻伸直 就挥手大喊 我深职了 我深职了 此人后来组织波仲人协会 是一个活跃的布道团体 那位女信徒也复兴了 积极工作起来 做了肃物教会的女执事 由非返户 集赴杭州主领 第一届全国基督徒布道查经会 这是杭州三姊妹发起的 祷告多日 借得会所与宿舍 会所为胡山堂 男的宿附近旅馆 女的宿宏道女校 外部代表二三百人 厦门约占其半 连本地参加者共五六百人 为期一月 自19357月10日至8月9日 河北大明府的一名信徒 因经济缺乏 竟徒步前来 信心和耐心 实在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41 难度 尚杰虽然还记得 在美时一位不相识者 送他一个地球的意向 此时的确没有到远方不道的打算 但主鼓励他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略有一点力量 也曾遵守我的道 没有弃绝我的名 看哪 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 是无人能关的 南洋群岛的华侨教会 向来与敏月的教会有密切的联系 此时虽未与尚杰有交通 但敏月教友早已去韩作见证 对宋尚杰大明 已早有所闻了 宋最先答应 兴州基督教联会的聘请 实为1935年的8月下旬 奋兴大会于8月30日开始 当事人原享有三四百人到会便算热闹 主的恩典却超过他们所感想的 人太多了 只好转甲为李公会直落亚裔礼拜堂 而嫌拥挤 最初伐人传议 因为议员仅易一两次便告声嘶历节 难以胜任 其后有吴敬玲女士用播音机传议煞语 问题始告解决 一日开会三次 开至9月12日止 在十四天中 讲到四十余次 共约一千五百人蒙恩 为八百八十人带导 成立不到一百十一队 有八十余青年男女 绝至现身侍主莫次聚会 现金不下千元 马来亚的马六甲古迹甚多 上节去讲道时 得便参观马里逊一经处 缅怀先贤 追念草创时代之艰苦 然亦深知在主里的劳苦绝不突然 那里女校的校长与上节同心 男校校长则不表同情 朝会只必十人 每晚可三四百人 主仍然逐日增加得救的人数 女校几乎全体蒙恩 为三四百人带导 第六天为最后一最宝贵之晚会 竟因会督驾到取消了 槟榔语亦有梅以美会 圣公会 弟兄会之分 在那里 甲西人礼拜堂聚会 可容七八百人 颇多来自外部 目的在求神医 而从未听福音期 说是校法雅各之间有利亚拉结 听到后使之其过 遂两院分开 渡海往苏门达腊 该地交会成立了十三年 只有四十七名教友 学校原生又多为新派 即摩登不信派 第一晚聚会有三四百人涌到 热轰轰好像看戏 上节则他们不守秩序 牧师与执事 却反怪他没有爱心 是晚上节宣传主的救赎 既有百余人认罪信主 那位执事亦认罪悔改 回到马来亚比勒州 十兆园领会 此地教会拥有不少友 似乎很发达 可惜分子参差不等 良友不齐 一般被隔处的 教母会有多混迹其间 老骨枯骨 堆积不少 看来此地房屋不多 但时候一到 好几百架脚踏车 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 可见相当可目 要二人传译 一亿煞雨 一亿福州雨 有七八百人蒙恩 十月十八日上节 再返兴州 领部道陪灵会 为时一周 外部代表三四百人 连同本地的共约二千人 借播音机 与坐满堂内外的听众 查考短卷的圣经 上节希望信徒 能在主的言语上站得稳 不为异端左道所动摇 是十部道团团员 已约有千人 分为一百三十二对 时有统一组织之必要 于是成立一部道团总机构 展开全岛个人 与露天部道施工 时宜也 统计任性者达五千人以上 各礼拜堂从此多告满座 甚至郊外也要增设步道所了 裴灵会于十月二十五日结束 结束后 上节即离星回国 临别时送行者达千人 充分表现华侨对他的热情 人太多了 至英国游船公司不能让人随便上传话别 只好叫他们在岸上摆成长龙 然后一个一个地从一个跳板上去 同上节握手后 再从另一个跳板下来 一上一下 川流不息 船开行后 忽有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出现 说是妈妈不要他了 常跪求上节收留一个戏剧化的高峰 但上节以为自己四海为家 爱莫能且 寡母管教不了 孤儿便会成为顽童 于是保送他到教会办 孤儿愿去 这是叫上节想到 奋心会中心生的主内婴孩 他无人继续抚育 亦将留为浪子 这样想来想去 第二届的茶经会 已在他的意识中形成了 四十二 沿海及台湾形成 回国以后 刻意号召青年 现身做时代 不可缺少的工人 愿意任劳吃苦 去牧养群羊 在江阴 有二百左右学生应征 朕将因航空演习 晚会到会者不从 但道者多为前次蒙恩的青年 其中不少建约去读神学 含爱光姊妹 且远赴云南 去做开荒工作 路过南京 建有财产团在 曹万山团长领导之下 非常活跃 忠心欣慰 曹氏在铁道部任职 编友见上 与遇到故事集 常率领职员 沿街步道 每主日午后四时 必及各队 于贵阁会礼拜堂 报告工作概况 彼此勉励 同心带导 每隔一周 必至一堂 开步道会四晚 先由金陵大学 林徐二人与李书记 等在该堂附近路上 吹奏同乐 以吸引听众 其他团员 在开会前分发单章 或招待来者 在开会时传福音 做见证 教唱诗 真是各尽其能 各献其才 团员中有林兴严军 大学毕业后 急进贾玉名牧师 所办之灵修学院 受造就 抗战期间 在金井殉职 金陵女子 神学院里 有不少上节所结的果子 就对他们讲 《马太福音》第九章 讨论怎样做 组合用的工人 并唱短歌 伤心四面 困苦流离 如羊群 吴牧人一样 他们好像面对 困苦流离的景象 巴布的能 马上去抢救灵魂 当天下午 极有几位神学生 请假跟上节 到吴湖去 上节1930年 曾到吴湖 现在是第二次 这回是五间教会联合 贾美以美会的 二阶礼拜堂开会 到会者学生居多 约四五百人蒙恩 会后 金陵女神学院的 蔡医生等 仍要携同往张村聚会 上节以张村 是个小地方 招待不方便为理由 婉拒他们所请 他们才回院上课 其实 上节生怕有女子们同行 诸多不方便 他心里所想望的 是一位像提摩泰一样的 青年男童工 可是一直没有找到 张村是仅有百余家的小镇 且十方严东 又阴匪患 夜间不便聚会 只好于黎明明罗召集村众 竟有千人坐满了 临时制搭的帐篷 聚会完毕后 分别时 蒙恩者送行二三礼 一路歌声遍野 在天津 天时冷 心灵也冷 人多果足不前 远不如乡人那么刻苦耐寒 有二三百人来 挤在步道团长张基辛家里 查考启示录 总比色缩在空墨的聚会所里 好得多 上节旋召集步道团领袖来俱导 免个人打开棺材 捐弃成剑 走错路及时回头 自以为站得住的 更当谨慎战经 切勿存属灵的骄傲 北平的步道团 有亡名道照料 所以能保守纯正的信仰 不向天津之机不择时 任何人都上台讲道 以致信仰错离 意见分歧 在徐州某姊妹祷告了三年 如今盟主应允 拆上节道那里工作十天 因会场太小 特发售廉价小金章 略加限制 并滋识别 既卖了七百余梅 一日开会三次接满座 最后几天有些远道而来的 打算先回去 但为大雪所祖 就留下多寿造就 足获得灵力而返 继父太州 上节在船上着凉 咳嗽得苦 但仍然立即尽到 可惜教友不多 连外来的四五十人 合起来亦不过百余人 当地人非常迷信 妙语林立 为唤醒他们 特于夜间开露天步道大会 基督徒中有小群众会 又有人重唱灵歌 跳灵舞 自以为能赶鬼 又为主来在即 岂有不教子女上学 好专程等候被提 这人反对上节 其领袖最初一步与他合作 其后才回心转意 维希教士始终与上妾同心 步道团出发那天 曾遭人抛食戏弄 可见居民应心之一般 在宣城 有一位古田籍弟兄 林昌年医生 爱主甚度 上节在吴虎讲道时 他因欺病不可前往 乃日夜求主拆上节到宣城去 现在上节果然到了 就独立负责一切费用 并打电报分请亲友附会 礼拜堂只能容200人 十天雨 刚刚满座 属灵气氛浓厚 林医生被选为步道团团长 他希望能资助100名传道人 四处开荒 滕县是上节和伯特利步道团 到过的地方 那里的教友邀请上节开会 岂料所有的礼拜堂 都没有一间够大的 就大意能容纳千人的棚 而道会的却在千人以上 其中不少外部代表 宏道高中约200青年男女蒙恩 有某神学生 因心脏病静我休养 祷告后起床 参加听道 安然无恙 又有一姊妹 高中未毕业 冒名入神学院 给她混了四年 行将毕业 听上节讲道后 就宁愿不毕业 不戴方茂 不要学位 向院方坦白认罪 以求得圣灵充满的能力 到江苏路河 时为三月 那里教友少 故道会的多为不识字的老妇 都非常穷困 中年积蓄最多半圆 在开会七天七内 天天认罪 教人无可奈何 后音教会只能功善四天 他们只好中途 告退可喜 为立案之光明女中级智南中里面的学生二三百名 都来听道 其中教母子女 听道后几乎全体奉献 反至上海 在墨尔堂聚会八日 对布道团团员讲道十六次 由实心我任议员 曾有两次因翻译烧池或微物 被尚杰推下台去 这是其他议员长寿的待遇 不足为奇 事后 实心我自述经验 为尚杰讲道生动而有力 挤得密不通风的听众 听得聚精会神 使他觉得讲者有从上而来的非常灵力 充满着紧张的会场 这种灵力是推动听者上前认罪的基本力量 他当时虽感难堪 但并未记恨 在厦门过复活节 十全煞教会已着手筹备全国基督徒查经会 并献出千元 津贴北方百名代表十素川姿 从此尚杰到处领会时 招人报名出席 希望能造就更多信徒 在地上扩充天国疆域 适时台北的猛中长老教会 请尚杰赴台讲道 那时台湾属于日本统治 向来严厉 知者莫不劝阻 尚杰却决意前往 但加倍小心 只带最简单的行李 不带十字架日记等物 免起一斗 4月15日 携王宗人王宗成昆仲同和二到台北 却网见总督 蒙其派若干警察保护 为及休息 急行讲道 附近各教会闻风而来 聚会者千余人 开会时 警察目光四舍 致认罪者不免有所顾忌 但因圣灵催破 很多人愿意上前 其中多为教会领袖 如长老执事等 为病人祷告意在禁止之列 但主的恩典与能力 犹如洪流泛滥 无法遏制 某次上节请四人上台来做活标本 化心于胸 写明其罪 并使之唯有救主宝穴 能把这些罪涂抹 遮蔽 洁净 不料其中一人胸前本身有一个瘤 做了活标本以后 居然负痊愈了 又有一人在会中抱病哀呼 上节为他按手后 也即刻好了 日警方知道了 监视预言 每会都有素记 信件都要检查 某次上节往二十几里处的硫磺池洗澡 也派了二人呈特别汽车奉陪 在这样严密监视之下 上节仍为八四一人祈祷 组织了一百三十多队的步道队 不守这些步道队 不许在户外公开宣讲 只可进入家庭做个别谈道 日本当局既知识阶级寻求真理 故虽再三申请 只给一次机会向某校师生正道 星期六 有七八十名学生跑来开会 聚云后被开除 西校长亦因此革职 学校改由政府接办 到台中 许多在台北保享灵延的人 纷纷随往 结果台中的听众多了一倍 开会至一半 天呼下雨 是在不捧下博道的二千余人 不得不挤在只有七八百席位的礼堂里 大家供其余旨 次日雨果然停了 为避免警方干涉 上劫暗主病人将姓名病况写下 省却抹油 只有祷告 结果蒙医治者仍在会场欢呼哈利路亚 上劫急忙阻止 姓台中监视较台北略松 未受干涉 为1484人祈祷 到台南聚会时 在台中听到的人 又随往台南 只听众又多一倍 约四五千人聚于棚内 台南当局曾派一代表到车站欢迎 市上节为贺川封宴 监视一松 学生亦可在下课后遇会 教会要求政府准上节 为病人祈祷 政府准了 主的灵却不准 故吴抹油按手祷告之举 然听者越来越多 附近约百个堂会 各派二三十人 即共有二三千人 继台南五万教友中 前来听到的约有五分之一 为3146人灵性祈求 祖步道队六百队 奉献坐传道者凡六百余人 奉献钱超珠宝金士 作为步道团经费者 共值约四千元 台东来百余代表 每人约花五十元费用 自己享受了 也顾念到其他亲友和弟兄姊妹 便苦求上节到台东走一遭 耐行成已定 无法答应 临行时 有七八百人相送 一切无恙 只日历一本被扣留 日本当局看到此人 讲到感动能力之大 可以使人痛哭流涕 悔改认罪赔罪 又得众人拥护热爱 深怕鼓动人心 引发政治问题 谷加以保护 力求与群众隔离 台湾信徒报名到厦门 参加第二届茶经大会的有六百余人 但是后来日本当局允许发给出镜的 只有三百人 台湾之行 有一事饶有趣味 一日 上节在讲道时 犯指伪善者而责备 该死 假冒为善 恰恰指证了某教堂的郭长老 这位长老知道上节不认识他 以为或是牧师向上节报告的 次晚他在另一角落坐着 不料上节又指中了他 该死 假冒为善 这位有严重引罪的长老 于是深信必是牧师揭发的 就再也不附会了 并禁止琪琪附会 还决心杀死牧师 有一天 他叫琪琪邀请那位牧师到他家里 牧师一到 敦长老便抽出力刀使劲刺去 却因牧师跪下祷告 闪过了 刀锋刺在墙上 断为两半 长老顿时觉悟自己最大恶极 于是也跪下 痛哭认罪 他后来得到赦免 成为热心爱主的工人 返回中国大陆 经汕头 抵中山城内对上捷不欢迎 只好在距离城十里的村镇开会 城里饥渴牧义的信徒 不顾领袖的基平阻挡 每日远行附会 甚至瞎子也冒雨前往 滑跌了 爬起来再走 多人且留宿城外 以赴晚上聚会 以后的台山之行 是几位女信徒发动邀请上劫前往的 领袖们大为反对 不要听宋疯子胡言乱语 但足归无效 那时胡汉民俯视 牧师挂旗一向要会众肃力之哀 姓有罗医生急忙上台取下一项 领众为国献祷 牧师宣布所有给上捷的见证信等由他收转 意在扣留献款 不料分文没有 尚杰在台山为三五六人带导 在为尚前认罪者带导时 此时牧师睁眼注视 自己是焉好久则不肯悔改 后卫不到半年 他得怪病惨死 尚杰寄到佛山长老会 寻道会 及神诏会讲道后 转往广州 聚会十日 折回香港 在尽信会开会 亦聚会十日 即六月十四日至二十三日 在这些地方讲道时 尚杰都竭力劝人 赴沙参加查经会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 筹备已久的第二届基督查经会 如期在厦门开幕了 正是报名参加的有一千六百余人 加上古煞来登记的 总共不下二千人 据国内外圣教英贤于一堂 成空前未有之圣会 上节每日讲经二次 上午七十半至十一时 下午七十至十时半 会期即长 十复入数 而讲者竟毫无倦态 从创世纪一直查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 从未间断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查经会 即非不道也非兴奋 只是高举基督 注重圣节 上节一个月中的讲章 都笔记起来 集成专书 在厦门出版 名曰宋上节讲经集 共五百六十余页 主赐福这个查经会 有如下的名证 一 主为预备新晋辅落成 上尉及驻圣之鼓浪与三一堂为会场 二 本来圣传粤军 将与中央军开火 又扬言 中日战事随时会有爆发可能 但会期一届 什么风声都平息 谣言也消弭了 让代表们毫无挂虑地共享灵言 三 教会学校皆辟为宿舍 教职员乐于服务 招待很殷勤 四 天气格外凉爽 未受严蜀威胁 五 迁余人的膳食非小可 虽三餐药与苍蝇争时 就无人因而死亡 六 会后几乎同时有各路车起行 代表得以相继动身 数日后风暴昼致 代表们未被阻言 七 会中竟有一位前 未报名的代表沿途讨发 而来 令人深受激动 不过 魔鬼也大肆活动 多方破坏 查经会一开始 上杰总以为要查完整部圣经 一个月的光阴确实太短 于是心中迫切 急欲争取时间 无奈封天欲慢郎中 翻译先生翻得太慢 又不能与上杰同心 上杰便爽快叫他下台 这种做法 在上杰已不止一次了 却料不到人下了台 面子却下不了台 好事者甚至为他大抱不平 腥风作浪 灯抱抨击 投信恐吓 不亦而足 上杰向议者道歉后 便将一切攻击恐吓至诸度外 专心查考圣经 主亲自带领他们平安过了一个月 临别 上杰分发证书给未缺席之九七二人 对全体团圆至如下之碧会词 亲爱的兄弟姊妹 我与你们同在三十天 现在工作算是完了 我在主与人面前 坦然无愧 因为上帝要我说的话 我已经说完了 本来恐怕讲的 人与翻译的人身体力量不够用 感谢主 今天晚上 净使我们还能够仍旧站在台上和你们见面 在一个月当中 上帝为我们预备一切 使我们得以将全本圣经一卷一卷地查下去 而今后 这本圣经算是你们的书了 现在要你们带回去 我不过是送给你们一把钥匙 你们回去还要自己研究 里面有许多蕴藏的宝贝 等候你们自己去开发 但愿上帝重用你们 为末世的精兵 这是此次查经会最大的目标 我不知道几时离开世界 但我有一天活在世上 总得尽我一天的责任 把上帝所交托 我的话分送给你们 然后再离世时得再安然见主 在这三十天中 我常战战兢兢在上帝的面前 为要把主的话按正义传扬出来 现在我的责任完了 从此你们要回到你们的地方去了 我只能常常为你们祷告 盼望这一次的工作能收很大的效果 流泪洒肿的 能够快乐的收获 我总相信 上帝一定不会使这一次的聚会落空 虽然人家攻击毁谤 可是我只觉得在上帝与人前无愧无作 我只是拼命地传福音 不贪取一块钱 同时我在这一个月中 好像被困在监狱里 好多人要见我 我不能好好接待你们 实在抱歉得很 然而 这是出乎万不得已的 因为我每天都要预备分给大家的灵粮 忙得不可开交 有时接到许多信 我也完全没有时间拆开 要等到船上才一一跃看 此后还要求上帝赐福你们 巴布的你们回去 到各地方鼓励查经 你们白白得来的恩赐 也要拉拉扯扯 施舍出去 这一个月中的经费 实在虚用浩大 但是上帝已经为我们好好安排了 魔鬼的攻击 算不了什么 我只盼望上帝重用你们为末世的精兵 那么无论什么批评 我都情愿忍受 在这一个月当中 一切的苦中只有上帝知道 人家种种的误会 我只有完全交托上帝 亲爱的兄子 散会以后 有好多人要回南洋 巴布得主重用你们为南洋一带的登台 有好多人要回台湾 巴布得主重用你们为台湾的登台 还有华北中等地方的代表 也求上帝与你们同在 至于广东香港等代表 我知道你们要比别人吃苦 但愿上帝帮助你们打得胜的仗 闽南各地的布道团虽然有失败的 我也只有求爱我们的主保守你们 厦门的兄子 对不起你们 因为一个月当中 许多事实你们感觉困难 但愿你们在主里得着安慰 我告诉你们主奇妙的恩典 在未开会以前 我求上帝三件事 一 天气凉快 二 聚会有良好的精神 三 会员身体平安 感谢主 他爱我们 不但叫天气凉快 还使聚会的精神 一天比一天好 一个月中间 座位都是拥挤得很 这是上帝特别降下 饥渴慕意的灵来 会员虽有几位身体软弱的 然一祷告就好了 哈利路亚 荣耀归主 但愿上帝的爱与你们同去 将这次的这的恩典分给许多人 要知道 越分就得着越多 不分自己就将一无所有了 此后我的行止未能预料 然而我只有顺服主的安排 恐怕明年再也没有第三次的查经会了 但总望能在安静的地方 同几位爱主的弟兄 开个退休会 末了 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直到主再来 阿曼 这么一个劳粹的数月礼 会必以后休息一下 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上节没有休息 会避及往福州 在旧主堂工作七日 外部代表成假期前来受造就 奠定了民北教会复兴之基础 然而逼迫一多 机智入狱 43 再度南洋 1936年9月 上节游户启程 复杀阅领会 经香港时 基督徒布道团挽留他做陪灵工作 抵达兴州 因传期延误 兴州基督徒布道团 转请他到直落亚裔礼拜堂领会 聚会三日 着重爱心 悬赴赵仲团员退休会 并领导兴州 有一位西木反对上节 直至死了 新教室接任 门才敞开 这位新教士 何以会请上节去呢 原来有一位姓林的 在马六甲蒙恩后 回到施屋 大发热心 四处布道 教会因而兴旺 另一姊妹 在兴州得了造就 回施屋后 大有信心 且有医病的恩赐 他们在这两个人身上 看出上节的工作 直接间接注意教会 再也不信 他是扰乱分裂教会的谣言了 这里有三四十间教会 据说 当年华侨曾托教会 向政府申请增设学校 教会也提出要求 每请准一校 即附设一间教堂 故学校 与教堂打成一片 传道 亦多由教员兼任 这类的教员 未受神学训练 对于真理 当然一知半解 礼拜时 只是唱唱诗 讲讲 圣经故事 道德教训而已 曾有一位 传道问上节的 同工 吴敬玲女士 尼戈迪姆 是否是尼戈的母亲 其他可知 可喜他们成堵 谦卑 可慕 聚会时 不以领袖自居 不做作 不矜持 倒能与会众 一同举手 一同坦白认罪 所以光景非常良好 从九月二十一日起 至十月一日止 年来未有之盛事 几乎没有一家 不受这次步道影响的 到四里街 颇有人随上节前往者 离会场不远 有马戏般在演出 不无妨害 当地住民 多以割树胶为生 早睡早起 若非真正可目 难得前来聚会 幸天气成人之美 连夜下雨 使更多教工得以参加 有一人从未进过教堂去 并命他读马太福音第七章 他惊慌万壮 赶快来听 果然蒙恩 这是圣灵亲自工作 鼓励上节勇往直前 可是仨 但也不肯甘休 某医生见上节 为病人祷告 十九痊愈 变心怀度计 以为上节夺了他的生意 咒骂毁谤之不足 还向政府提出控诉 并在会场多方捣乱 此外 他还拉拢西人 攻击上节三事 一 秩序紊乱 二 祷告一病是假的 三 骗取了人们的爱心 上节莫名其妙 只有为他祷告求主拯救他 改变他 那时 有个林洪彬 很受麻坡教会亲近 但上节认为他的主张 如三一禁 众奥秘 预定某年某月 主币再来等道理 有更正之必要 继此在吉隆坡 巴生等地工作 最后到的冰浪雨 冰城的查经会代表 在厦门时曾表示 原来当局正在筹建教堂 帕上节到了 反而无甚表示 会影响捐款成绩 这当然是一个奇怪的思想 其实 教友若复兴起来 自必越发乐意奉献 和焕乎无成绩 其实 有些信徒责怪上节 在后轮往仰光期间 为什么不开会讲道 上节说 牧师来信说 要带新堂落成后 才请我领会 他们于是跑去和牧师交涉 牧师只得临时邀请 上节假有会礼堂讲道 上节已彼此都没有预备 而且传期在即为由 辞去了 缅甸仰光堂会没有主任牧师 赞由十二执事长轮流主理 前此 缘由西人主持 而今华人愿自辟途径 既出钱建堂 又出力维持会晤 此意却不为会督所赞同 其实美医美会正 召开年会会督特请 上节去讲的一次道 讲到以后 会督希望他劝那般执事 不要独立 依然归附 比联合无见 上节以为他实在想收回内证 遂却其所请 那里有位臣牧师 他的堂会会有不上识人 上节在仰光讲道后 他是第一个上前认罪的人 他说 我所做的功夫全是假的 我多年不能明白圣道 我的罪集中 他流泪祷告 圣灵充满他心里 其后还尽时祈祷 此后讲道就有能力 能引人归主 而且能以祈祷致人的病 后来他对上节说 宋先生 我此时才有真快乐 上节在缅甸讲道时 只由一姊妹 亦为民语 而听众中各种人都有 其中亦有不少的印度人 他们虽然不懂 但亦有受感而痛哭的 使上节心中 很引以为奇 当病人祷告时 他们也都前来 其病一样的得欲 后有一印人 对上节说盼望 他能到印度去传道 上节说 从那时起 我才知道 我也欠印度人福音的债 回到马来亚十兆 救了四百多人 重新组步道队 补满过去失散的人数 接着在新加坡 一周的奋兴会 约五百人蒙恩 上节认为 都是步道团团圆 所拨的种子 既开一巡的星马 查经大会 查考摩西五经 但以礼书 路加福音 及罗马书 查毕时已是12月20日 1936年 也在此告义结束 教会当局本来 因怕经费之处 无意开扎经费 后得步道团 献出八百元存款 才把大会开成 会员签人 马来亚联邦代表 占三分之一 会必 上节邀各领袖前来座谈 请他们坦白 不留情地指摘他的过失 领袖绿植青土心怀以后 上节也据实解释 病就是澄清 为要消除误会 误存天见 12月22日 上节乘意大利游船返户 送行者约千人 其中挥泪惜别者 有依依不舍者 这就吸引了英文海峡时报 记者的注意 第二天该报发表如下的报道 昨晚 意大利游轮 Counte Verdi号 上面站着一位青年中国人 十五六百人 送行者离愁满腹 热泪盈眶 他就是中国步道家送上节 在星州岭第二次步道大会以后 首途返国 送行的中国人 约有千人以上 皆紧张热烈 有的在甲板上 有的在客厅里 有的在码头上 首挥小旗 宋氏对他们 做简短的演讲 他们有的欢唱圣诗 但足足有一半 是因情绪 无法抑制而啜泣的 他们是和一位 火热的福音使者 化别他从前 曾在美国入封人院 现在引领 数以千计的 中国人信基督教 宋氏以其 非传统的 使传统太头痛的步道法 使他自己和基督教 成为新闻材料 他所到之处 无论是马来亚 或其他地方 总量像风卷残云 一般使许多人 接受耶稣基督 据记者所见 昨日在意大利游船上的 几百华侨当中 大多数为工人 兼有青年男女学生 这些人身配金章 手摇步道团小旗 目不转睛地 望着宋博士 宋氏说话很少 有时对他身边的人 只说一两句 他们听了 就唱起圣诗来 大家便跟着唱 旅客 士义 船上执事 码头执工等 均以惊奇的眼光 注视着他 最惊奇的莫过于 一些罗马 回到远东去的 天主教神府 他们不晓得 这些人 摇着十字架小旗 究竟为的是什么事 他们绝对看不出 欢送的对象 竟是一位看来 好像网球选手的青年 四十四 国难前夜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苗反身 一九三七年二月 即经善头父 岳东之朝安 朝安蒙恩者 数以千计 街阳的步道团 颇能站立得住 总团长 凭信心开辟一堂 会友有百余人 为了栽培他们 上节特地前往 其实尽信 会与长老会争相 要上节去住 使他左右为难 但因绞痛 情愿住在 较尽会场的尽信会 长老会责备长老 就不高兴 净所回被包扑盖 上节责备长老 主的灵提醒他 要谦虚 温柔 忍耐 他马上请那位长老饶恕 生怕他们因此误会 彼此有了隔膜 此处有二世史 尚节得到鼓励 某农夫本拟出卖 干暑冲路费前来与会 后呼货南阳友人 汇赠二百元 得举家赴会 此人事来时 梦见多人挤在树上 听到极致来到 果见大众在露天聚会 旧历除夕在汕头 教会领袖 要求年初一早上 与主日不开奋心会 好让他们照常举行 所谓新春感恩礼拜 收集感恩捐 但上节对于过年 并不感兴趣 提议年初一早上 急照不到团团园 到山上去受训练 主日上午照常敬拜 下午与晚上继续聚会 他们口虽允诺 心却不以为然 名义上本是 各堂联合邀请上节去的 溥义社也在内 但这一天溥义社 另请一人讲道 俨然对峙 好在汕头一般教友的 热心可嘉 把伯特利堂挤得水泄不通 有多人情愿牺牲年夜饭 老早坐在前头 准备接受天良 主下午收主日捐 上节加以阻止 认为奋兴会就非主日敬拜 听众中有不少是出来听到的 纵使以信 上午礼拜时奉献了 下午未必有准备 岂可再抽一次 这样就引起 上节与领袖间不快情绪 他们也许为了报复 索性不叫汇重现金 直至最末一天才拿出奉献箱来 不料到收了现金三四百元 他们以月票百元值国币八十元 送给上节 一般会有以期客色 深感难过 永春的教母 见厦门燃起复兴之火 非常亲目 曾请效法上节的林佩轩领会 今见上节亲临 不禁雀跃 除本地信徒 加以外地来的七八百人 地方太小 改露天宣讲 艳阳当空 不得不已被单拳冲仗棚 魔鬼大奏 其音乐 在附近燃放鞭炮 不胜其扰 愿以唱圣诗与之对抗 石心画某西木特前来告急 说是小羊被小群抓去了 望上节挽救 叫他们多多祷告 在永春为1012人按手 组了二百余队 但上节谦虚地说 基础多是林佩轩弟兄打的 我不过坐享其成罢了 路过泉州 教会领袖到车站来摆设灵言 同时司机又声称交轮不济 恐难直达心话 于是临时聚会二次 上节勉励大家彼此相爱 济反心话 一面省事母亲 一面成绩工作 但听者并不热烈 使上节身表失望 但主安慰他 某护士离开会场走了 因受圣灵感动 又回来痛回主前 有个女人名叫五五妹 右手换扭曲已经多年 不能梳头 某晚她来听上节讲道 在讲完邀请罪人祷告时 她也跟多人上前 上节并不知道她的手有病 所以只为她的罪祷告 但奇妙得很 罪赦免了 手也就好了 福州开会四次 即转网言评 上节曾于1929年 在此遭受破竹 这回却大不相同了 各堂的教母大都出席 到会者约五百人 初时学生们看不起上节 但上节容忍他们 到了最后一天 上节为病人祈祷 一个生来瞎眼的孩儿 盟主一致 在母亲怀抱中 东张西望 其母因然惊喜欲狂 即轻蔑上节者 也从此刮目相看 一位半身不随的病人 亦告病欲 理智派的领袖 见了不得不信 请求带导者 凡四百四十四人 建欧有几位前 在福州蒙恩的弟兄 请上节前往 其实通往建欧的路上 有匪徒为患 但上节受主的差遣 危险不辞 两位传译者 陪他坐在汽车中部 不知怎地 与迎面来的汽车相撞 前头搭客受了伤 上节等却安然无恙 在圣公会礼拜堂讲道 圣公会诉众至圣所 故在台前搭个临时讲台 宁愿让至圣所空着 但听众越来越多 临时讲台 只得往后挪移 终于进入了至圣所 讲到后来 一者声音哑了 亦无其他办法 只得求主施恩怜悯 得救者约五百人 为四百零八人祈祷 主的爱能激起共鸣 骄傲而应心的学生 而今有了爱心 关心为信主的同学 而乐意为他们恳切带倒了 伪伴们也知道以救灵为重 自动豁免贫苦代表的善费 会后 上节远你撇下行李 截然前往古田 但汽车仍然流匪节节 不敢启行 此时 上节互接电话通知 未有军车四辆 护送六辆客车出发 于是安抵严平 再由严平乘转书往古田 船上无床位安歇 略常人自无枕头之处的苦味 到古田 事多成立 首先是某些教室自示 有一套新方法 不赞成上节的作风 每日开会都有意外的搅扰 如狗跑进来 电灯泡下坠等等 一者生死历劫 时常更换 其实又值复活节假期 寄宿生都回了家 兼之天天下雨 虽然如此 听道者却非常拥挤 约一千五百人 福清有几位教员反对上节 不许学生前来祷告 党部反对上节的也大有人在 县长打算命上节停止讲道 先派十名警察把守门口 祖人入内 两位女信徒网见县长 质问她 宗教集会是非法的吗 难道信仰不能自由 县长答道 是你们教会的人来控诉 说宋上节是危险分子 他们于是 请她派员到场调查监视 她果如所请 上节讲 浪子回头 监视员听至一半 守呼发抖 不能记录 然仍然不肯悔改 有姓高的监视员 带上节讲完及上前驳斥 会众高唱 打倒老魔鬼 打倒老魔鬼 以为抵抗 气得她咆哮如雷 这样一来 县长又想派人捉拿上节了 那两位姊妹请她亲自来听 她答应了 听到挑死水时 她也受感动时累 乃参加 然中途前回听到的为数不少 末后二日 每日四次 加紧工作 以补偿前几天 未与学生机会 前来求告的亏欠 会后息怒特备专车 在上节网星化 四五百人唱诗送行 本来上节再三词谢星化的邀请 因自信先知在家乡无能为力 至多不过七八百人附会 同时又恐挡部加以干涉 可是圣灵催破上节 你不是多年为家乡教会带导吗 你不愿意见他复兴吗 上节无可如何 只得让圣灵带他到不愿去的地方 可是 实际情形 却完全出他意料 到会者三四千人 一千九百四十九人得救 奉献是主者二三百名 组四百余队不道队 亲友 同工 老教徒回改蒙恩多全域 灵皆苏醒 史上结余欣慰之余 深愧自己当初信心之微小 十堂中置奉献箱二个 一收聚会费 一收上结川资乡得款二百七十余元 上结把它转现于教会 经厦门抵达上海 在清新堂讲本形成的新德后 急往南京 驻简美生教师家 上结再度地与书邦夺牧师同居共导 认为生平快逝 南京各教会联合 由上结领会十日 此行最大的成绩 是认识了贾玉明牧师 并协助他所设立的灵修学院 上结本来以为贾牧师是灵恩派 不敢和他合作 现在看建院内属灵气氛浓厚 学生爱主热切 成见于是消除了 此后上结在各地遇见奉献者 或想深造的布道团团员 都乐于介绍他们入这个信仰纯正的灵修学院 到了杭州 上结先声明不再责备教牧长职 只以爱心彼此勉励 故领袖都乐意与会 当会者还有西人及小群的信徒 于是苏州 宁波一带之门一敞开 昔为战乱所祖 除海州外均未克前往 跟着到洛阳 运城 许昌 信阳 郑阳等地 在洛阳时 一瞎子作见证说 你们在祷告时闭了眼睛 我却祷告中睁开了眼睛 重见光明 某西人说 这是上主之恩 并非宋氏之功 上结说 阿们 到百家村的南关陶 在可荣一千二百人的大礼拜堂开会 附近几十县的代表齐吉 病人道者犹多 那里的西木 曾将其爱女嫁语厨师 此时女及女婿也来听到 西木接待他们俩 同桌吃饭 充分表现她谦卑 和蔼 圣洁 仁慈诸美德 到太原 一位到车站欢迎代表 沿途称赞上洁历久不休 上洁作色 对她说道 我来此位的是荣耀主 现在还未讲道 你却把我荣耀一番 这是何意 那人才止住 住在潘医生家 聚会则借一大车厂 搭棚举行 山西各县几乎都有代表出席 西教士也来请求带导 可见其虚怀若骨 此间的西人未传福音之故 汉福汉时 与华人共同生活 一哑巴远道而来 赶不上开会 就痛哭起来 牧师就求上洁怜悯她 为她代祷 上洁说 主用我 难道不能用你 牧师说 能上洁说 那么 为她祷告好了 她无法 只得为她祷告 果然蒙了一致 说起话来 开口称颂上帝 上洁说 牧师 是不是主的忠仆都可张显主的大能 以后再不要依赖宋某了 回上海后 准备到福州去 举行华南区基督徒步道团查经大会 本来北平要上节去举办第三届全国查经大会 但主只是上节 有困难 有阻挡 他只答应于七月初旬聚会十日 可是他们却偏要一月 答应了半月 还是不肯 上节只好此以日后 有机会再去吧 不少职员团员 便因此对上节不满 怪他 摆架子 上节也无法申辩 他抵户时 北平战云弥漫 不久 七七事变 爆发 主的指示 这才为众人所明白 这时 上海固然风声鹤唳 民省也人心惶惶 上节以为查经会可开不成了 不料福州来罕百名传道前来参加 不仅华南 而且华东华中 既有九省代表报名 会员总数约为一千五百名 既然如此 则时局无论如何严重 上节也得平信心前往了 四十五 战臣中的劳粹 华南区基督布道团查经大会 如期于1937年7月24日 在福州举行 虽时局不静 性交通无阻 九省代表均能先后到齐 民北各县的领袖人才几乎全到 既有代表一千六百余人 大会开始时 报纸曾加以攻击 后来因战事紧急 才无暇过问 这次的会 着重在凌晨 生活 工作 比会员 能兼有热心 知识 与能力 八月九日结业 领证书者凡一零零二人 八月十日 上节和江浙代表成伦北返 十二日午后抵护 入业八一三事便突发 若迟一日 即不得上岸 与此可见主领之准确与奇妙 赵尚节原定八月二十日树庄就到 先赴温州 现在交通阻隔 如何守图 实在成了问题 但主仍然命尚节 鉴约前往 他只好抓住应许 遵旨而行 八月十八日 即八一三事便爆发之后五日 黎明到南火车站 见成万的难民在车站上挤得济满且密 时无法再挤得上 尚节于是请站长准他侧身车头 不远 有一位蔡姊妹替他查问火车消息 却给站长骂道 这时候还传什么道 尚节末岛后 另一人却准他坐在煤炭箱上 那是没有盖和座位的地方 总算聊胜于无 等了两个钟头车才开行 日积在空际盘旋 随时可投弹或扫射 但上节经祷告交托后 即把死生置之度外 一心信靠顺服 沿途几度下车躲避空炸 随时闻爆炸声 此车幸中无恙 到新庄才接上车厢 经松江而至嘉兴 俯过一桥 那桥随即被炸断了 列车继续开行 路上列日监制之下 把尚节的表皮晒得红了 黑了 焦了 脱了 夜底杭州 欲犯光荣牧师 便由他招待 到家用二大桶水洗了三盆枣 水还是浊的 风尘之苦 可以相见 是夜警报贫座 带上节因旅途劳顿 自呼呼入睡 一日 有人送他过前唐江 江畔人山人海 再等公共汽车 上节见此情形 即决定先搭汽船 走一段水路 幸得一位姊妹帮忙 安然过江 半夜底百官 客栈已满 投诉无门 只得在车站席地而卧 火车来了 难民一拥而上 上节家在人群中 不由自主地被拥上车 沿途有人投进面包 难民争相抢接 上节却接不到 即接到手 也送不到口 只好挨饿 上午时尚时 到宁波 叨扰伯特立会 行经仍指向温州 虽无舟车待步 且沿途匪徒出没 然温州 乃此行第一目标 非去不可 二人伴他到拔毛 后车达天台 再转到宁海 一童子引上节网 见圣公会牧师 这位牧师前在杭州 听过上节讲道 所以一见如故 是日新逢主日 当晚上节领会 蒋家南父之信心 夜宿猛会有加 有人怀疑上节为汉奸 多方查询窥探 牧师去殿 通知温州 叫会派证人踏脚踏车来接他 其中两人半途折回 另二人亦未遇 徒劳往返 一日不能再等待了 只得分段坐轿子 或人力车前往 二十五日底温州 当天下午却开始聚会 到着约二千人 使尚节觉得连日的旅途劳顿 并不突然 病人请求暗倒者多得痊愈 亦使他深得慰藉 转往温岭 那里原有三四千名听众 且已为六百名代表 预备了食宿 现因时局关系 临时取消 许多人因怕日积轰炸 而不敢前来 那些自命属灵的灵恩派 又不屑前来 以至初期 道者极少 只一二百人 有十几位传道 大半老狱 既不识字 又未受真理训练 因此只知道讲义梦 停义下 根本不传圣经 其中有些人一受暗首 急扑倒在地 以此即为圣恩 这时到北方的路 看来已不通了 即使还通也非常危险 许多人规劝 上节不要到山东去 同时平阳 瑞安 南昌 福建等地都有邀请 在人看来 是应该南下 而不北上的 但上节祷告 求主清楚指示 请豁免 俘虏之行 主啊 我所担的苦拆够了 求他容我打理吧 在温岭聚会的最后一天 祷告更为迫切 是晚 上节做了一个梦 有一人对他说 宋先生 你来 来我们北方工作 请你就去不要怕 一路可以来平安 你放心来好了 我们这边有几千万人等着你 你来吧 上节醒了 就对主答应 愿意顺服 照原定计划到北方去 本来他已临时取消一线济南 烟台的约会 金主已有明白指示 只好凭信心前往 北上需取到杭州 上节遂经则国 鹿桥 而到黄岩 沿途无近带交通工具 只好乘船 坐轿 或不行 室管理权领的内地 会某些牧师刚来自烟台 使上节如文空谷足音 大得安慰 他也很为灵恩派担忧 与上节大有同情 途经新昌 顺便领会 蒋戈林 前书第十三章 使惠众了解伟大的爱 这里有张灵 与成华二军分任圣职 他们都是上节所节的家国 到杭州 有信徒告诉他 有一辆长途汽车 可直达山东 上节听了不胜雀跃 连忙去买票订做 同时电告山东各地有关教会 经南京 物理既暗幕师 知战局紧张 多人夜已逃之夭夭了 夜度浦口 仍乘汽车经临城 耳底一线 算起来只比原定时间迟了一日 因时间匆促 为己普遍通知 故道会人数不多 每会仅三四百人 但分子较单纯 其中领袖占七八十人 以后道会者越多 聚会一周 得救者竟有八千人 到济南 其实虽四面楚歌 障碍重重 然仍照堂开会 刚到济南那天 曾闻爆炸声 于是富人多逃往内地 穷人则前来救主 某日 尚节正在讲天堂地狱 呼闻警报 人心惶惶 秩序大乱 尚节教他们镇定 弱中了炸弹 无意集体直升天堂 堂死期未到 避毫发不损 大家这才安静下来 会后使之防空当局 误信谣言而发警报 齐鲁大学学生也来与会 救了一些大学生 该大学不久便迁往四川了 烟台虽天天有日积过境 然未遭空袭 故民心安定 会后买副开封车票 却买不到 尚节连心性告诉主 看他怎样安排 忽有一人送来车票一张 说是晚天待买的 使尚节大佐鼓舞 车敌港山 因文泰安被炸而不敢前进 如此实行实止 后来听说走在前面的快车被炸毁了 可是尚节所乘的列车 却安然经徐州 于半夜到了开封 在这样的时局里 想不到仍有千人聚会 其中不少为政界人士 也有从前反对尚节的人 会所在宋能关外 禁止戒严 晚上七时 即不许出入 只得向当局交涉 结果 听众由牧师率领便可出入往返 1937年11月 尚节到了西安 这里的教会多年渴望尚节前去 尚节也为西安祷告了两年 这一次主才叫他去 去了 果然看见主的荣耀 原来这里自从七月以来 一直下雨 几乎没有一天晴朗 可是到了会期的前一天 忽然与纸云消失附近各乡镇的木道 可以到此开会 会期为期八天 没有一天下雨 到会人既有来自附近乡镇者四五百人 孤儿千余人 连本地住民 三谷洪流 汇城人海 被派往四乡作战时宣传的学生 多乘机前来聚会 得救者有前任县长 农林学校校长等 会后第一天 亦未下雨 这当然是让各地 来此赴会的方便回去 第二天 又下起雨来了 山西内地会请尚杰到运城去 尚杰也为此事祷告了半年 由西安到运城 须横渡黄河 河面看来 虽只有五里左右 但水流湍急 好容易才到封灵渡口 又值大军调动 火车全被军队征用了 封灵渡到运城 还有二三百里 尚杰又患脚痛 怎走得动 尚杰仰天大呼 求主施恩怜悯 于是 谢长老特去看站长 请他为宋博士留个位子 站长问 那个宋博士 是到处领份新会的那位吗 我在吉林听过他讲道 我愿意为他想个办法 于是 这部军车 果然魄力一位平民 把尚杰运到城来 那时 虽风声日锦 道会的仍然踊跃 尚杰为五百人祈祷 组了七八十对 避讳的第二天 学校即告解散 可见战局之迫在眉睫 本来欲被向北行 网顺德已失县 只得折回 南下赴安徽怀远 可是此时 连渡船 也被军队征用了 人民等了好几天 还不得渡河 上节祈祷 主啊 我是天国的军兵 为了灵界战士方音 急不急待 求你 使我渡河 我愿为你冲锋陷阵 求主率领 奇妙 来了一人 不由分说把上节背上船去 但上节的行李 还在岸上的杨牧师处 于是急急发个无限电 给万军之耶和华不片刻 果然行李 也给送来了 上节想 真是莫名其妙 渡过了黄河 还得上铜关 山路窄小 且雨后泥泞 又是上节从未走过之地 他仰视陡峭山岩 俯瞰滔滔河流 实在不免心惊胆战 主 我的脚这么痛 走康庄大道 尚且步履蹒跚 怎能跑此阳长山境 我若死在这里 还无人知道呢 求你赐我胆量 加我力量 并差一人来助我提箱子 还要是诚实的 赞美主 你求什么 他就给什么 果然来了一个人 替他提箱子 上节也胆壮心云雄 脚力陡增 一口气剑步 如席地跑到了铜关 由郑州赴怀远时 在徐州车站睡了一夜 到怀远后 上节见牧师会晤忙破 家中又无工人 不敢打扰 便在西教室住宅际遇 情愿往返奔走 吃学校的简单伙食 人们说他高抬身价 看清中国同工 是蒙城牧师前来与会 竟也因此地上节发生误会 不敢请他去蒙城领会 但是事实胜于雄变 撒旦的诡计终不得逞 上节终于知道了蒙城 从怀远到蒙城时 最初是坐小船 逆风而行 慢 涉州乘车 车坏 只得在腹肌足博中航 二十余里 到了蒙城 牧师立即声明 大家正忙着赶住公路 恐只有妇如盗会 果然 盗会的人少得可怜 七八十人中 眼花耳聋爱打瞌睡的 已占了三分之一强 其余为十几个看热闹 好吵闹的孩子 十几位姗姗来迟的领袖 及一些雷弱的病人 天气是那么冷 上节站在台上周身发抖 气氛又那么闷 虽拼命宣讲 仍不见有何效果 上节觉得飞鱼主摔跤不行 主啊 我从来没有这么顺服忍耐 你怎么还不动功赐福呢 赞美主 圣灵果然在人心运行 先让一二老太太 梦见白衣人揭露其罪 叫他们赶快回改信耶稣 他们辗转传述 见有教有文件而来 有一名叫王顺的十七岁哑巴 受按手祷告后 即开口做见证 某长老身生顽窗 祷告后 急提脱养指 风声锁波 来者欲多 会场顿成热闹 坐人力车跑一百三十里 到宿县 狄基不时过境 伤兵常来骚扰 上节又体弱失眠 疲乏已急 但一见七八百名听众 便把这些麻烦困难都忘记了 有一几男某高中毕业女生 从未听过福音 此次逃难到宿县 在一间教会学校任教员 住在友人李小姐家里 李小姐带她去听 上节讲道 她听见她说 人人都有罪 你有罪是该死的 要下地狱 她回来怒怒为其游 李小姐曰 我不去了 那李是讲道 骂人罢了 我做错事 我母亲还不管我 她却赶来骂我 李小姐说 宋先生怎能认识你 她会骂你 她说 她在骂我 她讲的句句话 都是骂我 我不听了 第二天 决定不来听了 但经其有多方劝导 又去了 听到一半 对李小姐说 她还在骂我 我几乎给她骂死 我怎能坐在这里听下 但李小姐拖住她 勉强听完 回来她小姐道 那些人到前面去做什么 答道 认罪祷告 有什么好处 可得平安 她不信 以为是心理作用 第三天 圣灵在她心中做工 她也知罪难过起来了 对李小姐说 不得了 我心中也感不安理 李劝她上前祷告 她仍不以为然说 我死也去世 但心中越发不安 因圣灵照她 险其隐儿未献之罪 第四天更难过 甚至鸡不思食 夜不成眠 独在斗士哀叹 岂有催她 赶快在主前认罪求赦 好的到平安 她依旧不信 那里这么容易 一祷告就可得平安 我不信 我也不去听到了 我从前没听到 心理到平安理 但第五天 她再也担当不了了 只得跟其友到会场去 且到台前祷告认罪 接受基督 果然得了释放 安乐无比 面貌也改变了 对其友说 我现在尝到赦罪的滋味了 我心上石头已掉下去了 真是快乐 她后来还劝服了她的父母 都信了耶稣 她自己还奉献了生命 做了一个传道人 那时为1937年秒 南京已失县 上节接上海送师母来信 知西门就居被抢 所有行李加剧 损失殆尽 即书籍与信件 也均已失落 上节文讯 在日记里写道 二万册新书 算布的什么 四五万封信 倒是无价之宝 我很想回家 主却不准许 催我到富阳去 三天的路程 不胜跋涉 一大清早便坐人力车动身 晚上八十许到蒙城 距目的地上有180里路 顾不到汽车 只好再乘人力车 那只跑不到三十里 车夫便寒脚痛了 再走十几里 车也坏了 姑且学坐独轮小车吧 轮上平铺木架 一边坐人 一边放行李 人要顺势前后抚养 以为平衡 车夫手扶驾杠 从后往前推送 走步树里 震动上节 心都跳出体外 上节对主说 主啊 为何越来越苦 主说 我要训练 你到完全顺服的地步 无论处和境遇 均不怨不怒 还要知恩 感谢上帝 安徽复阳的信徒 相当爱主 教会颇能自立 七天的聚会都很热烈 病人经按手祷告后 一多痊愈会避 经周口落河赴河南许昌 沿途四百里朔风扑面 冷册击鼓 到许昌时值深夜 无人迎接 饥寒交迫 那晚恰好是一九三七年圣诞节 也只好像牧羊人一样 警醒守候到天明 此日 圣诞节聚会 道者约二千人 上节播讲基督降生加音 献心与主者大有其人 信仰讲到以后 其实临省安徽合肥已失 上节本你反护 但上帝不许 同时正阳信议会的 会督牧师等再三请求 并派汽车迎接 上节岁前往 正阳信议会的西教士 多不逃难 使上节身表亲近 但有三人最使上节感动 一个是十岁的小孩子 走一百里路前来听道 问他为什么这么渴慕 他说 爸爸在别处听道悔改 现在变好了 所以我也要来的这个恩典 一位是妇人 迎接其父来寒 说在其处听道悔改了 便去店叫他回来 好陪他去听上节讲道 但他还未到家 他已迫不及待 自己先行附会 还有一位青年姊妹 因土匪猖獗 不能附会 第三天 他事事要来 半途御匪折毁 第五天 他自私不去 就再没有机会了 于是冒险冲出 走了一百里 与一醉汉 向他开枪 搅中二旦 后来这人酒醒了 非常难过 问他要到那里去 问明了 他连忙叫人抬他到正阳里拜堂 上节问他 痛苦吗 他说 只要得听道 死一甘心 他躺在布床上听道 许多人从他口里得力量 由正阳搭车经汉口转香港 一路顺便做兼顾信徒的工作 由香港成轮附户 抵家之日为1938年1月31日 视为旧历勿银大年初一 上海基督教部道团 请上节于2月20日至27日 竹岭退休会 在这里讲的八篇讲章 后来都印成小册 退休会币便传往福建 福建常乐有一姊妹 于1934年在外蒙恩 回常乐后 极力劝导一般新派人士 向基督投诚 又组一步道队 高举十字架旗号 1936年 他赴厦门参加查经会 返乡后又增组步道队舞队 把道种便撒个香 礼拜堂因此而美会满座 这回上节来此领会 该由他们负责招待 聚会七天 值日渐进破马江 飞机场已被炸 人心忐忑不安 某晚防空演习 不得开灯 只好在暗中讲道 恶者同时多方阻挡 某晚 学生需去欢送某要人 不能到会 常乐党部本来要禁止 上节聚会 后经一位和太太央 其夫多方疏通 才收回成命 在常乐领了通行证 来到罗园 这里的聚会 亦由一姊妹领导 罗园县长派人 叫上节到县政府 去面谈 党部指导员付钱来催促 上节告 已不能前来夜见的原因 但党政方面 均要求上节在会中 多做爱国救国的宣传 上节说 若罪人都悔改信主 遵守天国法则 自必身为爱国良民 再到之行也 天下为公 传道才是救国爱国的根本呢 请你们也来听听吧 果然来了二三十人 到末后科长等也悔改了 到宁德 事先宁德的牧师大使宣传 说上节会行神迹 号召了二三百病人 风声传到党部 党部指导员为一天主教徒 便在营长面前拨弄是非 说宋某是个疯子 曾被厦门党部驱逐 战时军队有权干涉民政 于是营长下令 把那将举行的聚会禁止了 在主领导之下退到连江 因城里的礼拜堂靠近蔡氏 太过喧闹 后已往城外医院开会 但医院所在地又太过僻静 后怕歹徒滋事 主特安排教导团信道木道的官兵二三十人 前来与会 这样一来 什么歹徒都害怕了 秩序非常良好 有一外教妇人 天天抱其六岁不能行走的儿子前来听道 几乎每次都到台前认罪祈祷 上节告诉他 真心悔罪 诚心求告 一次变够了 但第六日他还是抱孩子前来 上节求主 你当日怎样怜悯那家男妇女 今日也照样施恩吧 按手之后 孩子还是软弱无力 他再请上节祷告 上节说 你虽有信心 但不知如何知取主的 应许如何接受主的恩典 现在你尽管赞美好了 不必再祈求了 他果真不断地感谢并赞美 三小时以后 他的小孩子会走了 此外 贪了二十年的牧师娘 也蒙神医治 有一个吐血不止的 立即痊愈 欣然献上感恩计 愿每年捐献二淡米 圣公会八十高龄的 李牧师呼唤肺炎 其女身为医院院长 亦无法治愈 但天一恩待她 为她赤退病魔 其女一大感动 承认上帝的权柄超越一切 折回罗园 作教京飞鸾 杜沙恰 副作教直奔侠谱 及敏青两地讲道后 敬赴福州 福州的奋行会于 1938年4月25日开始 虽然是临时的 但一般人信息灵通 及外线也来了三四百人 每日开会三次 到会者 陈约七八百人 五约一千五六百人 晚不下二千人 本来教会安排 尚杰住在范教师家里 每日往返六次 但尚杰之撒 但必与他作对 为了便利事工进行 情愿住在 就礼拜堂的楼上 第一个下午 来了几名警察 和一名蓝衣社人员 在监视尚杰 是晚有几个黑衣人 及一辆神秘汽车 守候门外 但尚杰于会必随即上楼 把铁门紧闭 足安然无视 恶者诡计多端 见无从下手 便改用笔杆进攻 许多微迫利诱的性计 给尚杰 有一信说 国难当头 应借阻基督徒救国君 到前线去为国效命 尚杰心理想 我其巴兰之流 为名利所引诱 为政治所利用 他于是在讲台上报告 奉主之命 专心传道 其问题 暂为搁置 统悉原谅 福州之会于5月6日结束 世兴话西目连篇立荣 福建美以美会会都高志 便介意为宋尚杰案例牧师 上杰答应了 按例典礼便在 奋兴会最后第二天 却5月5日上午9时举行 高志和福建美以美会的 牧区主任数位 按手封受宋尚杰为掌牧师 掌牧师是美以美会的职贤 信徒一定要先受封为父牧师 然后可晋升为常牧师 上杰之受封为父牧师 是5年前的事 那时他之所以答应受封 因为有许多人说 他常骂牧师 只因为他自己不是牧师 为了消除这个误会 会便答应下来 却从不曾用过这个头衔 封牧师后 尚杰和新画的西木写法 到了新画 尚杰因安南会期在即 并不停留 急船返厦门 底下 则赴港的轮船 刚于五分钟前开行 无可奈何 只得流鼓浪雨 半复安南手续 四十六 安南云南之行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清晨 日军进席厦门 难民纷纷渡海 到鼓浪雨逃难 正五跑声隆隆震耳 尚杰在山上遥望战况 是五 父某爱主者离别宴会 那是日前预定的 使尚杰响起诗篇 第二三篇的名句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言习 一晨 尚杰和一千八百余难民 乘风庆轮前往香港 启定不久 厦门便告失守 十三日抵港 要十八日才有船赴月 算来安南之会是不能如期召开了 等船时 在港工作 尚杰是不肯浪费片刻 十三晚却召集布道团团员开陪灵会 十四日午在九龙尽信会开会 港方当然不免怪责 但也顾不得许多了 可是九龙尽信会的礼拜 堂容不下越来越多的人 乃假民生书院聚会 用播音机播讲 二十日抵安南海房 先到北越的河内 听众不多 有某法人为上节一城安南雨 上节嫌他意得太慢 而且枯燥 他倒嫌上节的道理太浅 但是这浅而鱼桌 知道却在河内救了百余人 激励了五十五人现身施主 并组织了三十八队的基督精兵 河内工作后 乘火车京西共船往永龙 因为宣道会在永龙正开年会 南部领袖在此云集 永龙中西同工军能与上节同心 果然光景不平凡 第一晚便有二二一人蒙恩 多人彻底打开棺材 争作见证 一时无法制止 有一次讲道时 他在台下选四人不知 其用义军洋洋自得 以为做了台上人物 可以大出风头 他们上了台 上节便在他们的黑衣巾 用白粉写各样的罪恶 一人是贪财 一是好色 一人是打架 一人是说谎 写了以后 听众军暗暗称奇 因为个人身上写的 正和个人的身份 特别张助的是后两位 那位打架的 那天早上恰和太太大眼全武行 那位写说谎的英范兼淫 曾被人指责 但他识口否认 一时台下窃窃私语 以为宋博士 国有使徒的恩赐 到西贡 在低岸的华侨礼拜堂讲道 白天听的人不多 坐有于习 故欢迎安南人参加 多亿人传译 6月9日 魏尚杰在低岸讲道的最后一日 他以现身传道为题 鼓励信徒传扬福音 会后站起来表示 愿为主服役的 有31人 即使组织一个正道团 共分15队 每他4人 每队更由尚杰亲授 十字旗一面 每人立志 每周至少正道一次 从此之后 西贡低岸之华侨教会 便蓬勃起来 在西低岸讲道时 担任翻译者为 维玉良牧师 某次 为牧师未病咒发 痛不可知 向上杰请辞 上杰说 我自己也在病中 而且痛楚难受 可是仍然要大声疾呼 劝人悔改 请你不要以此为虑 还是勉为其难吧 于是两位上帝的仆人 在身体的患难中一讲一意 表现了对主的忠心 选往中部的县岗 每次来听到的有四五百人 有一岳籍华侨换骨牢多年 特远到前来求医 上杰要他听到信主 除欲轻罪 疾病便不难根治 但他听不懂 上杰和议者的话 只好拿份星演讲集给他看 他看了非常渴慕 一边读 一边哭 惠众对他大表同情 为他带导 果然看见上帝的荣耀 他的今年古牢突告豁然 搭火车回到河内 这里的人兼留上杰讲道 但上杰已决定要在六月十八日赶到云南昆明 不能稍事停留 由河内转车赴昆明 沿途经一百二十个山洞 十几座铁桥 但气候清凉 使上杰不绝劳顿 昆明除安息日会于小群外 其余的堂会一致联合请上杰 领会八日 起初 不知是心硬或是脸皮薄 彼此观望退让 听众总不敢上前跪倒 但上杰忍耐等候圣灵工作 朱果然广行神迹 医治了两个瞎子和两个哑巴 轰动了侠耳 最后连小群的人也来听到了 成又旧又坏的汽车 赶一百三十五里的崎岖小路到楚雄 受甘素贞女夕教室接待 甘教室原名Cornie Morgan 系美国人 二十余年前来到中国 后来有一次在上海伯特利 全国下令会中得到复兴 就来此从事开荒工作 那时楚雄的人民很反对基督教 同心合意地抵制他 谁都不把房子租给他做教堂 或做住宅 后来租到一间闹鬼的荒屋 他们又故意捉弄他 收了他的租金 却把门户紧闭 叫他无法入住 露宿了好几夜 终于发现了一个狗洞 便钻进去开了门栓 打扫了好半天 才勉强欺身其内 这时 人们终被他坚毅不拔的精神 与超着的信爱所感动 不久即化敌为友 且有百八人归主 设十一所分堂 开了七线传道之门 并独立建立滇中伯特利 他穿汉服 吃中餐 刻苦谦让 刻己忘我 专心爱主爱人 但仍然有一位姊妹 专门反对他 这人原是他的同工 后来因妒忌猜疑而离开他 就被魔鬼利用 特在城外创立一所耶稣教会 为的是与匡教师作对 对他多方攻击破坏 蓄意把他赶走 楚雄开会情形热烈 临线代表就有一百三十多名 韩爱光教士也带了十七人前来 一个瘫痪了十一年的病者蒙了医治 上面所述的那位干教士的敌人 也前来遇会 其目的本在刺探聚会情形 可是他一到便给圣灵抓住了 在会场中起立认罪 痛悔前非 并做见证说 我以前所传的并非真道 一切所做的尽都属乎血气 现在我才认识自己 幸亏干教士不同我计较 不像我这么于玩 如今我心里的恨鬼已被赶出去了 才觉得人人皆可爱 尤其是干教士 在楚雄天天下雨 公路阴土崩阻塞 停车已五六天了 但上街得赶往大理 领六月十日的会 怎么办呢 感谢主 六日闭会的前一天 天突然放晴 九日凌晨四十左右 主命上街起身到宴车站去 上街遵命前往 果见某专车正要起行 却不许他搭车 他大惑不解 难道主特叫我来目送别人启程 此时又见有车一辆 却是冰车 没有上街的份 但故探寻之 司机说只要肯付车资二十一元 便可通融 上街便上了车 到镇南才知道先行的专车 因恐军队征用而不敢前行 而上街所成的却是军车 尽可通行无阻 主的安排真是奇妙 但还是更奇妙的 路过沙桥 军队强要在礼拜堂留宿 幸有上节在 无形中做了他们的保护者 主在昆明选召了一位侯小姐 到他到楚雄与韩光爱相识 不久集成默逆 楚雄会后 集随韩到沙桥一同侍主 韩在几日前得主指示 知上节日内将过齐静 特在楼上为他预备客房 现在上街果然到了 而且是随军前来否则 韩虽因老成而不怕 侯小姐却不免提心吊胆的 是晚 三人同心祷谢之后 各自安然就寝 一晨仍坐军车向征途迈进 俨然身裂军旅 奉命奔赴前线 军因受不住崎岖山路的颠簸 不时出毛病 后来竟戛然停止 士兵纷纷下车准备不行 可是上节怎能走这百余里路 就是能走 也赶不上他们 避至落伍而成为荒山的独行者 这怎么行 于是上节鼓励司机耐心修礼 且大胆保证 这次一定修得好 因为祈祷我的上帝 果然 马达又想动了 士兵也争先上车 司机且怪上节早不祷告呢 五十徐底下官 据大理上有三十里路 陈玉玲女士在下官开荒 现已有七八十名木道友 她请上节留下管理会 上节不能答应 只请她派十人到大理参与 于是上节改坐人力车 继续前行 大理人心刚硬 传道六十年来 仅有二十五名教友 第一天早上 上节与中西基督徒仙 举行了一个九人祷告 到时 上节静不住泪如雨下 结果在大理救了九十六人 并有十八人现身侍主 回下官儿沙桥 有二十余人陪上节 步行百余礼赴摇安 行了才十里路 天色突变 黑云碧天 上节求主封住雨点 好在阴凉中赶此远路 同时 甘肃真教室也由延峰赴摇安 那是与沙桥方向相反的一条路 他看见沙桥那条路与云密布 廖上节正在途中 怕他受于打之苦 便求主降雨在他那边 情愿自己冒雨前进 吉底摇安 知道上节果未育雨 便欣慰如慈母 却越如如子 使上节感激不尽 摇安城虽因骤雨积水 然道会者仍不少 且有人从临县如延峰 瑶州等地前来参加 前此迫害甘教室的那位同工 其丈夫也亲自道会 当众承认他远你置甘教室于死地 如今知罪悔改 贤恨兵士 从此化敌为友 同为主徒 同心兴旺福音 多人因听了这番悔过的话而感动 被造就 得复兴 副教室在广通设幼稚园 时往监狱步道 其教会拥有七八十名会友 他亲陪上节自摇安绕道 镇南楚雄而置意平浪 起初他骑驴 上节坐教 可是到了镇南以后 顾不到教子 他便不行九十里 无论如何 不肯与上节轮流乘坐 幸亏楚雄之后 那一百四十多里路顾到了教子 否则上节坐教上 而让他在后追随 实在不好意思 据一平浪曰十里的舍资 其女教室年只二十余岁 在那荒谛的小村落里 以每年四十元的代价租一漏市 且收养一缺唇的女童为伴 月用十五元 生活简单刻苦 其房中处一床一桌外 别无常物 此次他特来一平浪送行 史上节感叹道 云南得天独厚 有那么多的中外男女 倒比开荒不倒 尤其是这几位女教士 青春年华及离乡背景 不远千里而到此荒谛之躯 备受孤单 艰辛 贫困迫害之苦 自愿献身为活祭 且愿葬身一国内地 尚节 尚节 无负昂藏七尺区呀 搭汽车到昆明 于八月四日清晨 离昆明绕安南京香港返上海 本定五日一早抵河内 十一时可达海防 十二时乘轮东向北上而返 不料颠阅铁路途中 前后延误了五十一分钟 势必赶不上 由河内到海防的下一班车 这把尚节急坏了 就求主把开往海防的车 扣留一小时 赞美主 他果然有办法 并不误实 尚节一抵河内 急急忙下乡时 车身却如如一动 尚节快乐地发呆了 占了好一会才去找座位 四十七 泰国星马之行 一九三八年酷暑出过 尚节应邀前往泰国 他所成的船出底曼谷时 美国长老会卖高姊妹 和一批的中国代表 连篇上船迎接 他们一看见 发压前额的宋博士 都有一种快味平生的感觉 最初的奋心会 在曼谷新联堂举行 每天三次 一连七天 早上和下午的两次 都是对信徒讲的 其兴致为裴灵 中国信徒都热烈参加 外国的传教士 虽也参加 但因为听人说过 尚节是感情派 所以参加时都有戒心 但后来听见 尚节讲都是纯正的道理 便都放心听讲了 晚上的聚会 则是不到奋心兴致 听的人越来越多 华人泰人都有 尚节用英语讲道 并用泰语和潮州语译出 一晚 他讲的是 陆家第十九章手段 撒该悔改故事 他希望大家像撒该一样 知罪认罪赔罪 还要舍财济贫 讲到后来 他还加讲一个如下的故事 有一个寡妇 只有一个儿子 爱他知智 可惜这儿子 不知他母亲如何爱他 只知母亲对他不加管束 便学做坏事 起先赌钱 死赌烂赌 后来便做起贼来 最后被官府捉住 关下牢狱 罚金五百元 他母亲仍是爱他 要替他赎罪 可是缺乏五百元的现金 他不绝望 打算做苦工 为人挑石头 每一袋一百钱 计划做苦工几年 积到五百元 而后把爱子赎出玉来 于是天天挑石头 不辞辛苦 一步留心 跌了一跤 跌得重 把手跌断 流出血来 晕倒余地 一个财主来到他面前 把他救起问他说 你老人家为何要挑重担 做这苦工 他说 唯一的儿子犯了罪 下在牢狱 要赎他出玉 需用五百元 我无钱 只好来做苦工 谋积蓄几年把儿子赎出来 不幸 我今爹坏了身子 我何能去赎他呢 言必不禁 泪如雨林 财主看他 尾时可怜 便把五百元钱给他 使他能够赎出儿子 他把钱乘给官府 儿子释放归家 他对他说 儿呀 你看我的手断了 我用我的手折下来 换你归家 你再去赌钱吗 他儿子痛哭起来 此后 有人引诱 他去赌博 他便说 我不能再赌了 我要再赌 对我母亲不住 说完这个故事 他便对听众说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耶稣怎样爱你们 为你们拘于罪中 他甚至舍身在十字架上 来救赎你的罪 慈爱的主为你的缘故 受顶大的苦行 你难道不该 学撒该立刻立志 与罪决绝 一刀两断 做个重生的人吗 望你们能如撒该一样 彻底认罪 不但做个得救的人 也能做个爱人的人 听众当中 有不少是以前在汕头 听过上节讲道的人 他们都说 宋博士现在的讲道 更理智 更深刻 更有系统了 结果约有七百人表示 悔改信主 有十余人表示 献身是主 组织了三十几个步道团 这些步道团的团员 规定每星期最少出去正道一次 每个月举行乐会一次 以培养灵性 交换经验 据麦高教士的报告说 泰国的华侨基督徒 如此热烈振作 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是他们为复兴祷告 三十年的结果 曼谷以后 上节赴泰南佛童 讲道七天 即转赴新加坡 到星之一日 上节即在星州西安堂 举行南洋基督徒的 培灵大会 为其七十日 道会的人多 讲者和上次一样 满有灵力 步道完了以后 组织了五十一队的步道队 连以前的共为一百八十三队 在一九三五年 已成立的星州基督徒步道团 现在越发充实了 在去年五月十四日成立的金炼灵修院 在无尽灵黄碧鸾等 子妹苦心经营之下 已有良好的基础 上节见这些组织 又看见了许多他所结的果子 所复兴的基督徒 都能尽爱主 爱人的本分 便觉得忠心安慰 越发知道加玛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 所谋的 所行的若是出于上帝 就不能破坏 十一月十三日 上节讲 启示录三章 七至十一节 大意如下 第六个教会 飞拉铁飞不但圣洁真实 还拿着大魏王的钥匙 开了就没人能关 关了就没人能开 主知道他们和行为 有点力量 并且遵守主的道 没有弃绝主的名 主就开传道之门 既然开 就没有人能关 去年我往陕西西安 看见了千余年前的警教碑 警教是假冒的基督教 虽然传入中国一时 不久便销声匿迹了 顾关了就无人能开 我天天背负十架 走这条窄路 传福音 上帝却为我开传道之门 如台湾 南洋 国内各地方 越开门就越大起来 亲爱的兄子 若你肯背十架 上帝一定为你打开传之门 有人问我说 宋先生 你传道 有挂什么招牌 没有 我说 我一概没有 我只是传世自驾的道理 我在福州开会前 有个博士先来领会 教会事前为他筹备鼓吹 学校也放假 但一到我来开会时 竟没有人肯来复会 学校也不放假 没有人理睬我 但是我不传别的 只有高举主耶稣的石架 有人对我说 宋先生 你是科学博士 为什么不讲科学 只是讲天堂地狱 太呆板了 我说科学我忘记了 上帝已经把它拿去了 我传十字架 虽然呆板 但是主的灵做工 人数越来越多 学生也自动放假 来听到了 复会时间 虽然下大雨 但是每次讲道 座位都是非常拥挤 后来竟有一百多人 跟我到上海去 可见上帝已经开传道之门 就无人能关 遵行主道 爱主荣明 我可举一人为榜样 有一位李弟兄 本来穿西装 非常时髦 信主后奉献到蒙古传道 每晚在沙漠中睡觉 白天则在帐篷中传道 他穿起蒙古人的衣服 又因酒味剃面 满脸生毛 和蒙古人一模一样 他若不告诉我 我必不认得他了 一日他讲 《戈林多后书》 第五章十四节 说明他之奉献生命 是受主爱主激励 所以有生之年 皆为主而活 不为自己而活 讲了以后 他看见台下听到的人 女多于男 便讲起旅底亚的故事来 希望大家在这末世 做中国的旅底亚 离开了星洲 上节便到吉隆坡 以宝 太平 石兆远 宾耶宇等地开会 许多人因听他讲道蒙恩 许多挂名的基督徒 因听他讲道 而得新的生命 许多教会和布道团 都在这些地方组织起来 可是 上节的健康 却因为风尘仆仆劳脆过度 而日渐衰退了 心脏衰弱 腰部疼痛 还有其他严重的症状 都相继发生 但是他并不体系自己 走完一地又一地 领完一会又一会 每天领会三次四次 习以为常 还要与来访者 做个人谈道 而仍不肯休息 有一次在宾耶宇讲道 竟是用翻步床台到讲台上 他到了讲台 用微弱的声音 对翻译人讲 然后由翻译人用 大声向观众讲 他这一次再说一遍 从前在别处说过的话 我现在见衰老疲弱了 拿着指挥棒 在台上蹦蹦跳跳 大声疾呼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1938年秒 他回到上海 在家小修略享天伦之乐 为时虽至短至赞 但也少恢复了一部分 已失去的健康 48 找蛙出道 在家中略是休养以后 上节虽不能如前见状 但也渐渐康复 可以再度外出工作了 这时日军已占领华东 在轮陷区讲道 是不受日军欢迎的 由轮陷区入腹地 纵不是不可能 也是极端困难的 这时唯一可去的地方 还是南洋 在这有广大华侨移民的东南亚各部 上节还没有到过的 只有和属东印度 那边的华侨教会 早有邀请 上节觉得这是 答应他们邀请的时候了 1939年正月 上节到了 爪哇东部的寺水 一般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华侨 都用到礼拜堂 去听这位可目已久的宋博士讲道 那里华侨史方言复杂 不得不用两个议员 一人一下门话 一人一马来话 一左一右 站在上节旁边 第一晚的讲道 上节讲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讲道以前 上节先领会众唱诗 那首他自己编的短歌 《归家吧》 很快就给会众唱熟了 唱诗以后 上节叫会众个人开声祈祷 可是他们对这种祈祷方式 都没有习惯 也就没有响应 上节于是叫他们跟他祈祷 他说一句 大家就跟着说 祈祷完毕 讲道开始 许多人以前听过上节讲道的 以为又要再听一次耳熟能详的浪子故事了 殊不知 上节虽特别喜欢这个题目 却是每次不同 每次有新的内容 有新的力量 这回讲得特别起劲 讲道浪子贪恋世界时 他说 这浪子 这浪子既然沉溺于罪恶 便把所有的钱财耗尽不留 废去许多金钱与精神得不到什么 真所谓快乐乃苦痛的渊源 眼看快乐 立刻苦楚随之 金钱既已耗尽 又遇着饥荒 饥寒交迫 穷苦起来 既然几天得不到食物 为饥饿所迫 走去投靠一诛主 为他放诛 本来是一个财主 如今降为木诛奴 到了这种地步 还不知回头 离别父亲时 对父亲一刀两断 不留遗物 如今呢 把所有的都奉献给世界了 换来的是空无所有 一文不明 饥寒交迫 降为木诛奴 肚子还不饱 甚至恨不得 拿猪所吃的豆甲来冲击 食猪所食 他简直变为猪了 这样爱世界 真是空前绝后 爱世界 忠于世界 什么都愿牺牲 吃尽穷苦 还无所愿 变为诛奴 也顶甘心 若能把这样爱事的态度 来爱上帝 岂不及好 可是人爱上帝 天不尽心 啊 可怜之至 你看浪子这样爱世界 到了这样的地步 什么都完 钱财尽了 爱妻交窃走了 朋友早已没有 所有快乐都烟消云散 所有的都归于空 他爱世界置于极点 其结局却只是成绩单上的零分 没有一点得道 真如一个人到水中捞月 自不能得 却苦了一夜 空手而归 浪子蒋章 讲完以后 他请愿信 耶稣基督的举手表示 起初是慢慢的 后来越来越多 如下位成首林 他于是叫人跪下认罪 以后他又欲请听众参加所有安排的聚会 一次不可缺席 因为他预备把全部福音在22次的布道会中一气讲完 如果缺席一次 便不能全得上帝所赐的全被救恩了 当地华侨对尚杰说 大家虽然都乐于参加下午和晚上的集会 早上就恐怕没有人参加了 因为人人在那时都做工办事 尚杰不同意 他认为全部信息必须在一星期之内讲完 因为他只能留似水一星期 而从主来的信息又绝对不能减少 结果事实证明 尚杰的意见是对的 许多华侨情愿不开店门 不做生意 自己和家人店中人全去听道 第二次的讲章是基督宝写的能力 他把耶稣定十架的故事 讲得那么真切 生动 深入 使全场寂静无声 真落可闻 个人不但听见基督代表死的新闻 而且看见基督为他们的罪受罚受刑的行动 此后他讲活水天堂与地狱 信心生活 悔罪重生 献身工作 耶稣再来 使听者觉得每天都是不可忘不能忘的讲章 其中使人印象最深的 是他讲戈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神的爱时 先说自己的简史 以证明人如何自大自夸 和主的谦卑沉默 恰成对照 人如何自私自利 与主望我 无私 恰成对照 人如何自尊自义 与主之愿与罪人同列 恰成对照 的确 人如此败坏 是应该在十字架上定死 而百词莫辩 但慈悲仁爱的主却 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 上帝的话像这样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人人都看见自己的罪 同时也给予力量 使人人都想把自己的罪敌除 上帝在每次讲道以后 总给人们以认罪和接受基督 为自己救主的机会 上帝也答应 为些彻底悔罪 而可慕伶俐的人按手 荷兰传教士八辈 描写会场的景象 听众的欢乐与热情 简直像大海 波涛之汹涌澎湃 这样的泱泱千寝之波 是不能让其玄启灭的 应该作为力量 以在地上扩充天国 于是三人一队的布道队 一会儿便组织了几十队 许许多多的队员 手持画着十字的三角旗 在学校里 在医院里 在似水的街头巷角 传讲主耶稣基督 他们做见证以后 还要回来开会做工作报告 这样一来 爪哇的第一个布道团便成立了 尚杰说 带爪哇各地的布道成立以后 他还要回来开一个 为其实日的训练班 训练爪哇全境的布道团团员 如果现在的堂会面积不够大 容不下这么多的团员 就会另行盖造宽广的建筑物 来容纳他们 离开四水前 尚杰在一个早上宣布 要为病人举行祈祷会 凡参加这会的 要有教会牧师证明 他曾参加听到三天以上 那天 道会的病人非常拥挤 尚杰讲雅各书第五章 十四十六两节 叫听众知道治病者乃是主 不是油 也不是抹油的人 因为抹油的人 不过是主的仆人罢了 讲后 病人陆续上前 上劫便奉耶稣基督的名为 他们抹油 同时吩咐病痛离开他们 凡事好了的 那天下午都来开会 在会后做见证 其中之一人是八辈教士的同乡 他的病是严重危堵的 但是一经抹油之后便痊愈了 以后便做了一位福音的使者 凡事曾参加尚杰在爪哇 首次开会的人 见了他孜孜不倦热爱灵魂的真诚 没有不大感动的 在讲道和听者间 产生了一种属灵的亲热 尚杰好像父亲 在福音里产生了他们 在心魂里疼爱着他们 尚杰离开他们以后 他们便立志活出基督的样式 心里充满着喜乐和圣灵 这是他们从来没有经验过的生活 尚杰随即到爪哇中部的莫里芬 梭罗和万龙 同样拨福音的种子 收属灵的果子 不必细说 二月间到了荷兰东印度 殖民政府的首都 马巴达维亚 及今日之夜加达 华侨通称为巴达威 兼称巴城 讲道的地点 是红厂的葡萄牙礼拜堂 每晚有二千人听到 为巴达维亚前所未有的盛会 讲道的内容和效果 和以前没有两样 有一件事却是值得记述的 讲道复活 有人问尚杰说 宋先生死后已经烂了 怎么复活 尚杰说 我告诉你们 我相信 因为说道科学 着用科学证明 他于是讲述他离开实验室 以后从未讲过的化学 取杯一支凡一块 凡是用一礼拜的功夫练成的 然后以绳术好 头端寄一根柴 放入杯中水里 用火烧水 凡融化了 继续加热 不到一个钟头 水蒸发了 凡就完全恢复从前的样式 并且比从前更美丽 基督徒死了 融化了 然而号筒一吹 就复活起来 更像金子 金子融化了 看不见 不要怕 只要五天的功夫 就会把金再集合起来 科学家尚且会把 已经做成的东西 化为无 然后再取出 何况从无造有的上帝 岂不更能把身体复活吗 巴达维亚集会的成绩 既有四百五十人表示信主 组织了四十六个查经班 还医好许多病人 最后一次 又是为病人祷告 道者千余人 有一荷兰女子 年约十五六岁 身体肥胖 两腿不能行走 有两位男子 其中之意为牧师 抬到会场来 到了上节面前以后 那些抬他的朋友 先行走了 许多人都感惊讶 因为万一不好 谁抬他回去呢 上节祷告后 赵丽叫人走开 因为人多 不能停留 这位荷兰女子 果然在祷告后 自己走开了 上节于三月底 传返上海 找挖之行 遂告结束 四十九 泰国重游 上节去秋在泰工作 留下极好的果实 华人泰人 一直念念不忘 常有诚挚迫切的信 请他速履行 再度赴泰的诺言 一九三九年五月十八日 上节游护底星 逝日视为金炼灵修院的 第一届毕业典礼 他即刻到会宫与其胜 并对毕业同学致训词 跟着即在盖院领会两天 特向步道团团员训话 会必匆匆赴泰 五月二十五日 上节安底曼谷 寓长老会西教士麦高加里 同时受麦教士招待的 还有太人及低善牧师等人 这次上节讲到 全以马可福音为经 以自己的经验为伪 例如他第一天讲第一章 题目是零的诗席 说到约翰身穿骆驼毛衣服时 他说约翰把自己看作骆驼 这是旅行沙漠最好的工具 他每尘俯伏在主人面前 让主人把重担放在他的身上 同样我们做圣工 也要在清晨跑到主面前 求他把要我们成全的旨意 搁在我们身上 然后负起使命 奔跑一天的路程 我每天早上都求主 指示我该做的事 与英说的话 不敢随便 因我能按照上帝的命令去做 所以我每次 一讲道可以使几百人认罪重生 这工作的收效 出乎我意料之外 这因我按主的命令 去做主所以经预备的 若照我自己的能干去做 简直不能使一个人悔改 一个人悔改是天上许多天使所喜乐的 不是轻易做的事啊 上节这次到太 除对华侨讲道之外 也在太人的教会对太人讲道 太人对他印象极好 吉地善牧师说 他谈话很少 讲道很多 祈祷最多 这次他所到的地方 除曼谷外 去青迈 佛统 佛批 南邦等地 无论在那里 上节总是首先公罪 最后传出上帝赦罪的信息 人们哭泣认罪悔改以后 便乐于做见证 做圣工 纷纷加入布道队 每星期出发讲道一次 后来且增加到每星期二次 无论在那里 讲道的最后一天 地殿已祈祷治病 许多人都得医治 吉地善牧师报告说 忙者能看见了 博者能行走了 哑者能讲话了 许多的奇难杂症 都得痊愈 而且这些痊愈 都是真实而持久的 因为治病有效 讲道有利 对教会有功 上节大寿和太人的尊崇 但上节是不喜欢人 太过敬重他 所以有一次在讲道时说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们不要以为 我是好人 说起来 我真惭愧 我真不配传道 我本来是个强盗 是个大贼 我屡屡骂人 批评人短 撒谎骗人 19岁到了美国 替人做工不诚实 做九点中报九点半 我满口旺语 我的嘴是贼嘴 起先读书成绩好 考试一百分 后几年因为做苦工 身体不好 精神疲劳 但要保守从前的荣誉 不肯让成绩降低 我便弄逼 我的眼是贼眼 我学化学 每次实验 所用的药物 当极小心来称分量 一分一离都不得差错 可是我精神疲劳时 不管什么 随便碰巧 我做的是欺骗先生 我的手是贼手 我满心怀恨 最好众人都死 唯我独存 或众人都比我坏 剩我一人最好 那么 我的学问便无人敢呀 我的心是贼心 我的思想不洁 孤单无伴之时 我看小说 得到一二本爱情小说 我半夜三更也看 看不够 还把笔墨来大华特华起来 我无一点爱心 我的哥哥到美国来以后 依靠我供养他 我随便骂他 打他 发怒之时 想一脚把他踢死 啊 我有许多罪 说也说不尽 总说一句 我是个该死的大罪人 1927年2月11日 我想起我的罪恶 真使我难过 我跪在主前 任我27年来所有的罪 求主改变我 我流泪祷告 泪满枕席 无人之道 我不能安寝 彻夜祷告 到了半夜 主耶稣陷于面前 对我说 小子啊 你的罪赦了 看我手足的丁记 我为你的罪死过了 我可以安心吧 自那日起 我如浪子回头 变成另一样的人 所以 今日 能够站在你们面前 讲道 我大胆见证 主能救我这样的大罪人 一定也能救你 无论你的罪怎样重大 只要你肯认罪 肯信靠十字架 奇妙的救恩 你便能立刻得救 上节第二次泰国的工作 于8月2日结束 在泰的成绩 有统计数字可见的 是泰国长老会的教友 本来在1915至1935年间 从8000人减为7000人 但因上节带来的复兴 两年之间 又增至9000人 后来 日军占据泰国 许多教会领袖被拘备求 然而一般说来 还没有属灵衰退的现象 1940年 麦高教士已回美国了 太平洋战事跟着爆发 泰国被日军侵占 那时有一位泰国医生 在美国巴尔摩研究院 攻读医学 麦高问他说 你以为泰国教会 在这次战争中 可以支持下去吗 可以 他答道 不过这完全要归功于 宋尚杰博士 五十 爪哇重游 1939年八月秒 尚杰中到爪哇 这回他先到巴达维亚 还是在葡萄牙教堂讲道 听众和上次一样拥挤 讲道几天后 整个华侨社会 都激动起来了 没有道会听道的华侨 可说少之又少 教会更燃起了复兴之火 画着十字架的三角旗 到处可见 男女信徒唱出赞美歌声 到处可闻 有人说 这现象 正仿佛像威尔斯的大复兴呢 一位华侨财主 住在巴附近的风景区贸物 向来不信基督 但这时也屈目送博士的大名 他请一位朋友 带他到八成开会 会必求见 但上杰是有洞察人心灵力的 在一瞥之间 以透视这财主的存心 把信封接了过来 向空中一摔 说道 魔鬼的东西 煞食钞票纷纷散落 留在会场 未散的听者大感惊讶 那财主也惶惑不知所措 上杰对他说道 你如不悔罪信主 就会和你的财富一同灭亡 八成以后 第二个工作地点便是贸物 但上杰这时 却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 移民厅要他办某项入境手续 耽搁了几天 不能如期前往 贸物的华侨便利用这期间搭一大棚 同时请和亮牧师先行讲道 棚搭好了 宋博士讲道日期宣布了 人潮从各地涌道 上自万龙 下自八成还有远从山八不来的 挤满了网球场中的大棚 上杰这时 老病又发作了 腰部剧痛 每次讲道时要用两手支持 下身以减少腰部的负担 每次讲完后都要用热水敷腰 以减少痛楚 虽然如此 他讲道的灵力却并不稍减 许多人哭着上前认罪 为期一周的大会结束时 约有九百人表示愿意皈依基督 在贸物时 上杰在一位基督徒弟兄家 这位弟兄问他 什么是他成为大不道家的秘诀 上杰说 要当心钱财 要当心女人 要小心意义顺从主的领导 要知道主有呼召 主必开路 离开了美丽清凉的贸物 上杰便到井里问 三宝龙 马吉冷 布罗勒佐 日热 梭罗等地情况 都一样踊跃热烈 最后到了四水 四水的裴灵与步道大会 由各教会联合筹备 各项筹备工作 由一位基督徒的常主主持 他们定在回教庙宇附近空地搭 一可容四千人的竹棚 开会十天 主要对象为训练 五百个步道队的队员 上杰于九月十八日到四水 十九日开始讲道 白天讲的是增灵信息 听到的是四水和爪哇各地步道队队员 和新旧远近的基督徒 晚上讲的是福音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踊跃参加 中文报纸更渲染其事 使后几天到着更多 把整个四水华侨社会都搅动起来了 他的信息主要的是公罪 会必他对到台前跪下的人群问道 那些曾偷过别人东西的 举起手来 你们现在愿意公开认罪吗 他们一一举起手后 上杰就为他们祷告 然后散会 最后的一晚 他讲的是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 题目是基督在临 他叫听众要 一、看破钱财 要像穷寡妇一样 把一切养生的都献上 二、要看破物质 例如圣殿是用贵重材料建成的 里面有许多金银宝石等值钱东西 但是七十年后 罗马兵来到 为要得宝物 把变的石头一块块翻起来 不容一块叠在一块上面 正应验了主的话 三、要看破假基督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末日必然有许多假基督 假先知、假师父出来 四、要看破环境 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 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 五、要看破大逼迫 六、要看破天翻地覆 使听众印象最深的 是关于战争的信息 他不但历尘 圣经预言之必然应验 根据上海他住家之地 及其附近的战事为例 上海闸北有多少高楼大厦 南市有无数的层楼洋屋 也有之需用多少的金钱 与时日才建筑成 然而只一天晚上 飞机大炮一扫 所有的都归入屋有之乡了 如今你一上海去 看不见那好看的楼房了 除阻界外 上海一切的物质都归空虚 物质可以被魔鬼抢去 实际上绝无价值 每架钢琴好的二三千元 赐的也几百元 可是杭州的汉奸 把抢来的钢琴发卖 每架十元 银杯比碗更大更高的 卖二脚钱 一个校长顶看重的银杯 视为无价之宝 几次抢去 还要赎回 然而至终却不知所往了 这话说的不久 珍珠港事变突发 日军侵占南洋群岛 许多人受上战祸 得了天翻地覆的经验 才想起上节当日的警告 最后一天是九月二十九日 早晨上节都为病人祷告 求智者须事先登记 凡登记了的盲人 脖子 龙者 牙者 和各种病人 上节都奉基督的明治好了他们 他每次讲到 都把治病祈祷放在最后一天 免得许多人只为身体的治疗而来 而不注意灵魂之救赎 四水大会的成绩 经统计如下 圣诗五千本 转瞬授完 圣经公会的新旧约 无论是中文或马来文 也迅速受庆 不得不赶快向八成捕获 因为听到人多 各教会都感觉礼堂太小了 只好各自扩建或改建 同时传道人的需要 也大大增加起来 不得不多方设法补充 9月30日 上节船赴西里伯斯岛的孟加西 到四水码头 送行者有数百基督徒 在码头高唱赞美的诗歌 以表西别之臣 在孟加西工作后 他转往摩陆家群的安问领会 为时共约一个月 11月13日早 上节安抵新加坡 三间民与礼堂联合请他在扶灵堂讲道 会期由13晚至19晚 每天讲三次 表示悔改者三四九人 新组织步道队21队会帝 再往万灯 家老 宾耶宇帝 每帝讲道上星期 上节由星州成轮返户时 送行的人都表示希望 他于1940年 再来星马领会 上节答应了 可是这个诺言 却再也不能兑现了 51 离世前后 1940后1月18日 上节伏病回抵上海 他的身体本不坚实 又不肯稍加体贴 每次讲道 总是用尽力气 汗泪交流 这样的披老命 拼了将近15年 现在已到了 当跑的路 已经跑进的阶段了 他灵命转机 那年组对他的启示 说他只有15年的工作时间 现在也快满期了 他在美国留学时 曾搁置痔疮 但因经济困难 出院过早 窗口未完全愈合 当他还在伯特利换游步道团时 纪志文等同工曾劝他入伯特利医院医治 因着医院与步道团是同一团体 医生又为该团领袖 也是同工 极其方便 但尚杰坚决不肯 他在上海家里休息 并没有自伤自怜 也不像富翁贵人之养科 在病床上过无畏无聊的日子 在主日清晨 他总喜欢请一般朋友到家里 对他们讲道 讲完遍和他们共同祈祷 他说在讲道与祈祷时 他的痛楚便忘记了许多 他认为这痛楚是主对他的训练 目的在纠正他的坏脾气 的确 他的脾气这时也好得多了 朋友来访 必加以招呼 走时必送他出门 新话风俗 好友到家里用膳 主人必请太太 从中溃出来 现金 这种礼节上节 现在也不但凡实行起来了 人们都说宋博士脾气变了 他照常每天读圣经十一章 照常祷告 照常写日记 写日记是他每日的劳作 没写总在一小时以上 从不间断 这是关于他生平最宝贵的材料 可惜作者定写本书到这里时 还不曾亏其一般 有时他觉得写得太吃力时 便叫乃弟代劳 可是他又嫌弟弟写得太慢 便请能闻的神学院学生 笔记他的口述 有空的时候 他还则要答复 国内外基督徒的来信 这时 在北平的王明道 听见送报病留护的消息 王夫人刘景文女士 也在娘家养病 王就要夫人去探病 王夫人已听说 她病得很重 且甚痛苦 正有感动去看她 但因她自己病体也未权 其母留老太太 劝暂缓几日 但景文执意要去 倒是见到宋的病痛 也知道她执拗不肯就医 因为宋觉得自己奉主名 为人祷告 主显大能治愈许多病人 如果自己有病 是求医生不求耶稣 不但显明自己没有信心 且影响别人的信心 更使主名不得荣耀 因此 家人和肢体都有感尽言 景文见当时情形 就以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节健康的人 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两句话为根据 劝她入医院治疗 上节这才答应了 当即准备入院动手术 她施手术的地点 是上海戈登陆大公医院 施手术者是一位爱主的弟兄张医生 因上节体弱 所以先行输血 然后动刀 手术经过的时间约三小时 挖去的烂肉约三个腰盘 当她抬入手术室的时候 十几位在她病房里的主内弟兄姊妹 便迫切为她祷告 她患的是结合性之露 是一个愈后不良的重病 需长期住院 住院时期中 做她的看护 保姆 管家的 是一位杭州步道团团员张小姐 和一位位上结伴事务 最出力的朱维新先生 这位朱先生的祷告是 主啊 你若肯 接我回去 留下我的弟兄宋博士吧 上节由手术室抬回病房时 仍在麻醉状态中 面色苍白如指 后此数日 道愿探视之亲友 都见她在病床上呻吟痛苦 在大公医院 静养了约一个月后 健康渐渐好转 便迁回于原路私欲 当刘景文女士 在去看望她时 她像小孩子般的 唱着经文奋兴短歌 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那时是上海淮恩堂落成 该堂主持人 你奋心步道大会 因堂语宽阔 他们以为非有宋博士的声望 来号召 难期满座 乃在三阳求上杰 免为其难 上杰也希望体力 可以勉强胜任便答应了 那天到的人很拥挤 怀恩堂内喧哗杂乱 上杰缓步上了讲台 以激桌 大声说 这到底是教堂 还是戏院呢 会众这才寂静下来 那天 他讲的是主的日子来到 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讲到后段 急绝支持不住 讲完归家 又病倒了 他对人叹息说料 不到我竟这样 不中用了 11月15日 他的窗口又再度发炎 痛楚增剧 身体越发衰弱了 他有朋友和医生 都劝他到北京 协和医院聊治 他答应了 于12月4日 留家人在户 知身负贫 临行时 他对人说 我一向为别人的病祈祷 现在别人要为我的病祈祷了 在协和医院诊查后 医生断定是癌和结合 第一次施手术 是在1940年12月14日 第二次是一年1月28日 跟着一直在协和医院 住了六个月 那时内地会传教士 伯康尔夫妇 因为儿子住在协和留院 常常到院 经王明介绍后 他俩与尚杰互相认识 以后常做交谈 在谈话中尚杰表示 他的病是主对他的管教 要把的坏脾气改变过来 关于尚杰的性情 百康尔早有所闻 现在亲见其人 深爱他之温柔和平 以前所闻的暴躁清漫之气 已无影无踪了 这次手术虽然做得很成功 但因为迟了六个月 病已深沉 故结果不能令人满意 他出院的时间是7月7日 出院后 他搬到北平西郊的香山居住 另的是一幢洋房 其地名 一颗松 颇饶山林之盛 在新玉住了不久 急于7月18日 闻其子约书亚 在护因赴摩炎去世的消息 此时尚此竟遭遇此事 在常人当然不免是一大打击 但尚杰之主已身 已不会为此事忧伤悲痛了 宋师母携三女于8月26日 游护来平 迁入香山园居住 此后 上节的健康日趋正常 就恢复若干比较不吃力的工作 如何到访的人谈道等 在这段期间 他每日读新旧约圣经三章 及启示录一节 用新旧参照对读 称为伴偶查经 获转生命轮 常有信徒同工一起查经 除此之外 他在这时期 还写了15首短歌 十九封给国内外步道团的公开信 叫他们为复兴祷告 入秋之后 他体见更见好转 已能在一棵松附近散布游览了 这个古帝王行列的圣地 此时真有双叶红于二月花的奇景 主的忠仿 主的忠仿与此暂兮之间 流连景色 也是应当而且合适的 香山的静怡园 是他最常侧掌流气的地方 他看见花草 即以花草作语 对同行的人阐述真理 在香山旅店旁边有一个高墩 尚杰时常喜欢坐在那里读经静修 到了那年冬天 尚杰得了启示 就开始讲玉京故事 给童工们和家里的人听 拿宋师母的话来说 他每天仍是吃下书卷 到脚主的言语 一面回顾 检讨自己过去的工作 一面鼓励 带领锦华和孩子们勤读圣经 每晚有家庭聚会孩子们 当时还年幼 对于普通的讲经及解经 不能感到兴趣 亦不能了解 所以他开始每天讲个小故事 这些故事听来是很浅显的 但其中却关乎灵理重要的是 这不是按圣经各卷次序来讲的 而是对那一卷书有感动 就先讲那一卷 也不是先有了材料 然后再去讲 乃是先有感动 然后祷告 祷告后就讲 甚至讲前还不知 故事的起始和末了 只是像他常说的随风吹 吹到那就是道纳 不由的自己 讲的时候 有几位同工在旁帮忙记录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时光 才把各卷书的故事讲完 这些故事特别注重教会与工作者的真理 例如 如何建立教会 如何使教会走上合一的路 上帝家的何尝需要怎样的农夫等待 这些传道人又该如何先有灵性品德的修养 贯彻真理的知识 即死而复生的见证 方能满足中国教会的要求 完成神永远的计划 宋师母在序里说 主的画画在他生命里面 他将从圣经上所集领会的 配上这十余年在各地工作及个人灵性经验 就是这本《玉经故事》产生的由来 本书采取故事方式 故能引起读者对读经的兴趣 同时也帮助解答读者灵性过程的难题 带领人认识自我的败坏可增 更能靠十字架的大能致死救人 克服困难 进入基督的胜利 在这些故事中 可以看出有一个中心 使人认得主的心去得主的心 这才能够做一个完全满足上帝心意的人 《玉经故事》这预言集 迟至1951年7月才出版 这里面充满得精精的灵意和美妙的文学气息 可惜这只是一本口述的记录 上节又没有时间来把它加以文字上的修饰 否则它真可以和天路历程一样成为文学名著呢 1942年 它身体又略有进步 在寓所内辟一堂名恩典院 在这里开不定期的茶经会和主日崇拜 还进城小住 这时常来恩典院谈旭的有王明道 汪兆祥 杨绍棠 顾仁恩等人 顾曾为电影明星 生活非常糜烂 听到后悔改 为上节的家国之一 这时在北平坐船道工作 一切坐风军访上节 其家人由香港乘日本船北上 途中为盟国鱼雷击沉 全家溺死 顾非常心痛 上节听人 他将这消息报告以后 对他说 你我很可来一个二部合唱 好吗 合唱 顾迷惑了 这时还唱得出来吗 还有什么可唱的呢 我们可以唱约伯计 上节静静地回答 你唱第一章 我唱第二章 在恩典院中 他继续写作 据宋师母后来写给吴敬玲女士的信里 说 他这时的著作有圣经故事 灵理故事 伴偶故事等三种 都是他在病床上痛苦艰难中 所得之启示 是岁野 德国突击苏联 日本也突袭珍珠港 战火蔓延越广 香港 新加坡 马来亚 印尼 鲜罗 菲律宾 安南 缅甸等地 都或先或后给日军占领 战火越深 物资缺乏欲慎 跟着又是中国政治的转变 上节著作之出版 便变成了遥遥无期了 因为日本军人认为 基督教与英美等百种人 有密切关系 困而对基督徒都采取一种怀疑和敌视的态度 上述东南亚各地教会 在沦陷后都受到不同的摧残 上节思念心之旧愈 心灵负担愈来愈重 病是诱告逆转 那时北京协和医院已为日军占领 专供皇军高级军官使用 上节只好赴天津医治 1943年3月27日 上节在天津受第三次手术 住院三个月后 才回北京 在王明道家里住了一夜 次日便回到香山 这时候 他再也不能领什么会了 但仍然和到访者谈到 1944年6月 病逝转据 此时家人送他入北京德国医院 6月12日师第四次手术 王明道于16日去看他 德籍的姊妹也运用最大的爱心 谨慎看护 7月1日 上节出院回到香山家里 这时他气息微弱 疮痛实作 但仍不断祷告 他这时给国内外教会的信息是 今后所能做的工作 将只有祈祷了 这句话 后来果然成为南洋的中国基督徒的口号 当他们不能步道不能活动的时候 8月初旬 病情已趋严重 石天民先生从香山托人 带一封信给王明道 告诉他说 宋先生病重 如要看他 还是以早去为家 王于16日晚接到此信 打算17日就去看他 却因是延误了一天 8月18日早晨 王起脚踏车上香山 因相距40里之远 过午才到 到了才知道他已于黎明世事了 经过是这样的 8月16浮晓 并是转为危堵 上节对宋师母说 上帝指示我 我就要回去了 事业 入昏迷状态 但17日已恢复清醒 还能低声唱十字架 永世我的等圣诗 从此以后 他看来好像已从疾痛 而转入大喜乐与平安 于是吩咐后世 长女天英长大后 赴东北传道 四女天真父南洋传道 三女天全在全国 做自由传道 半夜 他对宋师母的最后遗言 不要怕 主耶稣已居门口 有什么可怕的呢 18日凌晨77分 他便在主里睡着了 事后 宋夫人于锦华女士追忌主的仆人 如何跑完最后的路程 1943年7月2日 主的仆人宋尚杰 从北平德国医院 动第四次手术后 返香山 病情恶化 痴疾瘫伤口大如拳头 伤口支身影尺 疼痛得不能翻身 病中许多爱主的肢体 大夫 护士来服侍看顾 令他越发体验主十字架的大爱 他自己说 我肉身烂了 臭了 但是嘴不烂不臭 还能向主祷告 真是一面流泪 一面流浓流血的祷告 病危时 他曾对我说 不要为我预备好棺材 树立大墓碑 让人纪念 也不要做衣服 这个臭肉体用土埋葬就算了 我盼主再来时复活被提 湖里有洞 飞鸟有窝 人子没有整首的地方 主的大仆人摩西死后 主为他埋葬隐藏起来 没人知道他的坟墓 我愿一生为主工作 我愿隐藏起来 不要立大碑给人纪念 如果你和三个孩子 要知道我葬在那里 就用一块小小的石头 写着主的小仆人送某某就好了 感谢主爱他的仆人 起头三年隐藏在星化本乡 末后三年又把他隐藏在北平香山 1944年8月16日的晚上 不见星星和月亮 外面还下着小雨 室内只有小煤油灯一盏 因见他病情严重 不敢离开他 到了深夜 他看我太累了 不忍心叫我陪着 催我去睡觉 我躺在床上刚要入睡 听见他在祷告 我立刻起来在他身边 见他两手握拳在敬拜主 断断续续地用微弱的声音祷告 我感到心灵孤单 只有跪在他床边 只有跪在他床边流泪祷告 主啊 你要接你的仆人 求你白天接去 不要在黑夜接去 因为弟兄姊妹都睡了 倒闭起来 赞美主 我见他嘴唇微微地动 忽然满脸发出强烈白光 我见到这奇异的亮光 心灵得着极大的安慰 后来他便昏迷了 一日清晨一醒过来 就唱诗 唱了三首诗 那天从极大痛苦 转入极大的平安与喜乐 八月十八日清晨 在世纪居四十载的宋约翰 果然安返 天界西老主怀了 围绕在他身边的 宋师母和天英 天真 天全三之外 还有亲友 医生 看护等人 王明道道后 这群人便请他领盖观礼拜 时日下午五时入恋 王明道讲启示录第二四章十三节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 是的 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八月二十二日举行安葬礼拜 大家仍请王明讲到主岭 那天到会的 除了在北京的亲友外 还有天津来的信徒 还有烟台 汕头 厦门 福州等地的信徒在场 共二百余人 王明道讲的是 耶利米书第一章四至九节 会避大众排队送上节的官 就到附近山岗营地入土 这个营地在香山旅店旁边 集上节生前常爱坐在那里 独经灵修的高墩 是张彼得先生构赠的 张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 因费病溢在香山流氧 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颇有意到国外步道 故于上节到香山后 及时相过从 此时他亦在送殡的行列中 他们一路行 一路畅 劳苦工程已完毕 凶猛战争已经历 行人已度视风波 深灯彼岸享安息 父啊 敬将安睡仆人 奉教我父慈爱保存 道比提痕皆消失 道比疑难多明白 一生工作就如何 主为裁判公且值 父啊 敬将安睡仆人 奉教我父慈爱保存 五十二 盖棺论定 宋尚杰博士 虽然是一代属灵巨人 对中国国内外教会的影响 虽然至多至大 然而 有人的缺点 同时 人对于他 也不免有吹毛求疵的科评 现在 先把这一类的科评讨论一下 然后进到他真正的缺点 尚杰讲道时只饮鸡汤 不饮开水 他无论到什么地方 尝先关照这一点 因此就有人说他奢侈 以鸡汤带水当然比较破费 但一两杯鸡汤 所值究竟有限 可是他每天讲道 三次每次二三小时 而且没讲 必大声疾呼 像要把生命轻出 体力的消耗必然甚大 又无暇补充 所以可鸡汤无命 是必要之举 以上节的试制 如果从事俗物 则时必真修 隐必穷将 当绰绰然有余裕 何况区区的鸡汤 上节脾气不好 喜欢骂人 这是事实 原因之一 可能是工作忙 休息不够 时间少 容易变得不耐烦 他发过脾气 知道不是好事 常常流泪自责 说是老旧人作怪 他发作起来时 谁都要怕他几分 尽管你是要人 大人 名人 年高得功的人 欲高望重的人 他都要训就训 要骂就骂 有时骂得痛快淋漓 许多人就以此责他怪他 说他不留余地 不顾情面 说这话的人 根本就没有问问 被骂者是否有可骂之处 若当骂而不骂 则尚杰导失了正有之责 而和世人之顾面子 不坦白 爱敷衍 纵容罪恶之流泡泄气了 何况尚杰之骂 都出于爱心 很多人经他一骂 而骂好了的 至于一些面鱼之辈 更非骂不可 因为骂了之后 他以后便不敢再烂诵高冒 尚杰就可自保谦卑 不致被捧上云端 而有飘飘然之感 由此可见 骂人不当是尚杰的缺点 有时反而是他的优点 是出于爱心的责备 不过世人习于留俗 不能察觉而已 因此 必须透过爱的观点来看 但若没有他的爱 只是自我心中作祟 则是另当别论了 科评者说尚杰喜欢女人 这当然不是说他有什么苟且暧昧之行 而是说他对异性的特殊兴趣 尚杰喜欢女人替他翻译 固然是个事实 但这可能是他觉得 一 女人的注意力较集中而持久 故翻译忠实 能照字句 执意不曲解取义 二 女人发音清晰圆润 声浪较能传远 那时扩音器的应用 还未普遍 在人多的时候 女人翻译比较适合 这当然不是人人如此 但可能是他由经验上 得来的结论 无论如何 这不能算是他的缺点 事实上 尚杰言笑不苟 若非工作必要 对女性总力必太过接近 以必忧忧之口 举例说 某臣 郑穗兰女士到尚杰家里 继续记录她的口述 她欣然对证说 昨晚我在以西节书里 得到一篇新奖章 现在先讲给你听 请你替我整理一下 跟着她叫 妈妈 天真 一同上楼来听我讲道 于是宋师母和天真上了楼 宋师母整理床铺 打扫房间 就下楼去了 尚杰却不许天真下楼 一定要她严桌坐下静听 不得离开一步 可怜小小的 天真给软禁了一小时 要哭又不敢哭 脸上看来一点也不天真 郑女士狠替她不平 但涉于她的威严 不敢待她求情 后来 郑才明白 她只扣刘天真 并非专制 也不是要她听 那么深奥的解经 而是因为 往日会谈都在楼下 今日迁到楼上 目的在求安静 未必瓜里之嫌 所以乐令天真在那里作陪 此事可看出 尚杰不但律己严谨 而且顾律周到 并不是一位不懂事故 人情的书呆子啊 尚杰不但律己严谨 同时也律人严谨 资举三世为例 一 1938年春 郑穗兰女士急欲游户 反敏 而苦于无半 是有一位来自香港的 中年不到家 与郑为同乡 打算从陆路南下 往明北一带工作 她就想跟她同回福州 可是尚杰大不为然 认为战乱期间 交通组织 男女同行 必有许多不便 但郑复心四见 且以为与敬畏主之传道人同行 最为稳当 尚杰仍然极力反对 再三为她祷告 足未成行 多年后 郑回忆此时心里 还切自庆幸 因为她那时设事未深 若同行了 可能住下大错 二 随后她打算设依国内外 步道团总通信处于上海 请郑兰帮忙 但又怕她年纪轻 经验少 魄力不够精细 不耐烦兼顾琐事 所以一男一女 是最理想的办法 但她又那么拘于 定要两人先订婚 然后通力合作 且自建为介绍人 主婚人 正婚人 以致生活负责人 郑达已报独身主义 不愿出嫁 她无可奈何 计划遂告搁浅 三 1932年7月 伯特利某同工 与王女士 原定于下令会中的一个 星期四下午 举行订婚典礼 不料 这时福州刘女士赶到 名为参加下令会 其实是向某追求 原来 某生来以表潇洒 曾在福州主领唱诗 刘女士早已对她钟情 此时与其母同来 母女两人 十一某出游 及购物 其另有罪翁之一显而可见 某同工竟心缘一马 不打算与王订婚了 这是给上杰听见了 就老实不客气 当众训斥一番 某启力认罪 使王感尴尬 流感狼狈 结果谁都订婚不成 上杰曾说过 我不夸口 我每日看见上帝 因我心中清洁 如果他在男女关系 有不洁之念 他怎能看见上帝 而在他那里取得力量 说过了色 就要说财了 虽然伯特利环游步道团 怀疑上杰曾私售信徒献金 或曾暗示信徒计款其家 后来事实已证明其无稽 可不必再论 虽然如此 后来他独立工作时 还有人说他贪财的 平心而论 他从未讲究物质享受 大桶仓 三等车 小提箱 长步挂 均安之弱素 贪许多财来 对他有何用处 团体或个人 对他馈赠当然很多 但那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 他不受雇聘 没有固定薪水 同时又从他得到造就 而对他感激 所以踊跃捐献 做工的得工价 和贪之有 纵使他不收别人的现金 科评者 还不是一样会说 他孤名调育 引人归己吗 何况他收到馈赠 除了生活费用 及家用之外 大部分用于圣工 如捐赠步道团 或资助神学生之类 关于家用 他所寄的 一部分是弟弟的学费 一部分是到妻儿的赡养 款额都不会很多 他的弟弟说 家兄很少寄钱回来 若有汇款 也是即将某 信托人直接存入 上帝的钱户内 我曾劝他多付钱给扫扫 以防万一 但他老实说 天父必看顾 他身体不是顶好 用那么拼命 且常有人反对他 甚至要杀害他 我们未免担心 所以在他出外期间 偶尔有人汇款来 我们就将之储存 他这话说的是事实 他常常对儿女说 爸爸是乌鸦饭的 他迷留时 也曾对家人说 你们今后要吃乌鸦饭了 他的意思是说 他们要像以利亚一样 在基利西旁 每天等候上帝差遣 乌鸦供给食物 可见他没有存款 也没有人家留下什么财产 尚结脾气不好 在家里当然也不免 有时发作 但是一般说来 他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 他跟儿女呼送师母为妈妈 这说表示他对她的敬爱 虽然他在家的时间不多 就是短暂地在家小住 也忙于见客 复兴和其他工作 但只要他有空 总喜欢和孩子们玩玩 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某一次有一人到访 看见孩子们 和一个大人玩得兴高采烈 等他们玩了一会儿以后 他问一个较大的孩子说 宋博士在家吗 那孩子指着说 他就是这位客人起初 还当他是宋家的用人呢 他以为宋博士 不会如此的其貌不扬 不会穿如此粗劣的衣服 更不会见有客 而不打招呼的 这是可看出上劫的作风 也可看出他家庭生活之一般 他在家的时间很少 据他自己说 一年平均只有一个月 他把家由兴化迁到上海 那是因为上海那时 是对外对内交通最便利的地方 在上海有两次严重的中日战争 是128 一是813 两次他都撇下宋师母和儿女 在战火中 自己到远方工作 有人便因此说他夹制 其实他们躺记的主的教训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弟兄姐妹 和自己的生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就不会以夹制责备上劫了 他有很多次叫翻译的人下台 因为他们译得不能满意 这事的是是非非 并不亦断定 上劫不顾自己 对自己的面子 名誉 身份 从不爱惜 就以为别人也应该如此 他以为译者若不能胜任愉快 便应该下台而无憾 有些时候 或知无吞吐 不能如讲者之强调 知明白清晰 有些时候 译得不正确 把讲者原意打了折扣 甚至与讲者原意相反 不这些场合 他都要临时换人 举例来说 1932年6月 在福州上有堂 他讲的是女学生 在暑假时到处去做见证 却被译为女学生在野假时 到处去做见证 这固然错得可恼可笑 但还无伤大雅 1935年7月 在杭州第一届全国基督徒 布道团查经会里 上节讲及马可中途 离开保罗和巴拿巴 而折回耶路撒冷一室 他的原意是说 马可年轻 初次备乡别景 旅途劳顿 未免哄碎 记者竟误为马可年轻 未免好色 便传返家园 这种错误 便不能不说是严重了 后来果然有人因此抨击上节 胡乱解经 由此看来 上节之教一者下台 岂不是情有可原吗 但是 作者勿及未上节翻译过的人 他也有说不尽的苦衷 第一 上节新话官话确实难懂 若非听惯或对新话土话 有多少了解 简直就无从翻译 第二 上节在讲台上跑来跑去 偶然追随不及时 或者他转头转身时 必有几个字听不清楚 第三 他讲道长 多表演 而表演是人人都懂 不必传译 但他以为 译者若不跟着表演 必大减力量 因而对有卖力 译者不满 第四 他脾气不好 译者虽不明白 亦不敢多问 怕激起 他的怒气 而不问 就不免有错 由此可见 批评上节之临时撤换译者 也不一定是过磕的 上节真在他讲道时 只喜欢妄文主义 即对地名人名或其他专名的字 本来没有什么意义的 想出各种意义出来 他有时把外国地名人名的译音 也照样拿来妄文生意 或拆开来解释 有时他并不是这样的拆字解经 而是用新的解释引起兴趣 他拿《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幅和约拿书一起讲 用诗篇来对照马可福音 拿创世纪的创始工程七阶段来比较他自己的经历 幸亏他没有在这方面发展下去 关于这一点 王明道先生有如下批评 1932年的春季 我到山东几个地方领会 听见一些信徒述说他对圣经所下的解释 使我心中对他起了很大的反感 因为他讲解圣经中人名地名的意义 丝毫不顾原文 只按汉文的字意任意讲解 就如同他解释比拉多一个名词说 必是他的意思 他拉来的人多 是证明你拉来的人少 他又解释大力拉一个名词说 财力大了便把人拉到魔鬼那里去 那时我已经听说 他是一位留过学的人 他绝不会不知道 圣经中的汉译人名地名不过是义音 怎么竟会这样曲解起来呢 因此我对他很有了一些不好的印象 不过我不深认识他 也没有听他讲过道 因此不能有什么表示 极致一二年以后 我在一些地方看见他工作的果效 是那样奇妙 有许多人认罪悔改 有许多人信主得救 有许多信徒得了复兴 又听见他是那样勇敢责备群众和教会的罪恶 不畏权势 不计毁欲 在几个地方甚至有人准备起来殴打他 因着主的保守 他未曾遭遇他们的毒手 我又听见他那样大声几乎 不顾性命地讲道 我便承认他实在是主特别兴起特别使用的一个人 从那个时候 其我对他的印象完全转变过来 他对圣经的解释虽然有些不合原意的地方 那是因为主给他的恩赐是招呼罪人悔改 不是讲解圣经 但对于宋氏按中文字译解释译名的方式 以致被指为妄文生意曲解 据当时在场的郑穗兰女士记忆和出版的记录 有些是以讹传讹 郑文说 将帝名人名任意示意 量旨在加深印象 易于记忆 不过有时也会传闻是真 不足为据 比方说 有人告诉王明道先生 宋博士把比拉多说成他拉来的人多 是证明你拉来的人少 但我所听的却不是这样 他是说 比拉多的失败就在于他 比拉多给群众的喊声设服了 他明知耶稣是无辜的义人 存意释放他 无奈多人的呼喊除掉他 除掉他 否则你就不是该撒的忠臣 令他魅良将耶稣交给群众去钉十字架 他并非在讲解人民的意义 只是按一音的字面取些教训罢了 我听了身影为戒服从多数并非绝对的准则 罗十二章教我们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本来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以恶报恶 在人们看来 原是天公地道的 只要报得不过分就合情理 圣经却教训我们不要以恶报恶 岂非被呼常理 所以 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 慎思明辨 是否全户真理去做 并做一味拉多 免得流于效法世俗 与众浮沉 我们不难想象 当时中国 教育未普及 有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 为了静心上旗 甚至对圣经原文字役一无所知 就贸然依中文穿凿附会 以致与经义违背 这种事情虽然可能有的 但不是宋上节音负责的 就像标榜圣经烂解的更多 圣经却不能负责一样 53 王明道德的推崇 1944年8月22日 宋上节博士遗体下葬以前 开了一次会 由王明道先生讲道 那天 道会的约200余人 讲道内容 当时没有记录 但可以根据零食纪刊第71期 王明道先生所著 宋上节先生去世了一文 窥见其大意 资摘录如下 宋先生实在是一个极特别的人 他非常聪明 他的缺点就是他任性 听他讲道 看他待人 与他同处 处处能看出来 他是那样无拘无束 愿意怎样便怎样 因着他那样任性 不知触犯了多少人 使多少人对他起恶感 使多少人说他骄傲 其实他一点没有骄傲 他没有不好的存心 但他却是着于处事 我听见一些人批评他 便为他们解释 我觉得在这些事上应当特别帮助他 所以当他到北平邪和医院住院的时候 我就好好劝他 一次 我问他说 有人告诉我说 他到你的屋子里去你 你驱逐他出去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回答我说 我要祈祷 我要看圣经 我没有挟时 同他说话 所以我叫他出去 我对他说 你祈祷读经不是为帮助人吗 如今 有人来向你求帮助 你倒叫他出去 这不违反你的初衷吗 纵使你现在在急需安静 祈祷读经 实在不能同人谈话 也当委婉向他说明理由 请他改日再来才对 怎么可以驱逐他出去呢 他回答说 我不会内说 我对他说 让我告诉你怎样说 他笑了 我也笑了 我又向他说 别人给你写信 你回信不回呢 比如有的教会写信 请你领会 你能去或不能去 你怎样回复呢 他说 我若能去 就写信告诉他们几时去 若不能去 就不写回信了 他们得不着我的信 自然知道我不去了 何必再写信呢 我告诉他说 别人寄给你写信 你无论能不能去 都应当给人一个回答 不应当使别人 望眼欲穿的长久等候着 他对我说 没有功夫 写那么些信 我说 你没有功夫 也必须写 你自己实在不能 也当托别人替你写 末后他接受我的劝告 我又向他说 有人请你吃饭 或送给你礼物 你道谢不道谢呢 他回答说 我谢谢主 我不谢谢人 我当时告诉他说 那是不对 谢谢主固然要紧 谢谢人也是不可缺的 我告诉他 他急需好好读一读信徒 处事常识 他回答说 你所写的书我都喜欢读 就怕读那本信徒 处事常识 我说 你最需要学习如何处事 你虽然怕读 也必须读 我要强迫读这本书 我下次来看你 就为你带一本来 你必须应许我 好好用心去读 他向我做出 小孩子的笑脸来 表示 我是在难为他 我们两个人笑了好久 最后 他点头 应许了 第二次我来看他 便给他带一本来 他也履行了他的应许 虽然我没有再问他 有没有好好用心 读这本书 但事实告诉我说 他却是好好地读过 因为第二年 我到香山去看他的时候 他已经会见人鞠躬行礼 会出来迎接人 会起立让座 会向人道谢 当客人告辞的时候 还送到大门外 向人说再见 这些都是他向来不做 也不会做的 他一见着 我就操着那福建音的国语 笑着说 处是常识 意思是我已经学了 处是常识 这句话 他对我说了好多次 看他那种样子 完全像一个几岁的孩子 天真烂漫 毫无脚事 有些人 因为他带人那样轻慢 那样没有礼貌 便以为他是骄傲 其实他真是一点也不骄傲 他只是太任性 太拙于处事而已 任性固然是他的大缺点 但他却有一些最大的的长处 其中的第一样 就是他诚实正直 毫无虚伪 他不会同人勾心斗角 他尤其不会作为欺人 他心里怎样看 口里就怎样说 他里面有什么 外面就发出什么来 他绝不敷衍人 也不沾殉情面 他伤人就在这里 他对人也在这里 我最爱他的大原因 也是在这里 我知道的一些 为上帝做工的人 当中有才干的人也有 有热心的人也有 有恩赐的人也有 但要找里外一样 心口如一 丝毫没有虚伪的人 却是寥寥可数 虚伪好像是我国人的特长 连热心为主做工的人 也不例外 许多为主做工的人 谈吐文雅 手段灵活 与人交际的时 彬彬有礼 和善可亲 当你乍一见到 他们的时候 真令你对他们 发生无限的敬爱 但极致你他们 同处的日子一长 你便看出来 他们的那种虚伪诡诈 那种搅柔造作 真令人棘手痛心 看他们外面的表示 听他们的口中 所讲的道 真令我们不能不承认 他们是主耶稣的好门徒 但一观察 他们那种虚伪诡诈的言行 又不能不令我们承认 他们是撒旦的高祖 许多为主做工的人 在人面前是一种人 在家庭里另是一种人 当你看见他们的时候 纵使他们的脸上 没有戴着一副假面具 最少也是涂着一些化妆体 你要寻找一个 毫无角适 毫无虚伪 百分之百的本来面目的人 实在不容易多见 宋先生便是这种 少见的人当中的一个 他在人面前 在人背后 在讲台上 在家庭里 在生人面前 在熟人面前 完全是一样 他的短处容易被人看见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其他为主做工的人当中 有的短处比他的短处严重几倍 但别人却看不见 因为那些人会掩饰 会遮盖 他确实有什么就显露出什么来 许多人为这个批评他 我却为这个爱他 我不是爱他的短处 我所爱的乃是他的真诚 当然那些短处是不好的 所以应当改正 有一件最可惜的事 就是有些工人在出蒙照出 为主做工的时候 心事非常热 年纪也很轻 很有一种真诚正直的生活 极致做工的年日一长 经验丰富了 阅历加深了 正直的心不知道 在老什么时候 竟渐渐变为弯曲 诚实的人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竟变为圆滑 年老的时候 并不是老成持重 乃是老坚俱滑 我看见很多人 都是这样的变化了 我也常常特别提醒 警戒自己 怕自己不知不觉 走到这种地步 宋先生去世的时候 是43岁 也算到了中年 他做的工不算少 去的地方不算少 接触的人也不算少 受的打击也不算不重 如果他学会了圆滑弯曲 也是很不足为奇的事 但他道理世俗 始终是那样真诚正直 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宋先生还有一样 最大的长处 便是他的勇敢 他具有古代先知们的勇敢 他是一个向罪恶进攻的勇士 他毫不畏惧地 责备社会中的罪恶 和教会中的罪恶 他毫不顾虑到 别人的攻击和反对 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 名誉和安全 若不是主保守他 他不止多次会别人打伤 就是遭人的毒手 丧了性命 也不是不可能的 我常想 今日社会和教会中的 罪恶那样翻演发展 世界到处都被魔鬼的势力 支配着 非有如同古代那些像烈火 一般的先知出来 大大声几乎不可 不计毁欲 不顾性命 不逊情面 不沾前顾后 不畏守畏尾 拼命向罪恶和撒旦进攻 这种人是现今 世界和教会所急需的人 但这种人 也是今日最不可多得的人 宋先生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他现在去世了 如何能不令人悲伤呢 宋先生特别的恩赐 和使命是责备罪恶 劝人悔改 传扬耶稣救恩的福音 领人得救 他做这种工作 实在是别人望尘莫及的 讲解圣经 却不是他的特长 他也没有治理教会的恩赐 他不大会认识人 他缺乏社会中的常识 他容易受人激动 也容易受欺骗 叫他去治理一个教会 领导一个团体 是不容易收良好效果的 有些人因为听他讲到得了救 得了复兴 又看见主那样 大大使用他 便以为他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能做 便叫他去做他所不能的 那实在是一种错误 只要有一个人能讲道感动人 别人便请他 解答一切的问题 无论遇见什么 誓求他的指教 而且都照着他 所指教的去行 就像一个人 一被主所使用 就成上帝一样 这种错误 若不彻底改正 不但不是教会的益处 也不是主的仆人们的益处 从宋先生被主使用以后 我们看见一件令人 哭不得笑不得的事 就有些人没有宋先生的恩赐和热忱 更没有他所得的护照和使命 只因为他得到许多人的欢迎和拥戴 便也东师校评般地学起宋先生来 他们学他的喊 学他的跳 学他责备人的罪 学他训人的表情 学他解经 有人甚至学他那样不顾礼貌 不和人说话 没有他里面所有的真实的好东西 只学的他一些外表 结果弄得画虎泪犬 一笑大方 他们自己还以为自己是 第二个宋上节 第三个宋上节 第四个宋上节 第五个宋上节 旁观的人早已经捧了腹 已经喷了饭 当时的人还觉得兴高采烈 得意洋洋 这种情形真不能不令人笑了以后 忌之以哭了 宋先生最伟大的地方就是他的真诚 因为他真诚 所以他能被主所大用 因为他真诚 所以他能受人的爱情 因为他真诚 所以的一些缺点 也能被抵消 他讲到出于真诚 就是他在讲台上跳喊表演 也无意不是也于真诚 那些学他的人 既没有他里面所有的恨罪爱人的心 又没有他怕有的那种热忱和能力 只是外面学了一些皮毛 那岂不是怕自己不够虚伪的 再多加一些虚伪 又焉能不弄的画虎泪犬呢 我每逢读到旧约中那些先知书 便不能不钦佩 敬仰那些先知的勇敢忠心 和他们那种嫉恶如仇的态度 看到以色列与犹大两国的人民 是那样背逆上帝 行强暴 虚伪 诡诈 自私 淫邪 一切的生活与上帝的律法 是背道而驰 但觉得那个时代 真是需要这样的一些先知 同时 我在看到 今日中国社会的情形 并今日中国教会的情形 与当日以色列和犹大国的情形 正无独有偶 行影必孝 便觉得今日的世界和今日教会 也需要像古代的先知那样 勇敢忠心 嫉恶如仇 不畏缩 不逊情面 放胆责备罪恶 把名利性命 一概置之度外的先知 起来大声疾呼 使这些被道的人们回轨归向主 今日中国教会中的传道人 有学识的尚能找到几个 有恩赐的尚能找到几个 有敬虔生活的又能找到几个 唯独勇敢忠心 极恶如仇 不畏缩 不逊情 把名利性命一概置之度外 去放胆责备群众的罪恶 不怕受众人的反对攻击的传道人 简直是辽弱沉兴 宋先生是这样的一位 然而他又离了世界 再找像他这样的人 还可以找到几个呢 宋先生去世安息了 但主的工作绝没有停息 他在今日仍是照选他 看为何用的人 他的能力仍是要大大的 临到那些为他做工的人 他先发出一个呼声说 我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去呢 然后他要对他所差遣的人说 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话 你都要说 你不要惧怕他们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所以你当树妖 起来将我吩咐你的一切话 告诉他们 不要因他们惊慌 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 看啊 我今日使你成为奸臣 铁柱 铜墙 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 并地上的众名反对 他们要攻击你 却不能胜你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世界的罪恶 一日比一日增加 教会的腐败 也一日比一日更甚 愿意答应主的 呼召做今日的先知的人 回答说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1944年9月15日 我们来说明天的这么快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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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